十年间,侯卫东和郭兰皆吻过,拥抱过,但也仅此而已。 但是这一天,正赶上郭兰的生日,天时地利都在将两个人向一起牵引,他们终于冲破了心中的禁忌,彻底地放纵了自己。 房间的环境很好,郭兰根本就不想出去,与侯卫东厮守在一起,远远比在森林中漫步更加重要。 侯卫东轻轻地问他,还疼吗?不太疼,以前还以为会很疼呢。 郭兰身体最隐秘的部位,都能感受到侯卫东的温柔,感觉强烈吗?不强烈,哎呀,多做几次,你就喜欢了,你这个人,什么都说得出来。 郭兰的脸上飞起了一层红韵,他的手指放在了侯卫东的嘴唇上,阻止他再说这个话题。 马有才的小车在院子里停了一天,侯卫东和郭兰为了隐蔽,也在房中待了一天。 郭兰的初恋是在大学,完全是柏拉图式的恋爱,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此时出场男女之事,这才发现,情爱也是人世间一件美好的事情。 相守在房中,他感到格外的幸福。 当早晨的太阳从大树上跃然而起,阳光如一缕缕金线射进了窗户。 侯卫东抬起头来,只见郭兰还闭着眼睛在熟睡,便将被单轻轻地揭开,让透过窗帘的光点,落在郭兰的皮肤之上。 阳光下,郭兰的皮肤显得格外的晶莹透亮。 侯卫东细细欣赏着这一具如温玉般的身体,不忍吵醒他,又给他盖上了被单,可是自己的手却一直不愿意离去。 来到窗台,院子里的小车还在,而对面的楼顶上出现了一男一女两个人。 尽管是从窗帘的缝隙里,侯卫东也看得很清楚,站在对面楼顶的正是副市长马有才。 另外一个女人,也是相识之人,她是《易阳日报》的前记者,李俊。 因为昨天就看到了马有才的配彻,这会儿看到马有才,侯卫东并不觉得奇怪,可是看到李俊,侯卫东还是大吃了一惊。 李俊和郭兰是朋友,以前在易阳读清干班的时候,李俊、郭兰、侯卫东和任林渡等人还在一起吃过饭,他没有料到,李俊会同马有才走到一起。 在对面的顶楼,马有才犹如一株大树,李俊好似攀树的长藤,沐浴在阳光之下,看上去金光灿灿。 在侯卫东站在窗前观察时,郭兰悄悄地睁开了眼睛。 刚在侯卫东坐在床边,看她的身体的时候,她其实已经醒了。 此时,郭兰的心里格外的矛盾,她既享受着侯卫东的爱抚,同时对于侯卫东是一个已婚男人这个事实,格外的心痛。 这个矛盾,在她的脑海中越来越明显。 当侯卫东从窗台边重新走回来时,她赶紧将眼睛闭上。 哎,对面楼上住的人是马有才,另外一个人是李俊。 闻听此言,郭兰猛地睁开了眼睛。 她禁不住好奇,穿上侯卫东的衬衣,躲在窗台前。 李俊在做什么工作? 李俊以前在报社,后来去政法委,离港锻炼,然后就在沙州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同时也搞装潢设计,生意很好。 郭兰的朋友不多,李俊算得上其中之一,所以李俊的情况,郭兰还颇为了解。 郭兰顺口说道,马有才管着市政这一块儿啊,李俊当了小三,生意肯定好多呀。 郭兰是很高傲,而且追求完美的女子。 第一次恋爱失败,她抗拒了十年。 这一次与侯卫东在一起,让她变得格外的敏感。 听了侯卫东对李俊的评价,脸色突然变了。 侯卫东话一出口,立刻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可是此时要是去纠正,则会越抹越黑。 她悄悄看了一眼郭兰,见她的神情似乎有些变化,似乎又没有变化。 侯卫东岔开了话题,这个森林还真漂亮啊,以前还真没有发现有这么美的风景。 看来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这个世界上好风景很多,只是没有发现风景的眼睛。 郭兰心中暗暗地说着,我不要当小三。 就算是跟侯卫东的一夜激情吧,用这段激情来了结这十年的岁月,我不要当小三。 我要追求属于我的新生活。 她回过头来,再次看着侯卫东。 眼睛里有着温柔留恋,还有隐约的决心。 当郭兰主动亲吻额头的时候,侯卫东悬在半空的心裁落了下来。 她欣赏着郭兰微翘的鼻尖,一肌如秋水一般明亮的眼睛。 她轻轻地吻着郭兰微翘的额头,脸颊,还有脖子。 她知道郭兰的敏感点,把嘴唇久久地停留在脖颈之处。 朝阳终于升上了天空,两个人又回到了床上。 郭兰咬着侯卫东的耳朵,我不怕疼了。 郭兰咬着侯卫东感觉到了柔软身体的主动,他的嘴唇一路稳了下去。 满屋的春色,生死屋外的烈日。 吃过早饭,两个人不方便出去,依然黏在一起,坐在窗台前看外面的风景。 郭兰的话挺多,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 讲家庭,又讲自己的感情生活和未来的理想。 下午,院外传来了汽车声,侯卫东赶紧来到窗边, 看着马有才和李俊上了车,等到汽车离开了小院, 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哎呀,等吃了晚饭,我们到草地上去转一转。 落日余晖下的高山草地,有一种别样的美。 昨天,两个人趴在窗前,已经看了很久。 郭兰痛快地答应了侯卫东的邀请。 哎呀,可惜我没有戴裙子呀。 侯卫东看了看裙子,裙子没有脏啊。 郭兰说道,我是只只有一条裙子,不好看,我要把最美丽的一面展现给你。 吃过晚饭,等到太阳落山,两个人挽着手在森林和草场上散步, 流连于着人间美景之中,直到天上布满了星星。 我喜欢天上的星星,小时候啊,最喜欢站在窗边看星星了。 那个时候的空气好,现在在城市里,很难看到这么透彻的天空了。 是啊,侯卫东也仰着头,平时都忙着这些俗物啊,哪里有时间看星星了。 看星星能净化心灵,能够让人平静。 郭兰靠着侯卫东的肩膀,你是什么星座呀? 星座?我不知道。 郭兰读大学的时候,挺喜欢星座,也颇有了解。 他按照侯卫东说的生日算了一下,你是狮子座,我是水瓶座,以后我就叫你狮子吧。 哎呀,那我可不能叫你水瓶。 驮沉温泉的老总就叫水瓶,他是泥座的,你是水座的,不能混我一谈。 最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幸福刚刚开始,又要从风景区,回来面对现实了。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侯卫东和郭兰都没有见面,从天上人间回到城市之中,两个人都要面对现实的问题,都需要冷静。 回家后的第三天,侯卫东突然接到了郭兰的电话。 卫东,这两天我想了很多,我给你写了一封邮件。 听到郭兰的语气,侯卫东的心犹如一块石头一般往下直落。 他能感受到郭兰的情绪,也能猜到邮件的大体内容。 等到朱仁已离开了办公室,侯卫东打开了邮件。 这是一封无头无脑的邮件。 我最心爱的狮子,这是我第一次这样称呼你,也是最后一次这样称呼。 风景区的两天,是我最幸福的两天,我将永远记着这两天。 狮子爱水瓶的特立独行,标新立异,而水瓶爱狮子的才华横溢,无所顾忌。 我愿意做浴火的凤凰,与你一起燃烧。 但是,我不能做第三者。 这两天的爱,将帮我一生,永远留在我心灵的最深处。 这封信尽管完全在侯卫东的意料之中,可他仍然觉得心里被针狠狠地刺了一下,疼痛无比。 从风景区数了星星回来,侯卫东的心里感受到了强烈的煎熬。 现实生活是如此的无奈,他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与郭兰的关系。 郭兰的快刀斩乱麻,让他很欣赏,可更让他的心口痛得发紧。 侯卫东意识到,这一次与郭兰,他不仅在肉体上出了轨,在感情上也出了轨。 以前和段英,甚至和李经在一起,侯卫东更多的是沉迷在肉体之上。 而这一次,他发现自己的身与心都迷恋着过来。 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女人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爱上不同的男人,男人却可以在同一时刻爱上不同的女人。 此时侯卫东深刻地体验到了这句话,小家是他的女人,就如家人一般,有着深厚的感情。 而郭兰呢,也是他的女人。 虽然这段感情似乎刚刚开始,就要结束。 侯卫东的内心正在痛苦交战的时刻,燕春平探头探脑地走了进来。 侯市长,机构改革会议要在星期三召开,这是送过来的材料。 机构改革是朱民生提出来的课题,侯卫东借着这个课题,认真研究了南部新区的改革思路,目前已经有了基本的想法。 一句话概括,就是要在南部新区建立独立王国。 具体来说,就是南部新区的钱不进财政的笼子,由南部新区自收自制。 南部新区是沙州改革开放的火车头,有这个责任,就要有相应的权利。 侯卫东想为南部新区增加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既是从现实出发,又有着宁当机头不当凤尾的心愿。 在电话里向朱民生简要汇报此事,朱民生说,那你赶紧过来吧,我还有半个小时,你详细谈一谈。 与朱民生联系以后,侯卫东站起来收拾文件,又看到了沙州大学的文件,上面有郭兰的名字。 看着这个熟悉的名字,她又浮现起了在风景区的两天两夜,那个眼如秋水的女人,那个喜欢弹钢琴的女人,那个唇齿流香的女人。 难道真的就是自己生命中的流星吗? 可如果把她留在身边,自己又能给她什么呢? 侯卫东此时有了比少年维特更深的烦恼,心中充满了忧闷。 可是现实就是如此无奈,犹如一张大网,将她紧紧地捆住了。 她站在门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出了门。 刚一下楼,就看见楼下有十来个工人,正在大厅里与保安论里。 见到侯卫东出来,工人们顿时情绪激动起来,侯市长,我们是券房厂的工人,有话要跟你说呀。 信访办的副主任任林杜也赶了过来,她站在工人的面前大声说道, 你们先到我们信访办来啊,有什么话,有什么事,都可以给信访部门讲嘛。 工人们群情激愤,我们要找侯市长,侯市长,你一定要听听工人的心声啊。 侯卫东看了看表,他已经与市委书记朱民生约好了时间,如果坐下来听取捐房厂工人的诉求, 那就要耽误于朱民生的会谈,而且第一批国有企业改革并没有把捐房厂纳入,这是市政府的集体决定, 侯卫东虽然有意见,也无意违反市政府已经形成的决定。 侯卫东停下了脚步,对任林杜说,任主任,你通知香港部门来听一听工人的诉求,要做好记录和解释工作。 然后又对身后的燕春平说,你跟着任主任,多听别说。 工人们看到侯卫东静止离开了办公大楼,顿时骚动起来,有人骂到了,侯卫东还说是个好官呢,你看他那样啊,分明又是一个贪官吗? 哎呀,我早就说过了,别指望侯卫东。 秘书燕春平原本只是想听听,可是当工人们开始骂起来以后,他的火气也上来了。 侯市长确实是有事嘛,他安排新访办,通知相关部门来听你们谈事情,有什么不对啊? 为了捐放场的事,侯市长操了多少心啊?做人要有良心啊? 这一下捅了马蜂窝,有工人喊道,侯卫东是不是人民公婆啊? 我们人民是主人,现在主人找他反应情况,这是关系到我们饭碗的事情,他有天大的事情,也应该听我们反应嘛。 旁边又有人说,找相关部门有什么用啊?我们不仅要找侯卫东,还要找皇子弟。 有人在人群里已经骂了起来,说这些人都是官官相护,要让他们下岗,如果下岗,他们就要到省里,甚至到首都去上坊,去静坐。 任林渡当了信访办的副主任,倒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对于很多干部来说,信访办就是一个最没有油水,而且麻烦事最多的部门。 任林渡却不这么看,信访办的事情看起来复杂。 可实质上呢,信访办的工作主要是收集诉求,解释诉求,监督诉求落实,以及为市领导当好参谋助手,最终解决问题还要靠各业务部门。 问题解决得好,信访办公不可没,可是如果问题解决不好,那就是各业务部门没有做好工作。 任林渡在市领导面前总是不会吃亏的。 哎,各位啊,请到信访办的会议室来好不好,我们有话慢慢说嘛,着什么急嘛,啊,急有用吗? 任林渡好言相劝,把上访者请到了信访办的会议室。 侯卫东来到了沙州宾馆,住民生开了一间房间在看文件,等到侯卫东进去,他依然如平常那般冷脸冷面。 等一会儿还要开个代表会,你有事赶紧说。 朱书记,上次你让我思考如何管理好南部新区,我反复考虑了南部新区的管理模式问题,有一点想法向你汇报一下。 如今南部新区与东城区和西城区的管理模式一样,这样不利于南部新区的火车头建设。 如果要南部新区成为沙州的动力强劲的火车头,在政策上还应该有大的调整啊。 朱民生打断了侯卫东,你就直接说要求吧,我想为南部新区争取一些新的政策啊,新区就应该是特区,凡是新区的税费,都应该留在新区,用来壮大新区的实力吧。 朱民生没有料到侯卫东会提到这么一个要求,南部新区的税费占了全市总量的四分之一吧,你这一刀砍走,黄市长会有意见啊。 朱叔叔,砍掉四分之一,可这是放水养鱼的政策,而且南部新区如果搞得好,那也是政府工作搞得好啊,两者并不矛盾嘛。 朱民生的心中暗想,黄子弟现在越来越不好控制,既然侯卫东提出这个事情,那就让这个副市长来夺一夺市长的权利。 而且放权给南部新区,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略做思考之后,朱民生说道,你这个想法很有创新啊,但是创新不等于成熟啊,要让市委市政府进行如此大的调整, 你总得有一套完整的方案吧,比如实施如此新政的目的和意义,直到思想,原则办法,具体步骤等等,总不能说一句话,就让市委调整机构编制吧。 侯卫东没有料到,他会如此轻易地取得朱民生的支持,以前准备好的说辞忽然用不上,感谢朱书记的支持,我会去安排做方案。 正要告辞,朱民生突然说,你在承津工作的时候,郭兰是县委组织部长吧,你应该对他有所了解,这个人如何呀? 犹如一块烙铁烧在了自己的屁股上,侯卫东下意识地,就觉得自己到风景区的事情被人揭穿了。 面对南部新区的调整方案,王子弟的脸上阴晴不定,因为他知道,侯卫东个性强硬,如果南部新区财税独立,再加上朱民生暗中支持,南部新区必定成为水泼不进,针叉不入的独立王国。 从风景区回来后,侯卫东的心里却受到了强烈的煎熬,因为现实是如此无奈,他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与郭兰的关系。 正在侯卫东起声告辞的时候,朱民生突然说道,你在沉浸工作的时候,郭兰是县委组织部长,你应该对他有所了解啊,这个人怎么样? 就好像一块烙铁烧在自己的屁股上,侯卫东下意识地觉得,是自己到风景区的事情被人揭穿了。 可是电光火势之间,他马上又否定了这个想法,用镇定的声音回答,郭兰是优秀的组织部长,业务很熟悉,工作能力也很强。 他为人怎么样?你和他的关系怎么样? 现为组织部长,为人自然很好了,我和他在一个班子供过室,关系还行吧? 是这样,省委的赵东主任还是个单身汉,郭兰呢也没有结婚,我看得出来赵主任对郭兰有好感,找个时间,你把郭兰约出来吃个饭,我也参加。 做成这个媒人啊,既是一桩膳事,这个赵主任成了咱们沙州的女婿,也有利于沙州的发展嘛。 朱民生很得意自己的这个想法,冷脸冷面中还露出了一丝笑容。 侯伟东原先还以为是赵东提出来的要求,后来听出了味道,这是朱民生在拍赵东的马屁啊,此时他恨不得如鲁蹄侠一般拳打朱民生。 可是朱民生做媒虽然有些势力,可并没有错啊,换个角度来看,还是一桩美事。 侯伟东说,赵主任曾经是郭兰的领导,他们本来就熟悉, 况且赵主任也是钻石王老五,什么女子追不到,何须我们操心啊,诚人之美嘛,也是一件好事。 这个事情交给你了,你要记在心里啊。 走出市委书记的办公室,侯伟东的心中充满着愤懑,回到办公室,没有看见燕春平,他发火了,燕春平跑哪去了? 他随即反应过来,信访办的座谈还没有结束。 在办公室转了几圈,侯伟东的怒火渐渐的熄灭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此事是怪不得赵东和朱民生的。 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接电话的时候,侯伟东已经彻底平静下来了,每个人都会发怒,发怒是人的天性,而稚怒却是人生的修炼。 电话里传来了马有才乐呵呵的声音,侯伟东市长啊,我是老马呀。 听到马有才的声音,侯伟东就想起了在风景区房顶上藤蝉树的那金光灿灿的一幕。 马市长,有什么指示啊? 伟东啊,有一个易阳的老乡找到了我,叫李俊,是易阳日报的记者,你可能也认识吧? 他找到我呢,是想到南部新区做几块广告,都是易阳出来的干部。 看看魏东市长,能不能在适当的位置给他安排一下。 马有才在市政府的班子里排名第三,位居常务副市长杨森林之下。 但是他的资历长,平时不苟言笑,说话的分量有时还要超过杨森林。 今天在电话里,态度确实很好。 大型的广告牌很值钱,拿到一块好位置的广告牌,等于找到了一只会下金蛋的鸡。 东城区是人口的密集区,广告位置争夺得很厉害。 而南部新区是荒地一块,还很少有人想到这边来打广告。 侯卫东心中暗想啊,这个马有才还是厉害。 他看到了南部新区的发展前景,这肯定是他的主意,不显山不漏水地提前占领稀缺资源了。 由于南部新区还颇为荒凉,这件事情并不太难。 侯卫东有意在市政府里寻求盟友,或者说至少要减少反对的力量。 于是就爽快地说道,马市长啊,南部新区正在做总体广告规划,等到规划出来,再让你的那位朋友来找我,小事一桩,一定帮忙。 马有才道了一声谢,就挂断了电话。 在南部新区设广告牌并不是马有才的主意,而是李俊一直以来的想法。 在马有才的心目中,侯卫东是一个不好说话的刺头,他不太愿意找侯卫东办事。 从风景区回来之后,李俊再次提出设立广告牌的想法,他才试着给侯卫东打电话。 他没有想到,侯卫东如此干脆利落地就答应,这反而让他觉得有点意外。 李俊知道事情办成了,很是高兴,晚上他来到了郭兰在沙州的家里。 两个人是多年的朋友,说话也比较随便。 兰兰,我的心可不大,只要把沙州大学的实验楼或者是办公室的一个工程交给我就行了,我可是搞摄影的啊,心伤水平绝对没问题的。 郭兰是沙州大学筹备组的副组长,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没有决定权。 我尽量想办法吧,你也知道,我这个副职没有拍板权的。 这是我们公司最新装修成果的实景图,交通大楼,还有沙州中国银行的办公室,你看看,不错吧? 你在网上啊,还能搜到我们公司的装修图案呢? 李军一边说,一边打开郭兰的电脑,在搜索栏中输入了沙州装修四个字。 搜索出来的结果,有一个醒目的链接。 沙州副市长侯卫东傲慢无礼,面对捐房厂工人的质问扬长而去。 侯卫东这三个字,已经成为郭兰最大的心结了。 看到网上的新闻,郭兰也没有顾得上点开沙州装修,而是直接把这条新闻点开了。 李军对侯卫东也很感兴趣,两双眼睛都盯着屏幕,只是各怀各的心思。 这是一个捐房厂工人的帖子,内容就是对副厅级高官的控诉, 说这些官老爷听一听纳税人的声音真的有这么难吗? 下面跟了有不少帖子,嘲讽谩骂骂,一片喊打之声,更有人肉侯卫东的建议。 虽然是骂侯卫东,郭兰感觉比骂自己还要难受。 李俊是记者出身,对这种事情见得多了。 网络时代,这些领导啊,时刻处于民众的监督之下,是应该注意自己的形象啊。 我记得侯卫东以前挺谦虚的啊,怎么变成这样啊? 侯卫东以前是政治新兴,现在也要变成官僚了吧。 郭兰突然反驳起来,这只是一面之词嘛,就是没有一个人问一问侯卫东究竟为什么要离开吗? 哎,兰兰,别人议论侯卫东你激动什么呀? 这可不是你的性格呀,莫非你与侯卫东有染? 说者无疑,听者有信。 郭兰的内心本来就有一根刺,稍有触摸,便心痛不已。 他尽量装作平淡地说,你这个人啊,总是想歪。 侯卫东和我曾经是同事,看到了他的新闻,我表示一下关心,这有什么不正常吗? 李俊与郭兰是多年的朋友,对他很是了解。 他原本是开玩笑,这下反而觉得真的好奇了。 哎,甘兰,你跟侯卫东认识时间很长了吧? 在一阳组织部当过同事,又在曾经一起工作过。 对了,你们还曾经是邻居哎。 天哪,你们真是好合适的一对啊。 哎呀,去你的,别乱说话。 郭兰洋装生气,他此时确实也不想说这个话题。 别说其他的事了,让我看看你的装修风格。 看完了装修风格,李俊忍不住讲了自己的秘密。 来来,我又当小三了,这会你猜猜,我跟谁好了。 郭兰在心里叹息了一声。 你神出鬼没的,谁能猜得出来? 李俊有自己的人生观,尽管与郭兰相去甚远,但是郭兰从来不会站在道德的高处指手画脚。 这也是两个人成为好朋友的基础。 李俊咬着郭兰的耳根,我要找机会请侯卫东吃饭,他说你来作陪,你就知道我的亲人是谁了。 其实你挺熟悉的,我暂时保密。 郭兰说道,你知道我的,我从来不陪酒,你请侯卫东你请,我不去。 李俊一边说,一边拿起电话,给玛友才打了过去。 玛哥,你什么时候约侯卫东一起吃个饭啊? 我想尽快把广告位置敲定,免得好位置被别人占了。 一块好位置的大型广告牌,只要掌握在手里,等到南部新区真正热起来的时候,那就等于是坐着收钱啊。 李俊以前是一阳日报的记者,他知道南部新区广告牌的价值,很看好南部新区的发展潜力。 玛友才说道,南部新区正在做广告总体规划,侯卫东答应了,留几个位置给你。 玛哥,这些事情可拖不得,我是个小女人,东西拿到手里才觉得稳当呢,我要找个时间,请侯卫东吃饭。 玛哥,我求你了。 玛友才还是拒绝了,我会尽快安排的,这个事情也急不得嘛。 玛友才正在打电话,他忽然瞧见门口站着一个人,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人。 易中岭笑阴阴地站在门口, 玛师长,我来向你汇报工作啊。 玛友才不冷不热地看着易中岭,坐,宇总。 玛友才的秘书海宁是从易阳县尾办调过来的,自然认识大名鼎鼎的易中岭。 泡完茶水,他拿了笔记本坐在了一旁。 海宁的行为让玛友才挺满意。 他扔了一支烟给易中岭, 易上长,做了大老板,日理万机,日进斗金, 怎么舍得到我这儿来坐坐呀? 哎呀,你马市长又不召见我,我只能自己过来了。 今天给马市长汇报工作,顺便谈一谈关于沙州立交桥的想法嘛。 易中岭从包里取出了一份文案,放在了玛友才的桌前。 马市长,这是我们的设计方案,聘请了全国顶尖的专家,绝对在领袭,甚至是全国都是超一流的。 自从易中岭站在了门口,马友才就知道,麻烦事已经来了。 我说易总啊,你做房地产已渐入佳境,怎么又想起修桥来了? 严格的说,这可是不同行业啊。 哎呀,如今跨行业的公司多得很, 只要肯出钱,就能请来专业的人员。 我只管大事情,具体的事情啊,由专业人员去办。 有了这种操作模式,随便什么行业都可以跨越嘛。 马友才原来与易中岭的关系不错, 经历了易阳土产公司事变之后, 易中岭的疯狂让马友才感到了害怕。 为了自保,他将一百万现金捐到了贫困地区。 全捐了以后,他也不愿意与易中岭闹翻, 在不违法的情况之下,给了易中岭一些额外的方便, 同时开始处心积虑地疏远易中岭, 尽量不在私下的场合与易中岭见面, 绝对不再收易中岭的任何钱财。 这易软易硬的手段起了明显的效果, 易中岭的企业不断地做大, 悬在马友才头上的利剑似乎也越来越遥远。 马友才客观地说道, 这个立交桥是沙州的第一座立交桥, 写入了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 有很多有实力的单位都参加了竞争, 我说话不一定起作用啊。 马市长,你是分管领导, 这件事情啊,你知道就行啊, 其他的事情我来处理。 马友才仍然玩着太极, 看具体情况再说吧, 好不好,第一座立交桥嘛, 肯定要上市政府的常务会的, 到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侯卫东的办公室与马友才的办公室只隔了两间, 当易中岭从马友才的办公室出来的时候, 恰好遇到了走出办公室的侯卫东。 侯市长,你好啊。 易中岭看到侯卫东笑呵呵地打着招呼, 侯卫东对易中岭一贯的深恶痛绝, 他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 微微点了点头, 扬长而去。 由于黄子弟收了易中岭的钱, 所以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马友才在几年前也曾经收过易中岭的钱, 所以易中岭是理直气壮地让他办事。 侯卫东不同, 他与易中岭没有任何的交易, 面对着侯卫东的冷戀, 易中岭只能尴尬地站在走道上, 看着这位年轻的副市长扬长而去。 奸商不为官员而为官联。 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啊。 侯卫东未必是完人, 但是在易中岭的面前, 他却是一位铁面的官员。 侯卫东一边走一边琢磨着, 社会上没有马友才与易中岭的小道消息啊。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至少在易阳期间, 他们两人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 在宁悦的办公室, 杨柳为侯卫东准备了好茶叶。 宁悦眼尖, 看见了茶杯里的好茶叶, 笑着说, 侯市长当年在市委办当过副主任啊, 看来还挺有人缘嘛, 我们杨柳可是拿最上等的茶叶来招待你的哦。 杨柳笑了, 侯市长不打牌, 不赌钱, 又不进色情场所, 对于这种优秀男人啊, 泡一杯好茶是应该的吗? 再说几位领导下班都没有休息, 忙着大家的事情, 喝杯好茶, 那也是应该的吗? 这几年杨柳一直在市委办周旋, 眼界大开, 越发的落落大方, 他没有在宁悦面前, 掩饰自己对侯卫东的好感。 宁悦双手抱在怀中, 对待领导呢, 就要像对待男人一样, 就算他再好, 也得多留个心眼啊。 杨柳在宁悦身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早就习惯了宁悦这种一针见血的说好方式, 其他不论, 至少他是一位肯做事的领导吧? 嗯, 这点我承认, 他肯做事, 想法不少, 点字也层出不穷, 是一个能折腾的主啊。 等到侯卫东一进门, 宁悦就指着茶杯开玩笑, 你看看, 这可是我们杨柳专门给你准备的好茶啊, 一般人是喝不上的, 看来你在市委办当领导的时候, 人员不错嘛。 开完玩笑, 宁悦很快就进入了正题, 朱书记给我交代了南部新区体质调整的事, 我请你动部过来, 一起商量商量如何操作。 侯卫东说, 关于南部新区的体质调整, 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放权和要钱, 没权没钱, 南部新区要发展, 谈何容易啊? 这事说起来复杂, 想通了也确实很简单, 半个小时就已经基本上 把新体质的细节谈清楚了。 宁悦意味深长地说道, 按照朱书记的意思, 这次调整要彻底啊, 否则没有意义, 那怎么才算彻底啊? 南部新区既然要搞成特区, 一把手必须要级别高啊, 按照朱书记的意见, 南部新区的主任, 会由侯市长来兼任他, 朱仁以为常务副主任, 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啊? 侯伟东确实没有想过, 去南部新区任一把手, 朱民生的这个决定, 倒是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他略意思寸, 既然朱书记点了价, 我也推脱不得呀, 尽量把事情做好吧。 杨柳坐在一边, 宁悦听到侯伟东基本上没有犹豫, 就接受了这个安排, 心中暗道, 作为副市长, 虽然也是执行具体证务的, 分管南部新区和南部新区的主任, 可毕竟是两个概念啊, 前者是指手画脚, 后者则要去做具体的事情, 侯伟东尽管当了副市长, 可还是没有失去当年的锐气啊, 宁悦把翻开的笔记本合上, 这个事情要尽快提到市委常委会研究, 侯伟东说道, 调整体制是件大事, 恐怕从酝酿到成为实现, 也花不少的时间啊, 宁悦闷嘴一笑, 朱书记着急办这个事情是有道理的, 南部新区升级, 已经得到省政府的原则同意了, 据我了解的情况, 国务院恰好要调整部分地区的行政规划, 我们应该能赶上这一班船, 说不定很快就能败下来, 你可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啊, 谢谢宁书记对南部新区的支持, 希望以后能继续支持啊, 我以后肯定还要经常麻烦你的, 宁悦知道侯伟东是什么意思, 南部新区是沙州发展的火车头, 要配备全市最优秀的干部, 这点啊, 我充分支持, 在调整方案提交市委常委会之前, 朱民生派人把方案提前送给了黄子弟, 黄子弟研究了调整方案, 脸上阴晴不定, 隔了很长时间, 自言自语说, 南部新区这是在搞独立吗? 他知道侯伟东的个性强硬, 如果南部新区财税独立, 再加上朱民生的暗中支持, 那么南部新区必定会成为水泼不进, 侦察不入的独立王国了, 此时的刘坤已经与义中岭早就成为了换了生死铁的兄弟了, 他知道义中岭在南部新区有着巨大的利益, 如果真让侯伟东成了南部新区的一把手, 义中岭基本上那就等于被逐出了南部新区, 他原本想帮着义中岭说话, 可是转念又想, 侯伟东不是很牛吗? 那就让义中岭跟他斗, 义中岭也不是好惹的, 有了这个念头, 刘坤就起了坐山观虎斗之心。 自从得知自己要来出任新南部新区的筹备组组长, 侯伟东就开始考虑如何避免与皇子低发生冲突,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相对聪明的办法。 面对南部新区的调整方案, 皇子低的脸上殷勤不定, 因为他知道, 宏伟东个性强硬, 如果南部新区才睡独立, 再加上朱明生暗中支持, 南部新区必定成为水泼不进, 侦掐不入的独立王国。 此时的刘坤与义中岭早就成了生死兄弟, 他知道义中岭在南部新区有着巨大的利益, 如果真的让侯伟东成了南部新区的一把手, 义中岭基本上就等于是被逐出了南部新区。 刘坤原本想帮着义中岭说话, 可是转念又一想, 觉得侯伟东不是很牛吗? 那就让义中岭跟他去斗, 因为这个义中岭也不好惹。 有了这个念头, 刘坤就起了坐山观虎斗之心。 上午的时间, 送走了第五批来汇报工作的客人, 侯伟东叫过燕春平, 今天上午还没有什么别的安排啊, 暂时没有了, 但是随时都有人来啊。 燕春平刚刚给成津县的春天发了短信, 心里依然乐滋滋的。 如果不是重要的领导, 都拒绝了吧。 侯伟东见燕春平脸带春风, 冷不定问道, 你笑什么呀? 遇到什么喜事了? 燕春平忍不住说了实话, 是春天, 晚上他要到杀州来吃饭。 侯伟东现在每天都在考虑着国有企业改制, 南部新区发展等大事情, 很少注意到发生在身边的小事。 他看着燕春平的扭腻之色, 惊奇地问道, 啊, 你跟春天好上了? 春天一直不肯松口, 这几天才答应到我家里去。 燕春平原本想请侯伟东帮忙, 把春天调到杀州市交通局, 可是想到了父亲的交代, 就没有向侯伟东提起这个事情, 只是耐心地寻找最佳的实际。 此时在侯伟东的眼里, 调动春天的这些事情, 只能算作是成人之美的小事了。 他其实已经想到了这一点, 可是他并没有急于说出来, 人总是有弱点的嘛, 凡是主动送过去的恩惠, 就不算是恩惠了, 只有自己努力争取过的事情, 才会记忆深刻。 好啊, 春天是个很有志气的女孩子啊, 她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 你们两个人谈恋爱我支持, 要互相鼓励, 共同上进啊。 听到侯伟东这么说, 燕春平很是兴奋, 侯伟东对春天有好感, 那么春天的调动, 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侯市长您放心吧, 我已经报了研究生班了, 春天也报了大专班。 等到燕春平出门, 侯伟东有点暗自好笑, 哎呀, 我真是当官当酒了, 这一张嘴就是关枪了, 刚才说人家那两句话呀, 让局外人听到啊, 肯定是要发笑的。 头脑没有悠闲多久, 侯伟东的脑海中, 不自觉地想到了另外一件事, 他刚才看到, 易中岭从马有才的房间走出来, 这几年, 侯伟东一直把易中岭和黄子低连在一起, 马有才的阴影在他心目中已经很淡了, 可是刚才的情景, 让他再次把往事犯了出来, 那就是在易阳的时候, 马有才就和易中岭有着密切的关系啊, 当初易阳县委书记助言, 狠抓易阳土产公司的案子, 既是反腐败, 也是敲打马有才。 侯伟东拍了一下额头, 心中暗响啊, 哎呀, 我考虑问题太不成熟了, 也不够周全呢, 马有才与易中岭交往密切, 那说明他的屁股也不干净, 屁股如果不干净, 那个这个人是不可深交的。 侯伟东把市政府的诸位领导, 一一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真论人品和能力, 只有杨森林值得信赖。 多年前, 杨森林从市委办出到易阳当副书记, 锋芒毕露, 一心一意地想做出大征迹, 而易阳并不太成功的执政经历, 给他补上了最现实的一刻。 此时作为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的杨森林, 同当年相比, 老练了许多, 也深沉了许多。 杨森林既是常务副市长, 又是省长朱建国的子职, 这才是自己的同盟军啊。 老前辈说过呀, 什么叫做政治呢? 政治, 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把敌人弄得少少的嘛。 侯伟东在市委这边朋友多, 在市政府这边朋友少, 他盘算着, 以后要多亲近亲近杨森林。 正在想着心事, 燕春平又转了回来, 犹豫地说, 侯市长, 有人来找, 是沙州大学的郭部长。 侯伟东心里一惊, 他脸色平静地抬手看了看表, 那就请他进来吧。 郭兰走进了办公室, 仿佛整个办公室都明亮了起来, 两个人的目光在空中交错, 似乎风景区的氧气, 就在这交错之间, 在屋子里风云激荡。 燕春平蹲在了茶几边, 茶几上有好几种茶叶, 有来自易阳青林山的首炒茶, 有铁观音, 西湖龙井, 以及本省的名茶, 可谓品种丰富。 他稍作思考, 给郭兰泡了侯伟东平常最喜欢喝的首炒茶, 然后将茶杯放在桌子上。 他又偷偷地看了一眼侯伟东, 只见侯伟东面无表情, 就顺手拿起了他批示过的文件, 退了出去。 侯伟东的眼光跟随着燕春平的身影, 脸上露出了微微的笑意。 燕春平继承了他的父亲燕道里的鬼机灵。 可是初当秘书的时候, 为人处事分寸感不强, 完全没有秘书的样子, 经过慢慢地敲打, 现在已经渐渐地窥出了门道, 能够领悟一些不能说出来的意思了。 在侯伟东的注视之下, 郭兰脸上的红韵不断地加强着, 他低下头, 又抬了起来。 我找你有攻势, 新校区遇到困难了吗? 侯伟东在处理具体事物的时候经验丰富, 他准确地道出了郭兰的来意。 郭兰久在组织部门, 这是一个专门管理干部的部门, 与基层老百姓打交道的时间很少, 在成津县的时候, 他联系过双和镇, 这才具体接触到了基层, 不过他依然还是组织部的干部, 始终是物理看话。 此时的郭兰成为了新校区筹备组的副组长, 这才实实在在地接触到了这些具体的矛盾。 郭兰摇了摇头, 沙州新校区建在南部新区, 将对新区有巨大的带动作用, 可这么简单的事实, 我却发现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认识到, 水电器建委规划部门, 甚至生产队村民小组, 还有八十多岁的老人, 都可以让学校的工程受阻。 对于一项大工程来说, 这都是寻常的事儿嘛, 免不了的。 郭兰见侯卫一东说的轻描淡写, 沙州大学明天要招生了, 新校区要是修不好, 那新来的上万学生住哪儿啊, 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啊, 段校长在领席开会多次给我打电话, 我觉得肩膀上的担子很重。 侯卫东没有回答, 而是凝视着郭兰的脸, 他仔细地看着, 郭兰的脸并不完美, 脸颊上有几粒淡淡的雀斑, 鼻尖稍稍翘起, 可是这两样缺点配合着眉眼, 却有一种别样的韵味, 文静中带着些俏皮, 安静中带着些动感。 侯卫东忍不住想起了风景曲之性, 那如醉如痴的两天。 郭兰微微低了一下头, 你别这样看着我, 我给你谈正事儿呢。 侯卫东没有收回目光, 你从成绩来到大学, 还要承担事务性的工作, 如果早知道是现在这种情况, 你还会申请调到大学里来吗? 这不一样, 大学尽管有另外的烦恼, 可毕竟还是单纯多了, 另外我从小在学校长大, 喜欢校园的氛围。 郭兰说着端起了茶杯喝了一口, 这个茶的味道真好啊, 我记得以前你送给我爸爸喝过。 对, 这是一阳上清林的手工茶, 是小学的铁校长亲自炒的, 每年他都会送给我一点。 我爸爸也喜欢这个茶。 郭兰说到这儿, 不禁想起了逝去的父亲, 不禁暗自身上。 侯卫东知道郭兰的心结, 好了, 人都有这么一天嘛, 自然规律, 无法改变, 咱们活着的人要珍惜生命, 好好地活着。 自从风景去以后, 郭兰的心里也是纠结得很, 发完邮件, 他更是一阵阵地失落。 今天面对着明年扩招学生的压力, 他才来到了侯卫东的办公室, 一路上郭兰都在对自己说, 我这是因为公事才找他, 学校如果完不成, 那明年的招生就会遇到了问题, 那对学校的影响是巨大的, 所以我才去找他。 其实在郭兰的内心深处, 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侯卫东, 思念有如地下的火山, 不断地寻找了突破口, 建新校区的事情, 成为了极为合适的借口了。 侯卫东坐在桌子的对面, 他哪里想得到, 郭兰在这一低头的刹那, 心里会有着千转百回的纠结啊。 郭兰啊, 刚才提到的问题虽然是个小问题, 可是小问题不解决也是麻烦事啊, 你可以将遇到的问题写上报告, 送到市政府, 然后由我来召集各本们开会, 一次性解决。 郭兰站起身来, 他回头望了侯卫东一眼, 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用平静的声音说, 那好吧, 我马上去准备, 我先走了。 侯卫东也跟着站了起来, 他把郭兰送到了门口, 上前一步, 手握到了门柄, 却没有把门打开。 他在郭兰的耳边, 轻轻地说了一句, 我想你。 郭兰所有的坚持, 都被这一句朴实的话语击碎了。 他仰起头来, 我也想, 那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不知道。 送走了郭兰, 侯卫东在屋里转了几圈, 又把燕春平叫到了办公室。 你通知高建于平静, 纪海洋, 下午三点到南部新区办公室, 我有事找他们, 晚上吃饭, 请纪局长参加。 要调整南部新区的体制, 获得更加独立的权利, 建委,国土,财政这几个大局是绕不开的。 侯卫东准备事先与这几个重要部门的一把手谈一谈, 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等到成熟以后就正式提出来。 有了朱民生和宁悦的支持, 这个事情十有八九会成功的, 而黄子低适合感想, 那就不得而知了。 想到自己的这些手段, 侯卫东不禁问自己啊, 在市委书记的受益之下, 我以副市长的身份而绕开了市长, 这算不算是魏严头上的反骨呢? 几天之后, 召开了市委常委会, 会上同意了南部新区的升格方案, 由侯卫东任筹备组组长, 朱仁义为筹备组副组长。 在筹备期间, 侯卫东负责全权处理南部新区的事情。 会后皇子低当着刘坤的面, 发了脾气, 这个侯卫东典型的政客, 投机者嘛, 在一阳的时候, 他紧跟着县委书记, 在沙州他还紧跟着市委书记, 他眼里只有市委书记, 在书记面前就是归儿子, 然后再借着书记的力量来横行霸道。 刘坤在旁边, 肯定是要添油加醋的。 黄市长, 你别生气, 他就是个白眼狼, 只认权不认人, 还经常反咬一口呢。 当年他大学毕业的时候, 经常跑到我家里来找我爸办事, 结果呢, 我在清临镇选举中就被他暗算了, 他这一路, 就是踩着无数人的肩膀爬上来的。 尽管黄子迪非常的不满, 可是在朱民生和宁悦的支持下, 南部新区还是过渡到了筹备组时期, 筹备组时期与原来相比有两个特点。 一是新南部新区由侯卫东担任筹备组组长, 朱仁义为筹备组的副组长, 实际上就是由侯卫东直接管理南部新区了。 二是新南部新区将成立独立的财税体制和建设体制, 自我循环自我发展, 与东城区和西城区相比具有极强的独立性。 当拿到关于筹备组的正式文件时, 侯卫东对于朱民生的观感又有了一些新变化。 以前沙州流行朱素质的说法, 如今朱民生执政沙州近两年时间了, 他渐渐适应了由部门副职向大势一把手的转变, 没有顾及黄子迪的态度, 坚持自己的主张和思路, 并将自己的意图完全贯彻了下去。 这一次的调整虽然是侯卫东提出来的, 但是调整的程度和路线却是由朱民生在控制。 此时的侯卫东更像是朱民生手上的先锋官, 为其攻城拔债, 为其赢得正绩。 筹备组成立以后, 朱民生黄子迪一起参加了庆祝仪式, 在大会上朱民生还发了言, 南部新区将是沙州的特区, 凡是中央和省里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 凡是不违法的事情, 只要南部新区敢于做, 我都支持嘛。 说到这儿, 他还扭过头, 对着话筒大声地对侯卫东说, 侯市长啊, 现在关键是你敢不敢开创性地开展工作了。 面对着主席台上黑压压的人群, 侯卫东只好说, 我会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创造性的工作, 请朱书记放心。 庆祝大会之后的第三天, 侯卫东从领西归来, 这才召开了第一次班子会议。 在会上, 他第一句话就是, 我其实不愿意到南部新区当什么筹备组组长啊, 以前我是分管领导, 下来呢就是检查你们的工作, 你们有什么问题呢, 我就打你们的板子, 出了问题, 我承担领导责任, 不过现在不同了, 南部新区出了问题, 这第一板子是打在我的屁股上, 这第二板子才打在朱仁义的屁股上, 这完全是降值使用嘛。 除了朱仁义的内心稍微复杂了一些, 南部新区领导班子成员们, 对于新体制的调整都是欢欣鼓舞的, 有了侯卫东的牌子, 至少他们办事要不以前更加方便了。 侯卫东的眼光依次从南部新区班子成员的脸上扫过, 停在了一个黑脸汉子的身上, 萨主任啊, 你负责拆迁, 这可是最重的任务啊, 你不把地争过来, 南部新区就算是政策再好, 我们再敢干, 那也是无米之炊啊。 侯市长啊, 有您撑腰, 我的腰杆子就硬了, 您是知道的, 我们一线工作人员最怕什么, 我们最怕做的事情还被人误解啊, 特别是有些领导, 动不动就指责我们的工作方法不对头, 把责任全部推给我们这些下面的干部啊。 侯卫东没有让萨超继续发牢骚, 我们在一线的同志, 既要办事情还要把事情办好, 既要胆大还要心细, 上级领导的指责也是没有错误的嘛。 萨超还想说什么, 侯卫东没有给他机会, 继续说道, 同志们, 我在这里把丑话说在前面啊, 在座的诸位, 只要屁股干净, 为了公事, 哪怕犯点错误, 我都可以为你们兜着, 但是只要把钱往你们自己腰包里装, 为了私利, 损害了南部新区的公事, 大家不要怪我侯卫东翻脸不认人啊。 侯卫东当过副镇长, 县委书记秘书, 县委办副主任, 一言开发区主任, 县科委主任, 市委书记秘书, 市委办副主任, 曾经县委书记, 市农及水电局局长, 年龄不大, 可阅历却异常的丰富, 他在开发区的众人面前, 说起话来底气十足。 常务副主任朱仁毅, 主政南部新区不久, 他深感南部新区, 人事复杂, 利益盘根错节, 在任职的这段时间, 始终小心翼翼的, 在班子成员面前说话也很委婉, 风格和侯卫东相比, 有着明显的不同, 侯卫东继续说道, 我以前是封管咱们南部新区, 现在又成了南部新区筹备组的组长, 这两个概念完全不一样, 我得重新进行调查, 所以目前各位的丰功暂时不变, 仍然由朱主任签字, 听到这个话, 朱仁印犹如握住了烫手的火签, 侯市长, 还是您签吧, 您是南部新区的一把手吗, 我不能再签字了, 这个事得您来啊, 签字权, 那是单位一把手很重要的权利啊, 特别是在市级部门, 谁有签字权, 谁就是老大, 但是对于侯卫东来说, 这个签字权反而是个绳索, 只能把它牢牢的绑在南部新区的岗位上, 他打定了主意, 要把签字权交给朱仁印, 只需规定朱仁印能签字的最高限额, 就出不了什么大事, 侯伟东笑了, 朱主任, 我的官衔啊, 首先是沙州市人民政府的副市长, 然后才是南部新区筹备组的组长, 你呢, 是常务副主任, 继续签吧, 别推了, 谈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 侯伟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南部新区就是一个大工地, 也是资金的一个注入池啊, 随着建设的加快, 资金将会越来越多, 我可不希望明年或者是后年, 到看守所去探望你们其中的某位啊, 我希望经过一段时间, 在更多的更高的领导岗位上, 看到大家的身影, 这一段话才是侯伟东今天要交代的重点, 为了防止腐败, 光靠教育是没有用的, 必须要有良好的机制, 我在这里抛出一个题目啊, 南部新区的所有工程, 必须公开透明, 土地要招拍挂, 建设项目要进行公开的招投票, 我在这里申明一句啊, 这个事情没有例外, 没有特例, 是死规定, 谁要违规, 让他来找我, 自从得知自己, 要来出任新南部新区筹备组的组长, 侯伟东就开始考虑, 如何避免与黄子弟发生冲突, 按照他得到的信息, 义中领平着黄子弟的关系, 拿了杀猪很多的好地, 他来当南部新区的主任, 绝对不会听任此情况反复发生, 而拒绝黄子弟最好的方法, 就是建立周密而公开的制度, 以制度来回绝可能到来的私下交易, 这才是最聪明的办法,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这也是对自己, 以及对全体南部新区班子成员的, 真正的保护。 当侯伟东成了周昌权秘书以后, 沙州农用机械厂厂长朱延冰, 便将已经下岗的侯伟东的岳父张远珍, 反聘回厂, 借着这条路子, 朱延冰与侯伟东越走越近。 自从得知自己要来出任新南部新区的筹备组组长, 侯伟东就开始考虑如何避免与黄子弟发生冲突, 他清楚拒绝黄子弟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周密而公开的制度, 从而回绝可能到来的私下交易。 开完会已经到了午餐的时间了, 南部新区二级班子以上的所有干部一起参加了会餐, 侯伟东为人并不死板, 来到餐厅, 他对朱仁义说, 下午还要工作, 一桌一瓶酒, 不要多喝啊。 朱仁义就对跟在身后的办公室主任说道, 每桌一瓶, 我们另外找时间再给侯市长接风。 南部新区大楼于2001年建成, 目前是沙州还算是比较现代的大楼, 除了主楼以外, 还建有会议中心和招待所, 招待所大厅是南部新区的食堂, 小厅用来招待客人。 这座大楼是高建的杰作, 修好了这栋楼, 它就被调到了建委任主任了, 新大楼和新座椅都留给了接任者。 与朱仁义、萨超等人碰完酒以后, 在朱仁义的陪同之下, 侯卫东端着酒杯与二级班子碰酒, 碰酒的时候, 他猛然发现了一个熟人, 原易阳县新管会研究室主任易中成。 易中成一脸的尴尬, 侯市长, 你好啊, 朱仁义介绍的, 这是规划科的易科长。 沙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侯卫东, 与易阳县开发区的主任侯卫东, 自然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 在气度上, 侯副市长的包容性更大, 他端着酒杯, 与易中成碰了酒, 中成可是开发区的老同志了, 要高标准的做好规划工作啊, 南部新区建设的到底好不好, 我说了不算, 朱主任说了也不算, 最终还是由规划水平说了算的。 易中成经历了这些年的起起伏伏, 身上原本还有的棱角, 也被磨得差不多了, 他心里纵有万千强法, 在态度上也得服软啊, 侯市长, 我们规划科一定会高标准言要求的做好工作, 请领导放心。 在南部新区看到易中成, 侯卫东略略地愣了一下, 可是并没有感到吃惊, 易中成, 易中达, 易中岭, 都是易家的人物吗? 易中成从易阳开发区, 调到沙州南部新区, 这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了。 如果说以前, 这个易中成还是侯卫东的心腹之患的话, 如今则根本进不到侯卫东的视线了。 吃完了午餐, 朱仁易亲自陪着侯卫东看了给他配置的新办公室。 在给侯卫东配置办公室的时候, 朱仁易特意给省委组织部杜冰打了电话, 询问侯卫东的生活习惯。 打这个电话, 一来是了解侯卫东的生活习惯, 二来是有意与省委组织部的杜冰保持联系。 杜冰当前虽然是省委组织部的小人物, 可是位置重要, 前途不可限量, 多些接触, 早点接触, 百利而无一害啊。 探听清楚以后, 他在安排办公室的时候, 特意将一个小会议室改装成了办公室, 将高建原来的办公室改成了小会议室, 家具都是从领西买来的, 装修材料, 则是从领西一个叫曾献刚的老板里买回来的。 侯卫东对新办公室没有意见, 他站在窗边, 看着院外。 办公室重新装修过, 我没有意见, 车辆就暂时不用换了。 高建原来的座驾是超标准配置的, 比侯卫东的车还要好。 高建调走, 小车就留给了朱仁义。 朱仁义客气了两句, 侯卫东开了一句玩笑, 哎呀, 行了, 我用市政府的车, 可以为南部新区域解约修理费, 解约邮费和工资吗? 如此说来, 朱仁义也就不好再推脱了。 在南部新区走了一圈, 谈笑之间, 侯卫东将几个现实的问题已经确定了。 在办公室睡过午觉, 下午他来到了市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纪道林的办公室。 将南部新区制度建设与反腐败结合起来, 这将是对南部新区最好的保护, 也是提前构筑起对付市长黄子弟的防火墙。 纪道林在沙州市委和市政府的班子中, 已经算是元老级的人物了。 他在沙州学院任副院长的时候, 侯卫东还是大学生呢。 他在沙州市委任纪委书记的时候, 侯卫东是易阳县委书记驻研的秘书。 正因为如此, 侯卫东很尊重这位老前辈。 纪道林对南部新区建立公共交易平台的设想很感兴趣, 询问了很多细节。 问完之后, 纪道林说, 好啊, 善战者无名, 真正成功的反腐机制, 那是不产生反腐斗士的机制啊。 换一种说法呢, 那就是好的制度, 让坏人没有办法做坏事, 而坏的制度呢, 让好人也能做坏事啊。 侯卫东谦虚地说道, 有了纪书记的支持, 我的胆计就更足了。 周昌全当年在沙州的时候, 就曾经致力于招投标的制度性建设, 只是他调走以后, 这项制度被各种特殊工程侵蚀, 如今已经很难发挥正常的作用。 此事令纪道林非常恼火, 他知道造成此事的原因, 在常委会上也谈过, 可是效果不好。 今天侯卫东提出建立南部新区的公共交易平台, 纪道林隐约地猜到了他的真实用意, 马上表示了同意, 省纪委高书记对于制度建设很重视, 如果交易平台运作得好, 我可以请高书记来参观。 取得了纪道林的支持以后, 侯卫东开始着手制定南部新区交易平台了。 这个交易平台有着现成的样本, 侯卫东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态度, 结合南部新区的实际略作调整, 就制成了正式文本。 这个文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那就是凡是进入南部新区的国资, 必须进入公共交易平台。 提前征得朱民生宁月纪道林同意以后, 侯卫东让南部新区起草了 关于建立南部新区交易平台的请示, 这个请示很快就被提交到了市委常委会, 得到了通过。 当然了, 在常委会上也有不同的意见, 有的人认为南部新区完全利用势力的平台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再搞一套。 而市委书记朱民生却表示了支持, 南部新区是沙州的特区啊, 特区之所以为特, 那就是要有新动作吧。 纪委书记纪道林也随即表示了支持。 拿到市委常委会纪要, 侯卫东也就有了一道抵御上级领导插手的护身符了。 这一招就是典型的杨某, 侯卫东失诚于曾经的秘书长红昂。 当年周昌全的手下有三元爱将, 黄子低长于阴某, 红昂喜欢搞杨某, 侯卫东则是见招拆招, 没有太固定的招数。 从性格上来说, 侯卫东更偏重于红昂。 南部新区公共交易平台建立起来以后, 第一宗交易就是四大班子办公楼的建设。 这项工程拖了好几年, 多次争论, 历经了数次的反复, 浪费了大量的资金。 终于在侯卫东出任南部新区主任以后, 进入到了实质阶段。 四大班子搬迁办公室, 起始于周昌全, 却在他的秘书侯卫东的手里得以实现, 或许这就是田义吧。 义中岭垂涎此项工程已经有很多年了。 当工程正式拉开了序幕, 他没有料到还要进入招投标的程序。 在别墅里, 义中岭的脸色很不好看。 黄市长, 这是市政府投入资金建设的工程啊, 为什么非要纳入南部新区的交易平台呢? 中岭啊, 以前是市政府全额出资, 这一次南部新区财政独立了, 新工程建设要由南部新区出资50%, 因此一定纳入南部新区的公共交易平台进行招投标。 这是市委常委会明确的事情, 我也很为难啊。 黄子弟想起这个事, 就觉得大师面子啊, 他堂堂的一位市长, 却屡屡受制于自己的手下, 而且侯卫东十分的狡猾, 从精英南部新区开始, 就与朱民生穿起了连当裤子, 总是拿着上级的文件当令牌, 占着道德和制度的制高点。 尽管自己是市长, 却很难彻底否定侯卫东的做法。 黄子弟继续说, 目前只能去投标啊, 这是市委常委会上定下来的事情, 我也没法改变。 义中领在黄子弟的身上, 那是下了大价钱的, 也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但是人的贪婪没有止境, 他对四大班子办公楼的建设, 这块肥肉不肯轻易放手。 哎呀, 汉路不通走水路嘛, 侯卫东要公开招标, 公开公正公平, 那就不能一手遮天, 如果真的做到一手遮天, 那就做不到公开公正公平了嘛。 对于义中领的贪婪, 黄子弟是心有准备的, 可是他仍然禁不住斜着眼睛, 看了义中领一眼, 这个四大班子办公楼的建设呀, 太显眼了, 你何必去火中取栗呢? 还不如找几块好的位置, 又不太引人注目, 就像新月楼那样, 闷声发大财嘛。 义中领不肯放弃, 哎, 我是沙州的合法企业, 为什么就不能参加四大班子的竞争啊? 这也没有道理嘛。 黄市长, 你是一把手哎, 你要监督侯卫东啊, 不要让这个侯卫东为所欲为啊。 离开了义中领, 黄子弟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啊, 这个义中领就如一株寄生龙, 紧紧地缠住了自己, 让他感受不到做市长的快乐。 他如今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与义中领搅到了一起, 坐上车以后, 黄子弟看着刘坤的后脑勺, 心中暗想, 等我弄满了一千万, 就出国, 一走了之, 一了百了了, 再也不受这种窝囊气了。 黄子弟取下眼镜, 用绒布细细地擦着, 这两年, 一走了之的念头, 在他心中越来越强, 现在最关键的, 就是要说服他老婆。 黄子弟的夫人在沙洲过得很滋润, 一提起出国, 总是以不会说洋话为借口拒绝, 而此时黄子弟下定决心了, 一定要劝说老婆和儿子提前离开领袭, 他一个人在国内, 有什么风吹草动, 单身一个人出去, 总是方便得多。 很快, 南部新区公共交易平台, 将四大班子办公楼建设项目的信息, 在媒体上正式披露, 按照南部新区交易平台的规则, 在二十天以后, 将从专家库里抽出专家来评标, 专家库是包括领西铁州在内的相关领域的专家, 并非仅限一地。 侯卫东高度重视此次招标, 在开标之前, 将南部新区建设领域的所有干部, 带到了领西省的监狱, 请关押在里面的原干部领导们, 讲一讲自身的沉痛教训。 一中城是规划科的科长, 也在参观学习之列, 他听着光头前领导的字述, 又用眼睛看着一脸严肃的侯卫东, 心中不禁秃秃的乱条。 而坐在另一旁边的交易平台主任, 不时地用目光看着一中城。 侯卫东的思路是用制度来保证所有的工程质量, 用制度来斩断身向南部新区的黑手, 因此他首先要以身作则。 尽管高度重视招投标的第一个大项目, 却不准备参加具体的招投标活动。 在开标当天, 沙州市级媒体, 领西省级媒体, 齐聚南部新区的交易平台, 这是由侯卫东发出的邀请, 媒体们长枪短炮立于现场, 连来自领西的专家也感到了诧异。 开标的时候, 侯卫东没有留在南部新区的办公室, 甚至没有留在市政府的办公室, 他带着燕春平一行人, 前往沙州通用机械厂调研。 沙州通用机械厂厂长朱延冰, 听说侯卫东要来调研, 大喜过望, 带着全厂领导班子聚于厂门口迎接。 朱延冰所在工厂, 原来是沙州通用机械厂, 后来生产沙州牌农用车。 当时领西以及周边的市场, 大部分的农用车都是三个轮子, 朱延冰特意引进了四个轮子的农用车, 起点还是不错的。 这几年下来, 农用车产量排在了全国八十多名, 也就是半死不活地拖着。 这一次, 沙州通用机械厂被列为改革企业的行列, 对于这个厂和朱延冰来说, 这是一次盼望了多年的机会。 走进办公室, 侯卫东对厂领导班子们说, 我对沙州通用机械厂是有感情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的岳父岳母啊, 就在这个厂里工作了一辈子了。 张远征当年在辅助车间, 后来下岗了, 当侯卫东成了周昌泉的秘书以后, 朱延冰就把张远征反聘回厂。 凭借着这条路子, 朱延冰与侯卫东越走越近。 此时, 听到侯卫东主动提起了这条关系, 几个厂领导还都松了一口气, 无不佩服朱延冰厂长的目光长远。 朱延冰清了一下喉咙, 开始向侯市长做汇报了。 侯市长, 这几年我们沙洲农用车坐下来啊, 企业的年利润已经过了百万, 在业内也算是站住脚了吧。 但是国内市场竞争很激烈, 如果我们不能做大做强, 最终是一条死路啊。 同用机械厂要想活下去, 就得找靠山, 要找国内知名的汽车厂家搞连营啊。 朱延冰一口普通话, 说起来一扬顿挫的, 比音调偏高的沙洲话顺耳得多。 侯卫东插话说道, 这个思路我是支持的, 只不过哪个汽车厂愿意同沙洲农用车厂联营呢? 这才是个关键啊, 打个比方吧, 咱们沙洲农用汽车厂, 就是一阳清临镇的傻小子, 而国内著名的汽车厂呢, 都是附加千金啊。 人家附加千金凭什么嫁给傻小子呢? 你这个傻小子总得有点优点吧? 朱厂长, 你就说说你这个傻小子的优点是什么呀? 这句话稍稍有些幽默, 引得厂领导们全都笑了起来。 朱延冰一时也想不出沙洲农用车厂的优势在哪里。 侯卫东为了进行国有企业的改制, 做过大量的调研工作, 也不算外行了。 他继续说道, 通过这几年的实践啊, 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 没有资本的联合和流动, 谁也管不了谁啊, 谁也就制约不了谁, 说白了, 就是共同做这块业务。 现在流行一句话呀, 叫做十个联营九个空, 还有一个不成功啊。 朱延冰听侯卫东说话并不外行, 颇为惊喜。 我向侯市长报告, 目前工作的进展是, 呃, 现在沙州农用车厂 已经与领西汽车厂 有着联营的异象。 嗯, 这算是个好消息啊。 正说到这儿, 侯卫东接到了副主任朱仁义 打来的电话, 朱仁义告诉侯卫东, 已经开标了, 目前是不高的远景开发公司, 得分第一。 侯卫东平淡地吩咐着, 按程序进行公示。 不是一中领中标, 侯卫东心里就长长地 输了一口气。 游戏规则是他制定的, 他打定主意, 不过问具体的事物。 换个说法, 就算是真正一中领中标了, 他也会承认这个结果的。 承认结果, 就是承认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啊。 在侯卫东接话的时候, 朱颜冰等人都看着他, 没有人说话。 侯卫东打完电话, 把电话放在桌子上。 朱厂长, 领西汽车厂的意向如何啊? 朱颜冰只有苦笑了。 我们为了联营啊, 找过一汽, 人家一汽根本就没意向, 后来我们又找过二汽, 二汽和一汽的态度差不多。 侯卫东笑了, 当然了, 一汽二汽那是咱们国家汽车工业的龙头老大呀, 人家都盯准了世界一流的车商啊, 如果换作是我啊, 我也不会跟沙州农用车厂啰嗦的。 朱颜冰跟着笑了几声, 后来呢, 我们就跟领西汽车厂进行了联系, 他们倒是有兴趣, 领西汽车厂呢, 是咱们国家二流的汽车厂, 拼不过大佬们, 就想扩展农村市场, 对我们的合作意图啊, 还有些兴趣。 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合作。 朱颜冰说到这儿, 欲言又止。 侯伟东说道, 我看你们是有所准备的嘛, 到底有什么想法, 痛痛快快的说嘛。 朱颜冰给张远征, 陈庆荣送过钱, 心里有底气, 此时见到侯伟东的目光里, 又透着一丝亲切, 更为放心了。 侯市长啊, 以沙州农用车厂的现状, 不走连营的道路, 那就是死路一条啊。 我认为以前铁州与领车的联营之所以失败, 那是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楚啊。 刚才您已经一针见血的说啊, 没有资本的联合和流动, 谁也管不了谁, 谁也就制约不了谁嘛。 那么以沙州农用车厂的现状, 凭什么要跟领车联营呢? 在涉及了核心问题的时候, 那就来不得半点虚假了。 侯伟东没有放过这个问题。 对于朱颜冰来说, 要说出今天的话, 那确实是需要勇气的。 他再次用慎重的目光, 看了看自己的几个助手, 这才下定了决心。 侯市长, 经过我们班子全体的反复研究, 从企业前途考虑, 采取资产重组的方式, 企业全部资产并入领兮汽车厂。 这既是我们与领兮汽车厂合并的诚意, 也是我们把企业做大的决心呢。 对于沙州农用车来说, 不管是国资还是私营, 都无法改变目前的弱小格局, 只有与大厂联合才能活下来。 你说的全部并入, 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我们成为领兮汽车厂的一部分。 那就是说领兮汽车厂白减一个还算是有利润的企业? 对, 在税收上, 市政府可以提条件吗? 朱颜兵已经算计清楚了, 此时侯卫东问一句, 他就毫不犹豫地答一句。 侯卫东没有马上答复, 通过岳父母的这个渠道, 他对沙州农用车厂还算是比较了解, 也对朱颜兵有着较好的印象。 只是今天的提议, 确实超出了侯卫东的预想。 在侯卫东的引荐下, 朱颜兵终于直接见到了省长周昌泉, 并且向省长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思路。 演播王明军, 责任编辑徐北威, 录音师贺希平感谢您的收听。 当侯卫东成了周昌泉秘书以后, 沙州农用机械厂厂厂长朱颜兵, 便将已经下岗的侯卫东的岳父张远征返聘回厂。 借着这条路子, 朱颜兵与侯卫东越走越近。 通过岳父母这个渠道, 侯卫东对沙州农用车厂还是比较了解的, 也对厂长朱颜兵有着较好的印象, 只是今天朱颜兵的提议确实超出了自己的预想。 侯卫东说, 你们既然提出了这个方案, 就应该做过认真的研究。 我没有看到完整的方案, 无法当场答复你们。 我只讲两点啊, 一是对你们这种勇于探索, 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 给予表扬。 第二呢, 是你们的方案拿出来以后, 如果有操作性, 我会提交到市政府常务会的。 搞完调研, 侯卫东婉拒了朱颜兵吃饭的邀请, 回到了市政府。 当燕春平下车的时候, 恰好见到了黄子弟的小车进入了院子。 侯卫东不愿意在此时与黄子弟碰面, 也就没有下车, 有意地拿出了手机, 假装看起里面的信息来。 燕春平站在车门口等着侯卫东。 他当上秘书以来, 进步很快, 父亲燕道里传给他的基因渐渐起了作用。 他的脑袋里也开始装着各种各样的念头, 虽然还欠一些历练, 却对侯卫东隐晦的心思有了几分了解。 他站在车前, 正好看到刘坤在走进大门的时候, 朝这边回望了几眼。 燕春平带着微笑, 与刘坤远远地对视着, 直到黄子弟和刘坤的身影进入大楼之中。 秘书也是分等级的, 刘坤是政府办的副主任, 是黄子弟的秘书, 所以他是一等一的大秘书。 燕春平没有在政府办任职, 但是侯卫东却是最年轻的, 在沙州市政府办的成员中也最能折腾, 其前途不可限量, 而且有杜坪的先例, 所以大家也都把燕春平当成了潜力骨。 侯卫东估计黄子弟已经上了楼, 这才从车里出来。 正在上楼, 见到政协主席布海云, 政协有单独的办公室, 除了开会或者是吃饭, 侯卫东很少在办公场所见到布海云。 两个人握手以后, 布海云不胜唏嘘地说道, 时间过得真快啊, 我最先认识小家的时候, 你们还没有结婚, 卫东啊, 还在一阳工作, 如今一晃就是十年了, 卫东不错。 最后一句魏东不错来得很突然, 却是意味深长。 到了政府领导的办公室, 侯卫东目光示意着布海云, 布海云, 到办公室去坐一坐。 布海云摆了摆手, 我有事情找子弟市长, 等会过来。 在周昌泉时代, 黄子弟是市委常委秘书长, 布海云从建委主任, 一直当到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他们两个人与红昂一起, 算得上是周昌泉在常委会里的铁杆了。 此时周昌泉离开了沙州, 这三个曾经是一个战壕的同事, 很快就走进了各自的战壕。 在办公室看了一会儿文件, 布海云出现在了门口, 侯卫东不敢怠慢, 他起来赶紧把布海云 迎到了屋角的沙发, 不舒服啊, 你可是第一次到我的办公室啊, 对年轻人关心不够啊。 布海云仰头豪爽的大笑, 哎呀, 按照沙州的话来说呀, 我来是关心, 不来是放心嘛。 两个人寒暄了几句, 布海云说道, 卫东啊, 你不愧是昌泉书记的一博弟子啊, 你在南部新区搞的交易平台, 是一个值得在全市甚至是全省推广的好做法呀, 政协这边啊, 准备组织委员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准备把这个事情, 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来分析, 在适当的时候啊, 报到省委和省政协去。 侯卫东连忙说道, 哎呀, 实在是不敢当啊, 南部新区交易平台刚刚起步, 还正在探索阶段, 很不成熟啊。 侯卫东一边谦虚着, 脑子里迅速地想着, 布高的远景公司, 如今已经搬到了领西市, 这是以退为进又可退可进的做法, 只是处于布海云的角度, 他始终摆脱不了以权谋私的嫌疑, 而且布高的实力很强, 已经度过了草莽期, 当然希望交易平台越正规越好, 这大概是他赞成搞交易平台的原因之一吧。 布海云的脸上有一丝忧色, 南部新区交易平台的第一阶段, 被布高夺得了, 这个事情我没有跟任何人打过招呼啊, 唯东你最清楚啊, 可还是有人, 把我和你一起举报到中央, 举报到省里去了, 说我们勾结起来操纵了交易平台, 哎呀, 这才是天大的冤枉啊。 布海云和侯卫东的关系不错, 这在沙州官场不是个秘密, 有这种说法倒也很正常。 这十年来, 侯卫东一路走过, 也算经历了风风雨雨, 听到布海云的说法也不吃惊, 哎, 我这个南部新区筹备组组长啊, 只管筹备, 最多管管宏观, 把制度和框架制定出来, 把握好大方向, 具体的细节我绝不参加的, 这次布高中标啊, 完全是人家的本事嘛, 也符合游戏规则, 与我何干呢? 与布主席更没有关系了, 哎, 这事啊, 那就是一坨烂泥掉进了裤裆, 这不是实也是实了, 吴东啊, 我到了这把年纪, 这政协主席的位置好多人盯着, 哎呀, 我也不想干了, 布海云这句话, 倒有了八成的真实的意味, 侯伟东抬头看着布海云头上的花白头发, 只是摇了摇头, 没有对此事做出评价, 两个人聊了一会儿, 布海云告辞了, 侯伟东把布海云送到门口, 布海云紧握着侯伟东的手, 伟东啊, 你要防小人啊,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侯伟东紧紧地握了握布海云的手, 神正不怕影子邪吗, 笑骂游人, 我只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谢谢了, 布主席, 其实这也是侯伟东的心理话, 侯伟东坐回到办公桌, 就把布海云潭的事情搁到了一边, 拿起了沙州农用车厂的调研笔记, 一分钱不要, 白送一个企业, 这种事情早就有人做过, 也就不存在理论的问题, 如今的关键是侯伟东是副市长, 他无法对重大决策拍板, 要实现自己的目的, 就得多费脑筋, 多走弯路, 更为关键的是, 如果一把手坚决反对, 那作为副手, 纵有孙悟空的本领, 那也只能是望洋形叹了, 侯伟东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儿, 脑子不由得从沙州农用车厂, 转移到了市捐防厂, 黄子弟不同意将捐防厂纳入第一批改制范围, 他纵然搞再多的调研, 有再好的方案, 也是无能为力的, 侯伟东知道, 捐防厂是个火山口, 随时是有可能爆发的, 如果真的出了事, 作为分管副市长, 他难辞其咎, 他想了一会儿, 就给新访办打了个电话, 我是侯伟东啊, 请任林渡接电话, 很快就传来了任林渡气喘吁吁的声音, 侯市长啊, 我是任林渡, 你有什么指示啊, 林渡啊, 你上次给了我关于捐防厂的一个上访件, 我看了一遍啊, 觉得内容有点乱, 你能不能帮着整理一下, 形成一个报告啊, 侯伟东说到这里, 又觉得口气有些声音, 又补了一句, 林渡啊, 辛苦你啊, 任林渡对此早有准备, 侯市长, 您别客气, 我专门把捐防厂的信访件归入卷宗, 相应的报告也基本完成, 马上给您送过来, 一声侯市长, 似乎将两个人的距离, 一下子拉得很远了, 侯伟东猛然之间有一些失神, 他心里明白, 他和任林渡, 再也回不到当年, 一同酒醉的时光啊, 看罢信访办送来的卷宗, 侯伟东沉思了良久, 他接任副市长的时候, 沙州市国署企业, 已经面临了不少矛盾, 最为突出的就是捐防厂, 捐防厂是典型的世俗企业, 建厂时间长, 工人众多, 徘徊在亏损的边缘, 捐防厂和那些完全资不抵债的企业不同, 完全资不抵债, 倒可以下定决心进行官庭并转了, 可捐防厂呢, 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如果贸然形势捅了马蜂窝, 谁动手, 谁就要承担主要责任的, 此时的市政府常务会议, 没有把捐防厂纳入第一批改革的企业, 侯伟东完全可以将捐防厂暂时放在一边, 可是这段时间, 捐防厂的效益直线下滑, 关于捐防厂领导, 与易中领合伙精通国家资产的告状信, 也越来越多, 如今, 这个捐防厂, 确实像一个火药桶了, 下午, 侯伟东把捐防厂党委书记蒋锡东叫到了办公室, 侯伟东还是按照老习惯, 首先扔了一支烟给蒋锡东, 这段时间, 厂里的生产经营情况怎么样? 蒋锡东一脸黑气, 走进办公室也没有笑意, 闷着头部说话, 抽了两口, 他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道, 侯市长, 这样搞下去, 捐防厂迟早要败家呀,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要将一个大厂的命运, 交给一个根本没有从事过纺织行业销售的企业? 企业一直在扩大自主经营权, 要求政府不干涉企业的经营活动, 我记得当年, 你就提过这个事啊, 蒋锡东被堵了一下, 这不是经营啊, 这是犯罪, 我作为捐防厂的党组书记, 有权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情况。 从内心的深处来讲, 侯卫东在捐防厂的问题上, 没有任何的私信, 他也就不怕蒋锡东把事情闹大,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事情闹大以后, 引起上级的重视, 也许还会更好地解决, 但是对于蒋锡东这种赌气的态度, 侯卫东还是严肃地批评的, 蒋书记啊, 作为党委书记, 你是捐防厂的领导成员之一, 难道捐防厂出现这种情况, 你就没有责任吗? 作为党员, 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情况, 是你的权利, 但是解决捐防厂的问题, 更是你义不容辞的责任。 蒋锡东今天的态度, 也是故意为之的, 他是用发泄的语句, 来观察侯卫东的态度, 之后, 蒋锡东开始正式汇报了, 侯市长, 我认为捐防厂存在着五大问题, 第一就是销售上的问题, 第二, 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两个人就这样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 在结束谈话的时候, 蒋锡东说出了心里话, 侯市长啊, 捐防厂没有纳入第一批改制, 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啊, 我认为只有改制才能救活捐防厂, 否则必然会走进死胡同, 在完全竞争领域, 国家支持国退民进, 再不改制, 捐防厂就完了。 侯卫东所掌握的材料, 是向波和义中岭狼狈为奸, 不过这个蒋锡东也不是善茬, 两害相权取其轻, 如果论选择的话, 侯卫东还是愿意让蒋锡东来收拾捐防厂的局面, 蒋锡东经营了捐防厂十几年了, 虽然不能说可以完全代表捐防厂职工, 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的中层干部, 而向波呢, 除了能够代表义中岭, 谁都代表不了。 侯卫东作为一个理智的官员, 他心目中的第一个词汇就是稳定, 第二个词汇是发展。 稳定与发展密不可分, 把握分寸和尺度, 那就要看领导者掌控全局的能力了。 侯卫东把蒋锡东送到了门口, 一边握手一边说, 蒋书记啊, 作为党委书记, 你对捐防厂有着义不容辞的职责啊, 出了事情, 向波要负责任, 你同样也要负责任呢? 侯市长, 今天谈的这个事情啊, 我更多的是出于对捐防厂的爱护, 很好啊, 市政府对捐防厂也给予了厚望, 希望你和向波精神团结, 把捐防厂的事情办好吗? 此时, 蒋锡东与向波的矛盾已经公开化, 除了扬摆, 蒋锡东的六员干将, 以及六员干将手下的科长组长们, 纷纷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 致使捐防厂的生产经营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向波的每一项政令, 蒋锡东都暗地里反对, 两个人的斗争已经如火如荼, 从侯卫东办公室出来, 回到厂里以后, 蒋锡东按照原定的计划, 带着四十三名干部, 以及两百多名普通的群众签名, 直奔领西省。 在省委办公厅, 蒋锡东黑脸通红, 赵部长啊, 我知道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找你啊, 有违组织纪律, 也让你为难, 可是这事关我们捐防厂六千员工的生死存亡啊, 请您无论如何, 转交给前书记, 赵东在沙州当市委组织部长的时候, 与蒋锡东的关系挺不错的, 当赵东灰溜溜地离开沙州, 蒋锡东一直跟随其左右, 在随后的时间里, 两个人一直都有交往, 赵东出任钱国亮的秘书, 半军如半虎, 半着封江大吏, 也如同半郎啊, 为了彻底稳固自己的地位, 他必须按照钱国亮的要求, 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尽管他懂蒋锡东私交很好, 却不能坏了钱国亮的规矩, 他沉默了一会儿, 哎呀, 前书记最讲规则, 这事啊, 还是要通过沙州市委市政府, 向省力反应啊, 哎呀, 赵部长, 那就先不管什么渠道, 你先过目嘛, 蒋锡东取出了厚厚的一封信, 郑重地用双手递交给了赵东, 这是一封平淡无奇的信, 可后面两百四十三个签名, 却是红彤彤的一片, 都是写字, 看了写字, 赵东的脸色变了, 他在沙州任市委组织部长的时候, 敢为农民负担重名不平, 身上是有着一丝古代的狭义之情的, 但是前一次的经历让他刻骨铭心, 如今的位置让他更是小心翼翼, 看了三遍写书, 赵东依然没有改口, 这个事情最终还是要给沙州啊, 沙州的几位领导同志什么态度啊, 蒋西东摇了摇牙, 直接在赵东面前刺刀剑了红, 赵部长, 我跟您说实话, 市委朱书记对企业工作不熟悉, 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 市长黄子迪呢心术不正, 他把相波弄上来当厂长, 又让义中岭暗地与相波捆绑销售, 封管的副市长侯卫东倒是个内行, 也肯做事, 可是他说话不算数啊, 赵东对于朱民生没有好印象, 反倒是对市长黄子迪的印象挺好, 他没有在蒋西东的面前表露出任何感情, 哎呀老蒋啊, 不要这么说领导嘛, 哪怕私下说也不合适, 捐防场的事情, 最终还是要依靠沙州市委市政府, 这一点你一定得明白嘛, 蒋西东说道, 省里面应该出面了, 我的赵部长毕竟涉及六千人, 如果真的闹起来, 那就是个天大的事啊, 赵东沉吟着, 要想, 这个事交到我的手里, 真的是不妥当, 如果有另外的渠道, 我就好办了嘛, 这句话是提示, 也大有深意, 他就看蒋西东能不能领悟了, 蒋西东离开以后, 赵东的心情不太好, 他觉得欠了事捐防场一笔账, 可是在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吗, 屁股决定着脑袋, 在他这个岗位上, 只能如此处理, 蒋西东离开了省委, 脸色阴沉, 比煤炭还黑, 他坐在小车上, 温头吸烟, 一脸吸了两只, 他细细地回想着赵东最后的那句话, 猛然之间, 他想起了赵东说过的另外的渠道, 他拿出了手机, 咬着牙给杨白打了电话, 我今天与赵东见了面, 如今要多管齐下, 有理有节, 弄出点声势, 这样, 你以厂党委的名义, 给省委写封信, 给省委组织部, 省纪委, 省政府都写信, 给省级的相关部门, 也写一封, 挂断电话, 蒋西东拿着信, 转身直奔岭西机场, 在蒋西东离开省委, 给杨白打电话的时候, 侯卫东带着朱延冰厂长, 来到了省政府, 在楚修红的办公室, 等了大约半个小时, 周昌全回到办公室, 侯卫东赶紧和朱延冰迎了上去, 稍作寒暄, 周昌全戴上了眼镜, 坐在沙发上, 你们两个先等一等, 我看一份材料, 朱延冰把腰板挺直, 一动不动, 侯卫东观察着看报告的周昌全, 周昌全已经五十来岁了, 岁月在他的脸上, 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最明显的是头发已经斑白一片, 额头上留着深深的穿紫纹, 他专心致志地看着报告, 不时地还皱一皱眉毛, 探完报告, 周昌全取下了眼镜, 揉了揉太阳穴, 嗯, 思路还是可以的, 侯卫东做的笔直, 沙农如果不尽快找到婆家, 只怕再打几个大浪啊, 就该散架了, 周昌全又询问了朱延冰一些具体的问题, 朱延冰对这位曾经在沙周一言九鼎的市委书记, 很是敬畏啊, 平时说普通话, 自证腔圆的, 可是今天有点结结巴巴, 周昌全在沙周执政时间很长, 对沙农场的情况了然于胸, 我没有反对意见, 有三点你们要注意, 第一, 国有资产不能流逝, 沙农和领车都是领袭的企业, 合并起来手续不是太复杂, 第二, 税收要留在沙周, 第三, 工人的情绪要安抚好, 朱延冰是一门心思, 想合并到领西汽车厂的, 事情眼看着就要成功, 此时他的心里, 却涌起了难言的滋味, 无意之中, 侯伟东知道了黄紫帝的一个秘密, 尽管这并非是什么了不得的证据, 却预示了一种可能, 算是一夜之秋了, 在侯伟东的引荐下, 朱延冰终于直接见到了省长周昌全, 并且向省长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思路, 朱延冰是一门心思合并到领西汽车厂的, 眼看着事情就要成功了, 此时他的心里, 却涌起了难言的滋味, 正在愣神之际, 周昌全说道, 周昌全啊, 你到赵秘书的办公室等一会儿, 朱延冰赶紧提着包, 弯腰向周昌全微微拘了个躬, 恭敬地离开了办公室, 关了门, 周昌全打亮了侯伟东一眼, 停顿了几秒才说, 布高在沙州做生意, 他的老子在当政协主席, 这个事情反应很大呀, 我听说四大班子的办公楼是布高的公司中的标, 你给我说实话, 这中间有没有猫腻啊? 当布高中标的时候, 侯卫东就料到了周昌全会有如此疑问, 他挺直的胸膛, 老领导, 从我个人的想法来看, 我不愿意兼任什么南部新区筹备做组长, 可是市委常委会定下来以后, 我只能服从啊, 但是我是只管宏观不管具体的, 只管规定规则, 不管具体的操作, 南部新区交易平台的规则是我确定的, 但是具体的招投标, 我绝不过问的, 我听说南部新区水泼不进, 挣扎不入, 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啊? 卫东啊, 你有锐气, 肯做事, 有主张, 这都是好事啊, 可子弟呢, 毕竟是市长, 他这个人虽然有些年糊, 大姐还是不错的, 你和他呢, 也算是老同事了, 应该与他合作得很好嘛, 南部新区的事情是不能绕开市政府的, 否则, 你要犯错误啊, 周昌全对秘书长黄子弟, 或者对副书记黄子弟, 是有着较深的认识的, 可是对市长黄子弟则了解不够, 并且他一直认为, 侯卫东锋芒毕露, 前几天听到黄子弟的诉苦以后, 他批评了黄子弟, 现在又来劝导侯卫东, 各打五十大板, 侯卫东明白周昌全的意思, 暗自苦笑, 老领导, 您放心吧, 我一定执行您的指示, 有则改职, 无则加冕, 这是周昌全经常说的话, 因此侯卫东没有为自己辩护, 在周昌全的观念没有转变过来的时候, 辩解往往就意味着, 不接受老领导的意见, 回到沙周后不久, 沙农场的具体改制方案, 提交到了市委常委会, 对于农用车厂的改制, 常委们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一个效益越来越糟糕的农用车厂, 在全国汽车行业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之下, 如果没有外力改造, 那谁也没有能力让他起死回生, 侯卫东提出方案以后, 大家都谈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纪道林此时, 手里已经收到了好几封, 关于侯卫东借企业改制之机, 收受贿赂的信件, 作为市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借着开会之际, 有一项列席会议的侯卫东提一个信, 纪道林说道, 小平同志说过, 我们现在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 只要一心未攻, 就算是犯了错, 也能够理解, 毕竟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嘛, 我们应该允许犯错我, 但是绝对不能让任何干部借着改制之名, 惊吞国家资产, 作为这一点, 封管的副市长魏东同志, 要严格把握呀, 侯卫东是何等机敏之人, 闻贤歌而知雅意, 他是列席常务会, 并不发言, 心中暗响, 听纪书记的口气, 难道他听到什么说法? 转念又想, 我推进改革, 纯粹是职责所在, 又没有从里面捞一分钱, 他根本没有想从企业改制中捞钱, 所以心底无私天地宽, 并没有太在意, 散会以后, 朱延冰厂长已经等在了燕春平的办公室, 见到侯卫东连忙迎了出来, 侯市长, 方案通过了吗? 侯卫东平淡地说道, 原则上通过了, 朱延冰下意识地弯了一下腰, 侯市长, 那几时再到领西汽车厂啊? 侯卫东看了看表, 这个事情要快啊, 这样, 我跟省纪委的卢主任联系, 如果他有时间, 我们马上就出发, 侯卫东与卢主任很快就取得了联系, 卢主任又与领西汽车厂通了电话, 约定在省政府会议室座谈, 车行置在高速路上, 朱延冰盘算着, 看来我给张远征的送礼起了效果呀, 否则侯卫东不会这么尽心尽力吧, 说不定常委会通过以后, 还得等上个十天半个月, 这事办成以后, 还要给张远忠再送点钱。 当了十多年的厂长, 送钱办事, 已经成了他脑子中的固有模式了, 有的时候没有送钱把事情办成了, 他反而会忐忑不安, 把钱送出去, 把事情办成了, 他才会觉得特别的踏实。 朱延冰认识的政府官员不少, 从没有人听说过, 侯卫东在金钱方面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他怕直接给侯卫东送钱会起到返效果, 因此就借着陈庆荣和张远征的道路, 走了一条曲线, 此时他为自己的聪明有些小得意。 在省政府会议室, 侯卫东与岭西汽车厂的人第一次见了面, 双方开出的条件都经过反复考虑, 相差不太远, 尽管第一次见面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互相的感觉还行。 中午大家一起用完餐, 便纷纷告辞了。 朱延冰似乎面有忧色, 将侯卫东送到车门的时候问道, 侯市长啊, 我看这岭西汽车厂的几个老总说话还有一些含糊啊。 朱厂长, 闲货才是买货人吗? 领车几位老总问了南部新区好些问题啊, 这说明他们已经经过了暗中调查。 朱厂长, 你是关心则乱啊? 哎呀呀呀呀呀, 你看看我, 侯市长, 你是一语惊情梦中人啊, 是我急躁了, 哎呀, 这是双赢的事情, 在没有正式签协议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啊, 你继续跟进, 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 侯卫东对于肯做事情的人一向甚为宽厚, 他一直喜欢易阳县清临镇洪霸村的宴道理, 就是因为宴道理虽然小气而且难缠, 但是最大的优点是肯为村民做事了, 能做实事那就算是好干部了。 小车行至到岭西街道上, 经过了李京所住的小区, 侯卫东的脑海中不由得闪出了李京的形象。 这些年来, 李京已经远离了他的生活, 李京的独立, 从容和潇洒给侯卫东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此时李京坐在花园里正在晒太阳, 阳光照在他的身上, 让他披上了一层金黄色的青纱, 轻柔的月升穿过窗户在花园中飞跃着。 如此安宁而又幸福的生活, 让他深深地沉醉。 当年刚出社会的时候, 他经历了太多的阴暗面, 对男人也留下了阴影。 正是由于有这一段特殊的经历, 尽管现在的生活仍然残缺, 可是他很满意了, 实全实美的生活只能是一个传说, 生活中有着各种不如意, 也许这才是真实的生活。 李京的心中忽然出现了侯卫东的影子, 他拿起手机打了过去, 你还好吗? 侯卫东刚刚想起李京, 这下就接到了他的电话, 这让侯卫东觉得很神奇, 哎呀,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我刚刚坐车, 经过你在灵溪的家门口, 就接到了你的电话呀。 什么叫无巧不成书啊? 这是心有灵溪一点通, 侯卫东没有过多的纠结在感情问题上, 哎呀, 现在难得通个电话, 有什么事吗? 没事, 金工集团啊, 刚刚在冒云的大山里买了煤矿, 我想起你在清理基金会时候的建议, 所以打个电话, 你现在买也不晚啊, 那是98年吧, 那个时候买啊, 我没有接受, 时间证明你是对的, 我要是早几年买, 会节约两千多万呢。 说到这儿, 李京突然想起了一个事情, 哎, 前天我在香港机场, 看到了黄子弟的夫人和女儿啊, 香港是购物天堂嘛, 现在沙州的很多人啊, 都到那儿去旅游购物啊, 我没有跟他们打招呼, 看他们的样子不像是购物的, 好像是转机到国外去的, 那估计是旅游吧。 两个人又聊了近一个小时, 这才挂了线。 作为副厅级的干部, 在得到地位和权力的同时, 必须舍弃很多, 比如欲望, 比如自由。 如果不能舍去, 或者说贪欲更多, 往往就意味着违法, 甚至是犯罪啊。 李京签到香港以后, 侯卫东对于此事的担心, 自然也就消解了, 远远地打一打电话, 心情倒很放松。 上了高速路, 燕春平通过镜子, 悄悄地观察着侯卫东的脸色, 问道, 侯师长, 听听音乐? 燕春平随手就拿起了四兄弟的光碟, 音乐响起了, 车内充满了雌性的英语歌声, 旋律动人。 快到沙州的时候, 侯卫东忽然想起了李京在电话里说的事, 黄子弟的爱人和女儿要出国? 是旅游还是移民呢? 现在都流行裸官啊, 也就是领导的家人全部移居海外, 只留下领导本人在国内工作, 难道, 黄子弟也要裸官?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意味着什么? 侯卫东的鼻子如猎犬一般, 敏感地意识到了什么问题。 回到沙州, 侯卫东直奔新月楼。 到了晚餐时间, 侯卫东和小家来到了大哥大嫂家里, 大嫂蒋校在出入境管理处工作, 恰好方便查询此事。 吃完晚饭, 小家和蒋校在客厅里逗孩子, 侯卫东则把大哥叫到了卧室, 大哥, 有件事情你悄悄地帮我查一查, 千万不要声张啊。 大哥侯卫国此时已经担任了 刑警支队支队长的职务, 天天泡在案子上, 眼睛里总是挂着血丝, 你说, 我想知道一下, 黄子弟的老婆和女儿是否移民了? 听说是调查沙州的现任市长, 侯卫国的眼神一下地变得凌厉起来。 老三, 你办事要慎重啊, 黄子弟可是现任市长, 他的事情怎么能乱查, 会查出乱子的。 所以嘛, 所以请你来办嘛, 顺便看一眼, 了解一下情况。 其实大哥侯卫国对自己的这个弟弟向来很佩服, 他也知道弟弟胆子大, 他瞪着眼睛看着侯卫东, 两兄弟对视了一会儿, 侯卫国点了点头, 小三啊, 这个事情可以查出来, 不过大哥要告诫你一句, 千万不要做搬起石头, 砸自己脚的傻事啊。 侯卫国是沙州公安局的骨干, 夫人蒋校又在出入境管理处工作, 他们想悄悄地查一个人, 还真不是什么难事。 很快, 相关的情况就传给了侯卫东, 看罢基本情况, 侯卫东得出了一个结论, 黄子弟在曲线移民。 黄子弟夫人和女儿在两年前就把户口由沙州办到了领西, 在今年七月正式移民到了加拿大, 他们是从领西办的移民, 黄子弟在沙州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可在领西却只是一个普通人, 移民办理得不声不响。 为什么要移民? 为什么要从领西移民? 如果这样, 黄子弟那就是一个典型的裸官呢。 侯卫东与黄子弟最初的关系, 其实十分友善, 两个人最初的矛盾来自于城津公路的建设, 当时黄子弟已经是手握实权的市委副书记了, 原本以为凭着他与侯卫东的关系, 给易中灵打个招呼是小事一桩, 可他没有料到被侯卫东拒绝了, 隔阂产生以后, 两个人渐行渐远了。 这几年, 侯卫东如根深的黄角树, 一边顽强地向下扎根, 一边展开树叶, 神奇地成了沙州市的副市长。 在新一届政府班子中, 两个人有着诸多的不和。 侯卫东兼任南部新区筹备组组组长以后, 制定了不少的规矩, 这让黄子弟对他深恶痛绝, 两个人的矛盾越来越深, 爆发恐怕是迟早的事情。 此时侯卫东得知了黄子弟的隐秘, 尽管这并非是什么了不得的证据, 可是却预示着一种可能, 算得上是一夜之秋了。 11月中旬, 黄子弟出差回来, 市政府这边积累了一大堆事情, 很快他就召开了市政府第46次常务会议。 在会上, 侯卫东通报了沙州农用车厂的联营之事, 黄子弟看完手里的材料, 扶了扶金边眼镜, 提高了声音, 沙州农用车厂真的是无药可治, 非得要送人吗? 1700万的国有资产轻易送给了别人, 这个决心我下起来很难啊, 而且国资流失要是追查起来, 谁来负责任呢? 经过几轮谈判, 领西汽车厂与沙州农用车厂基本达成了协议, 为了促成此事, 侯卫东与朱延宾三上领西, 这才有了提交到市政府常务会议上的初步协议。 此时黄子弟突然变了调子, 侯卫东只好耐心地解释, 沙州农用车厂没有市场, 垮掉是迟早的事情, 于领西汽车厂联营以后, 税收还留在当地, 这是快刀斩乱麻的做法吗? 我们将沙农厂送出去, 也就送出了上千万的国有资产啊, 如果最后效益差了, 让沙州市政府如何收场啊? 最后恐怕还得是市政府来托底吧? 黄子弟一番话说得入情入理, 几位副市长便把目光都集中在了侯卫东的脸上。 当黄子弟说话的时候, 侯卫东的脑子中不由地想起了 黄夫人与女儿移民海外的事情, 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还是确实存在了什么问题? 侯卫东迅速地把连营的理由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他觉得从思路到具体方案没有什么问题, 于是说道, 当初选择连营的主要原因呢, 是沙州农用车厂, 依靠自己的力量, 已经无法在市场上立足了, 不搞连营, 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将来, 破产是他唯一的出路。 杨森林此时是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 他坐在黄子弟的身边, 对于送掉一个一千七百万的国油厂, 同样心存顾忌, 可是侯卫东的话又有道理, 他正在反复地斟酌, 黄子弟扭头看了看他, 杨市长, 你有什么看法? 杨森林尽量客观地说, 我也觉得很矛盾啊, 黄市长的担忧是对企业的高度负责, 魏东市长的想法呢, 也有道理, 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关键要看一看, 领袭汽车厂的能力啊。 对于这个滑头的说法, 黄子弟不太满意, 有才, 你的意见呢? 马有才副市长, 被黄子弟点名以后, 说道, 这个事情, 我记得常委会已经通过了吧? 不是通过, 是原则上同意了联营的思路, 现在具体方案出来, 已经进入了操作阶段, 我们必须审慎, 决策失误, 那将是历史的罪人啊。 散了会, 朱延冰眼巴巴地等在了侯卫东的办公室, 见侯卫东进来, 急切地问道, 侯市长, 方案确定了没有? 暂时还没有定下来, 要上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 侯卫东严格遵守着纪律, 没有将市政府常务会上的争论, 透露给朱延冰。 朱延冰站在桌子前面, 高大的身材稍微显得有一些勾楼, 这大约什么时候开常委会啊? 这个我可顶不下来, 按照常委会议事规则, 核实召开常委会, 是由朱书记确定的, 我们两个人即也没有用啊。 满怀着希望而来, 却带着深深的失望而回, 朱延冰自知是改变不了什么的, 探着气,坐车回厂了。 他是国油厂的厂长, 而国油厂属于国家, 作为厂长, 对于重要事项是无能为力的。 到了厂里, 他对厂办秘书吩咐道, 把张远征叫到厂里来, 中午准备点酒, 安排两百元的生活标准, 你用我的车, 把陈庆荣也接过来。 厂办秘书当然知道, 张远征和陈庆荣身后站着什么人, 又见朱厂长脸色不好, 也就不敢多问, 连忙到车间, 去请张远征。 侯伟东回到办公室, 心情很快就平和了, 他也开始反思, 兼听则明嘛, 黄子弟工作经验丰富, 他反对的事情总是有道理的, 我也要抛开个人陈箭, 从他的角度来考虑一下问题。 侯伟东就把连营的方案取了出来, 又认真地研究了一会儿, 他意识到, 要在常委会上说服众多常委, 还得进一步增强说服力。 正在潜心研究方案的时候, 桌子上的红机电话, 猛然响了起来。 侯伟东当上了副市长以后, 处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捐房厂罢工, 此事经过长时间的拉锯, 如今, 捐房厂的改制工作终于即将正式确定了。 无意之中, 侯伟东知道了皇子低的一个秘密, 尽管这并非是什么了不得的证据, 却预示了一种可能, 算是一夜之秋了。 侯伟东正在看着连营方案, 桌子上的红机电话, 猛然响了起来。 红机电话是保密电话, 侯伟东的红机电话, 分别接过周昌权和祝颜的电话。 此时见到电话响起, 他下意识地就想到了, 不是周昌权, 就是祝颜。 侯伟东拿起话筒, 礼貌地说道, 您好, 我是侯伟东。 伟东啊, 我是赵东啊。 赵东一直是侯伟东的领导, 虽然两个人现在都是副厅级, 可是赵东的副厅级, 比侯伟东的副厅级含金量大得多, 打起电话也就很有一些自信。 侯伟东当然也知道, 赵东这位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分量, 一直在主动结交。 今天赵东主动打电话过来, 感到很意外, 哎呀, 赵主任, 你好啊, 好久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 还是这么亲切。 说话的时候, 侯伟东的脑海中不由得想起了郭兰, 一想到郭兰, 侯伟东的情绪便复杂了起来。 赵东的桌子上, 摆着蒋西东寄来的挂号信, 这封信经过了正规渠道, 来到了他的手里。 有了正规的程序, 赵东看到信件, 马上就给沙州市副市长侯卫东打了电话。 赵东含旋了几句, 便进入了主题, 卫东啊, 省委办公厅收到了一封人民来信, 反映沙州市捐防厂存在的问题, 上面是几百人的实名签字啊, 省委办公厅很重视这个事啊, 你能不能给我简单谈一谈 捐防厂的情况啊? 侯伟东吃了一惊啊, 心中暗详, 几百人的实名签字, 那信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又是谁干的呢? 此时侯伟东不方便问信件的内容, 他稍作斟酌, 就实事求是的, 汇报了沙州捐防厂的现状, 侯伟东一直关注着沙州捐防厂, 对厂里的实际情况很熟悉, 对赵东的提问对答如流。 赵东这个电话是有备而来的, 他没有想到, 侯伟东记数据竟然如此厉害, 几乎所有的数据都能够脱口而出, 他赞叹道, 这些数据你能脱口而出, 说明卫东是下了正功夫的, 我核对了一些数据和事实, 看来检举信所说的大部分是事实啊, 省委办公厅会通知沙州市委写一个 关于捐防厂的情况说明, 在今天之内送到省委办公厅啊。 侯伟东没有询问信件的具体内容, 挂断电话, 侯伟东心想, 这事肯定是蒋熙东在操作的, 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此时的捐防厂, 向波与蒋熙东的斗争已经白热化了, 斗争的结果, 那就是效益节节下滑, 常理人心涣散, 已经到了必须要下决心解决此问题的地步了。 侯伟东默想了一会儿, 然后来到了黄子弟的办公室, 把赵东电话的内容向黄子弟做了汇报。 黄子弟明显有些吃惊, 人没来信, 什么内容啊? 赵东没有说, 我也不好问。 黄子弟眼见着侯伟东英气逼人的面容, 心里有着说不出来的愤怒。 赵东是沙州市的老领导吗? 你就不能灵活一些, 多问几句吗? 侯伟东看了黄子弟一眼, 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算了, 你赶紧让向波提供一个基本情况, 你审过以后, 拿给我看, 再让办公室给市委办送过去。 侯伟东走了之后, 黄子弟马上给义中灵打了电话, 中午你哪里都不要去, 等着我, 你把向波也叫上。 吩咐几句以后, 黄子弟狠狠地骂道, 这个混蛋。 在沙州, 黄子弟最恨的人就是义中灵了。 如果没有这个人, 他的市长生涯一定会很辉煌, 既能为沙州多做贡献, 自己的人生也会圆满。 如今有了这个人, 自己在经济上富裕了, 身体上放纵了, 可是自己却踏上了深渊的边缘, 有了沉重的思想负担。 而对于侯伟东, 他最初是埋怨, 到后来是怨恨, 现在已经是在愤怒中带着一些惧怕了。 黄子弟如困兽一般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还有三百万了, 只要凑够一千万, 我就出国, 再也不回来了。 出国是一个中远期的计划, 近期则必须要应对捐防厂有可能出现的风暴。 中午来到义中岭的别墅, 黄子弟对义中岭的第一句话就是, 如今发财的路子这么多, 你为什么要盯在捐防厂上吗? 捐防厂是火药桶, 搞不好大家一起玩玩。 义中岭倒是很有风度, 微笑着说道, 我的黄市长啊, 我投入了两百万, 有可能换回数亿的资产, 无论有什么风险, 都值得去赌一把吧。 在省纪委, 省纪委书记高祥林, 将纪委副书记廖平, 叫到了办公室。 高祥林伸手拍了拍桌子上的信件, 这厚厚的一答子啊, 都是关于沙州市的信件啊, 有的是胡言乱语, 而有的却言之凿凿, 涉及市长黄子弟, 副市长马友才, 侯卫东, 还有国土局长建委主任等等,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的茂云啊, 那个时候茂云地区的上方也很多啊, 与现在的情况很相似啊, 随后呢, 就爆出了震惊全省的茂云窝案, 前车之间啊, 廖平很熟悉高祥林的工作方式, 见此时高祥林把这个事情挑破了, 他就知道高祥林已经下定了决心了, 高叔姐, 那是不是开展对沙州的调查, 高祥林点了点头, 嗯, 时机成熟了, 由你来带队, 直接去沙州, 从小市查起, 只要突破一点, 就能出事有名啊, 黄子弟担任沙州市领导的时间很长, 他的爱人和女儿, 现在也都到了加拿大, 儿子黄强去年已经拿到了绿卡, 这种情况很不正常了, 在不少举报信中都提到了土地问题, 义中岭和黄志强从沙州拿了不少土地, 我估计这里面的猫腻不少啊, 廖平看着名单, 在被调查人的名单中, 沙州市政府领导, 就有黄子弟, 马友才和何卫东, 还有一些其他部门的领导, 还有国有企业的领导, 如果真的查实了, 那沙州将会成为另一个贸运, 高翔林摆了摆手, 涉及如此众多的厅级干部, 一定要慎重, 你刚才提到的事情只能成为思路, 不能成为证据啊, 这一点还是不同的, 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证据, 哪怕就是收受贿赂五千元, 也要固定下来才能成为证据, 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廖平接受了任务, 走出房门, 一脸严肃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想着沙州市政府领导的众多面容, 他知道这次查案, 肯定又有很多人会重见落马, 不由得叹息了一声。 在廖平带队, 暗中入住沙州的同时, 省委书记钱国亮, 关于沙州市捐访厂的批示, 已经放在了市委书记朱民生的案头, 这个批示他看了好多遍, 几年市委书记的生涯, 无数的大事小事, 急事难事, 让朱民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如今他比刚到沙州的时候, 有了更多的自信。 下午两点四十五分, 侯卫东来到了市委小会议室的门前, 秘书长肃明俊给侯卫东使了个眼色, 走出小会议室, 侯卫东心知肚明, 等了一分多钟, 也走出了会议室, 拐进了肃明俊的办公室。 肃明俊与侯卫东关系不一般, 他没说什么废话, 直接就说, 捐访厂有一封人民来信到了省委, 省委前书记做了批示, 要求沙州市委彻底解决 捐访厂存在的问题。 宋明俊担任了秘书长以后, 成了朱明生与侯卫东之间的润滑计。 朱明生与侯卫东关系的改善, 宋明俊在中间做了不少工作。 侯卫东说道, 这个捐访厂就是一个农创啊, 现在越来越糟糕, 再不做处理就会危及生命, 前书记的批示将促进问题的解决, 我觉得是好事啊。 嗯,朱书记也是这个想法, 今天这个小范围的会议啊, 就是要统一思想, 寻找最好的办法。 宋明俊点到为止, 接着就对侯卫东说, 黄市长应该来了, 不多说了, 赶紧过去吧。 走到小会议室门口, 刘坤正在与赵成一谈话, 见到侯卫东和宋明俊都闪在了一旁, 为两位领导让路。 刘坤此时已经知道了会议内容, 目光有些复杂, 等朱民生来到了会场, 他找了个借口溜了出去, 到楼下给义中龄打了电话, 义总啊, 事情不太对啊, 钱国亮有一个对捐房厂的批示件, 是, 是的, 有人给省委写了信, 看来啊, 市委这次要对捐房厂有大动作了。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 义中龄手下的销售公司也有了一定的收获, 他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他完全可以以小博大将捐房厂整个吞进肚子, 现在就进行改革, 对义中龄来说是不利的。 义中龄马上给黄子迪发了一条短信, 25%是义中龄承诺给黄子迪的股份, 折算成人民币, 那是以千万为单位的。 此时黄子迪的女儿, 儿子以及夫人都已经出国了, 他也去意已决, 黄子迪就下定决心, 要赌上一把。 黄子迪看了钱国亮关于捐房厂的批示, 顺手递给了侯卫东, 侯卫东看完批示, 又递给了列席会议的赵成义。 朱民生说道, 黄市长啊, 我们必须得回应钱书记的批示啊, 你有什么想法? 黄子迪把金丝眼镜取了下来, 这个事情不用讨论, 必须按照钱书记的批示精神, 不折不扣地执行。 以我的理解, 钱书记的批示精神可以归纳为一句话, 那就是让捐房厂扭亏为盈, 焕发活力。 黄子迪习惯性地把皮球踢到了侯卫东这边, 侯市长, 你是分管领导, 具体方案你来提。 话一出口, 黄子迪就后悔了, 如果侯卫东当场提出方案, 朱民生拍了板, 那事情就麻烦了。 他不等侯卫东开口, 马上补充, 捐房厂涉及六千人, 首先是要稳定啊, 没有稳定, 任何措施都是不能实行的, 这与前书记的精神也是相符的嘛。 稳定压倒一切, 这就是黄子迪定的调子。 朱民生还是保持着冷面部长的深情, 冷脸冷面地看着侯卫东。 侯卫东与朱民生的眼光瞬间进行了交错, 侯卫东有意地喝了一口茶。 要解决捐房厂的问题啊, 我认为小打小闹解决不了了, 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 我建议考虑改制。 黄子迪邪了侯卫东一言, 卫东副市长啊, 改制可不是包治白病的良药啊,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一改了之啊, 这样做倒是痛快啊, 难道真的就能解决问题吗? 我们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吗? 解决企业问题也应该是渐进式的吗? 黄子迪和侯卫东素来有意见, 朱民生对此时心知肚明, 作为育人之术, 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是好事。 此时参加会议的人有市委副书记宁悦, 市委秘书长苏明俊, 副市长侯卫东, 这三个人都团结在他的旗下, 而黄子迪则显得势单利固, 控制住人也就控制住了事, 这是一条很现实的道理啊。 还是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时候, 朱民生就对此深信不疑, 如今用在实践上, 果然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朱民生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我同意魏东的意见, 只有改制才能让捐方厂走出困境啊, 这个事情由市政府提出方案, 然后报市委常委会进行研究, 再上报省政府, 同时将处理结果, 报省委办公厅。 散会以后, 黄子迪无意之间抬头看天, 只见天高云淡, 白云在高空中流走, 好一副美景啊。 可是他无心看风景, 他对跟在身边的刘坤说道, 你通知相波, 到我的办公室。 回到办公室不久, 相波很快就赶来了, 脸上颇为黄疾, 黄市长, 我听说钱国亮对捐方厂做了批示, 黄子弟瞪了他一眼, 你是捐方厂的老干部了, 熟悉业务, 现在我把你推上了一把手的位置, 可你什么事情都摆不平啊, 那你当一把手有什么用啊? 相波的肉脸已经开始冒汗了, 哎呀, 蒋西东经营了十年, 所有的中层干部都是他提拔的, 我接受的时间太短啊, 还没有完全消化, 只要再给我一些时间, 我一定把厂里的生产搞上去, 没有多少时间了, 朱书记已经定了调子了, 今年必须改制。 相波好不容易才重新夺取了 捐方厂的最高领导权, 屁股没有坐稳, 就面临着改制, 黄市长啊, 不是我无能啊, 确实是时间太短, 目前改制确实不成熟, 事情已就没有办法了, 必须要改制, 你赶紧拿出一个改制的方案, 包给我。 黄子弟又安慰了一句, 你也不要像个无头苍蝇嘛, 改制也不是天要塌下来, 改制有很多种啊, 你可以好好选择嘛。 抑郁惊醒了梦中人, 相波擦了一把汗水, 黄市长, 您还有什么指示, 我赶紧回去思考方案。 侯卫东当上了副市长以后, 处理的第一件事, 就是捐房厂罢工。 此时经过长时间的拉锯站, 捐房厂的改制工作, 才正式确定了下来。 此事让侯卫东深深地感慨了一句, 想做点事情, 还真是难啊。 侯卫东的思路很快就转到了如何改制之上, 他吩咐燕春平, 请将近和捐房厂的相波, 蒋西东, 杨柏, 高小军到会议室开会。 燕春平了解捐房厂的事情, 他迟疑地说道, 侯市长, 还要请相波吗? 他来会不会坏事? 相波市厂长为什么不通知? 我们做事情要堂堂正正, 用正道去打败走歪门邪路的人, 这一点啊, 我们要向洪书记学习。 燕春平一边出去通知, 一边想, 这洪昂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 现在不还是政法委书记吗? 得知省委书记钱国亮对捐房厂的问题进行了批示, 又听了侯卫东关于纺织厂改制的几点要求, 义中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妈的, 这侯卫东活得不耐烦了, 敢挡老子的财路? 相波对义中领的说法不以为然, 他心中暗道, 若是用官军与强盗来比喻, 侯卫东是官军, 义中领你才是强盗, 官军防范强盗,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现在最应该的想法是如何躲过官军, 而不是把官军杀死, 义中领见相波在走神, 江厂长, 当年我在一阳土产公司, 来了一个胜利大逃亡, 现在就看你的掌控能力了, 相波说道, 我确实掌握不了当前的改制, 侯卫东这个家伙成立了改制小组, 我,高小军, 邱少忠, 赵大雷, 杨柏, 蒋西东都是领导小组的成员, 侯卫东再三强调, 改制工作是大事, 必须采取民主集中制, 集体讨论, 任何方案都必须是我和蒋西东一起签字才行, 相波当上了厂长, 虽然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可厂里的情况不仅没有好转, 还在逐步的恶化, 几个月的时间就如同一个世纪那么万长, 他甚至有了放弃的想法, 可是一想起预期的收益, 又只好强大精神, 继续这个苦差事, 义中灵也在权衡啊, 这如今省委书记都已经关注到捐防厂了, 这个事情难度太大了, 心里虽然犯嘀咕, 可他的嘴里却很强硬, 现在是厂长负责制, 蒋西东来签字, 这是乱来啊, 这是破坏规矩吗, 我们投入了这么多, 现在没有收益就要撤退, 乡厂长, 这损失怎么算啊? 义中灵知道要想控制住捐防厂, 原厂长蒋西东是最大的障碍, 义中灵甚至在脑海中, 闪过用汽车撞似蒋西东的念头, 可是很快他又放弃了, 以前在异阳的时候, 他敢打敢拼敢下手, 那是因为要是不拼命, 他极有可能会折在监狱里, 此时的义中灵不同了, 他已经摇缠万贯, 尽管捐防厂的资产诱人, 可是如果让他去拿命去换, 他恐怕还是要考虑值不值的问题, 如今向波有求于义中灵, 态度就很好, 从今天这个情况来看, 改制是实在必行了, 我们没有办法吞掉整条黄山, 但吃一段还是没问题的嘛, 现在利用销售公司多赚钱, 这是用厂里的骨头熬厂里的油, 如今这个形势, 精吞捐防厂难度太大, 能够吞进一部分资产, 也还是可以接受的事实, 义中灵说道, 既然这样啊, 那你要想办法, 给我的价钱, 还得向下再压几个点啊, 哎呀, 现在已经是成本价给你了, 再低, 我就没办法向高小军他们解释了, 说不过去啊, 义中灵拍了拍相波的肩膀, 老弟啊, 你傻呀, 捐防厂马上就要改制了, 赚现前是当务之急, 不管如何改制, 总是要花钱来买的哦, 向波接受了义中灵的观点, 你跟黄市长关系这么好, 在关键的改制中, 还要让黄市长多说好话呀, 我感觉侯卫东这个人太牛了, 黄市长有些控制不了他呀, 义中灵挥了挥手, 黄市长, 你我, 我们三个人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利益共享, 责任共担, 知道吗? 捐防厂的调子定下来以后, 侯卫东暂时放松了心情, 来到了沙州农用车厂, 就在侯卫东全心全意投入国有企业改革之时, 任林渡也开始忙于进行公关, 因为沙州驻京办主任出现了空缺, 他作为信访班副主任, 想争一争驻京办主任这个位置。 演播王明军, 责任编辑徐北威, 录音师贺希平, 感谢您收听。 侯卫东当上了副市长以后, 处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捐防厂罢工, 此事经过长时间的拉锯, 如今, 捐防厂的改制工作终于即将正式确定了。 捐防厂的调子定下来以后, 侯卫东暂时放松了心情, 来到了沙州农用车厂。 在检查厂里的生产情况时, 朱颜冰说的一段话, 给了他很深的印象。 朱颜冰面对着几辆灰头土脑的产品, 沙州农用车厂的前身是生产农具的, 纺织机卷阳机杀机的脱毛机, 还有捐防厂的并调机, 后来才发展到了农用车。 如果这次联营不成功, 我就考虑不做农用车了, 我还去生产打鼓机, 说到这儿, 这条高大的汉子抹了眼泪。 离开沙州农用车厂, 侯卫东说, 我们到捐防厂去看一看, 不要通知他们, 我们搞个突然袭击。 进了捐防厂, 往日整齐干净的厂房一片狼藉, 熟悉的机器轰鸣声, 也是凌乱而无力。 在厂房里走了一圈, 正在主持工作的杨柏, 得知侯卫东进了厂, 赶忙迎了过来。 侯卫东的脸色很不好看, 语气也不好听。 我看厂里的情况是王小二过年吗? 一年不如一年啊。 省委书记钱国亮的批示出来以后, 图穷必谢, 杨柏也不必再伪装了。 以前我认为蒋厂长经营上有问题, 现在我才发现, 向厂长才是真无能啊, 蒋厂长只是经营上的问题, 而向厂长呢, 还夹带着私货, 他居然将生思以成本价, 甚至是低于成本的价钱, 卖给了易中领的销售公司, 这是犯罪啊。 还有, 新进投产的生产线, 向厂长坚持要用不合格的配件, 如今整条生产线都出了问题, 这条生产线是全厂的希望啊, 就这样毁了。 说着说着, 杨柏突然垂胸顿足, 再不改制啊, 这个捐房厂就完了, 六千职工没有了工作, 那就牵扯到六千个家庭啊, 牵扯到几万人啊, 请侯市长慎重考虑。 侯伟东在杨柏的陪同之下, 在厂里转了一圈, 驱车返回了市政部, 回到办公室, 想着两个厂的事情, 侯伟东忍不住拍了桌子。 捐房厂经过换人之事, 厂里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 沙州农用车厂 与岭西汽车厂的联营 已经万事俱备, 可是黄子弟市长 却始终没有最后拍板, 侯伟东作为副职, 没有权利独自决定这样的事情。 侯伟东当贯了一把, 这一次作为副市长, 自己有思路有办法, 却很难变成具体的行动, 他再次感慨, 以后不能当副职了。 十天以后, 侯伟东忽然接到了 楚修红的电话, 楚修红说道, 侯市长啊, 周省长请你来一趟。 侯伟东敏感地意识到, 楚修红的声音 没有往常那么热情, 有事吗? 有份内餐, 周省长看了不太高兴, 他要当面问问你, 你要有所准备啊。 侯伟东不敢怠慢, 叫上了车, 在高速路上一路几尺, 很快来到了省政府。 在办公室里, 周长全低头看文件, 把他晾在了一边。 侯伟东太熟悉周长全了, 也不着急, 打了一声招呼, 就安静地坐在桌子旁。 过了一会儿, 周长全干瘦的脸, 就如同高速路两旁的 黑夜那么深沉, 没有笑意, 也没有怒意。 他推了推桌子上 专用的文件夹, 这是谁的手笔啊? 这是一份关于 沙州铁州国有企业 面临困境的内参, 作者是宜山。 内参分析了 沙州铁州 两个工业强势 面临的问题, 各自又举了两个案例, 沙州的案例 就是沙州捐防厂。 在内参上, 省长朱建国批示道, 请昌全副省长提意见, 在省政府常务会议上研究, 朱建国。 你给我说说, 这个内参是怎么回事啊? 侯伟东回答, 写得挺客观的, 基本符合当前企业的现状。 那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宜山的文章与你配合得很好啊。 侯伟东这才醒过味儿来, 宜山这篇文章的观点, 和自己多次汇报的观点是一致的。 从周昌全的角度来说, 应该是误认为是自己策划的。 宜山毕竟是大报的记者吧, 有眼光, 与我想到一块了。 周昌全把头扬了扬, 目光锐利, 这不是你的主意? 我是沙州副市长, 这点组织观念我还是有的。 你以为全领袭皆罪, 就你一个人独行吗? 你是沙州市政府的官员, 不是愤青。 反映情况有多种渠道, 将沙州的事情通过内参捅到上层, 这是最不可取的方式。 你如果是市委书记和市长, 如果你手下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副职, 你会怎么想啊? 你这个人点子多, 胆子大能办事。 在没有成为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之前, 有时候不讲规矩没有大问题, 可如今身份不同了, 你是厅级干部, 必须要记住党的组织纪律, 没有纪律, 那党组织就是一盘散沙吗? 带着约束能办成大事, 才是真正的成熟。 你要牢牢的记住啊, 你是沙州市的副市长, 是领导集体中的一员, 如此重大的决定只能是集体的生意, 而不能由你来当英雄。 侯伟东点了点头, 郑重地回答, 是, 我记住了, 记在心上了, 不过, 我与这个事情确实没有关系, 治理一个大省, 一个大地区, 依靠组织是正道, 个人英雄主义在高层决策中格外危险啊, 我看你这个人, 是有这个倾向的啊, 我要给你敲一敲警钟啊, 说到这儿, 周昌全放缓了口气, 你再谈一谈具体的事情吧, 侯伟东说到, 捐放厂就是一个不断膨胀的农创, 如果不及时解决, 那就是一个灾难。 听完了侯伟东的介绍, 周昌全说到, 前书记和朱省长都做了批事, 这对于一个市级企业来说是罕见的呀, 我恐怕最近要到沙州一趟了。 谈完了工作, 周昌全冷不定的问道, 你和黄子弟的矛盾还是不小是吗?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他带私货, 他到底如何带私货的? 从外人的角度来看, 你在南部新区搞独立王国, 是不是也可以被人认为是带私货呀? 周昌全再次提起了这个话题, 何卫东不能再隐晦了, 他决定趁机把自己与黄子弟多年的矛盾彻底的说清楚, 周省长, 我跟黄市长确实有矛盾, 这个矛盾不是一年两年形成的, 当年黄市长在当市委副书记的时候, 我是市委办的副主任, 我们之间的关系还不错, 裂痕的出现, 是我在沉津工作的时候, 沙金铁路分为四个标段, 黄市长想让一中岭承包一个标段, 被我拒绝了, 这是我跟黄市长产生的第一次隔阂, 当时我之所以拒绝黄市长, 其实原因就是因为我不信任一中岭, 尽管以前讲过当年发生在一阳检察院的事情, 可是今天侯卫东仍然重新讲了此事, 而且比上次讲了更多的细节, 周昌泉认真地询问了一些细节, 心中暗想, 这个黄子弟怎么与一中岭混在一起了, 这可是他的致命伤啊, 当年提拔黄子弟之前, 周昌泉就知道黄子弟爱占小便宜, 他认为黄子弟这是小家子气, 并不是致命伤, 犹豫之后, 还是向省委推荐由黄子弟出任市委副书记, 可以这样说, 黄子弟能走到今天的岗位, 周昌泉在里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而此时, 面对着另一位心腹手下的尖锐说法, 周昌泉心里对黄子弟有了重新的认识, 但是他没有把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 领导打招呼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少见嘛, 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 不能一概而论, 打招呼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坏事嘛, 你认为他带有私货, 还有什么更具体的事情啊? 侯卫东认真地回想了一会儿, 黄子弟除了与义中岭等人关系密切以外, 还真没有其他的明显的劣迹, 尽管义中岭和黄二在沙州获得了不少土地, 但也是通过正规的程序办理的, 黄子弟即使是打了招呼, 可是谁又能够拿得出证据呢? 而在办理捐防厂的事情上, 摆在明处只能说黄子弟与自己的观点不同而已, 侯卫东略为真主, 在沙州呢, 目前有两个人几乎可以把最好的土地拿去, 一个是义中岭, 另外一个是黄二, 黄二也就是黄志强, 我被任命为南部新区主任以后, 为了改变这种现象, 才建立了南部新区交易平台, 这套制度建成以后, 我只是监管制度的执行, 具体的事情啊, 我不管他。 周昌全当过一方主官, 他是知道土地中的猫腻的, 你再谈得详细一些, 放开了谈。 结束这次谈话的时候, 周昌全推心致富地说道, 卫东啊, 你有理想有追求, 这很好。 可是官场有着自身的规律和规则呀, 你是厅级领导, 你要记住, 最好不要犯官场之忌讳, 否则, 谁还愿意跟你交心呢? 如果没有人拥护, 你还算什么领导啊? 你现在就是朱民生的一把刀, 但是他仅仅会把你当成一把刀而已。 你是领袭最年轻的副市长, 有着远大的政治前途, 说话办事要慎之又慎啊, 数十年, 甚至是上百年形成的潜规则, 非常之顽固啊, 凭一人之力, 是难以消除的, 我们要利用之, 只有做到带着镣铐, 还能跳舞, 那才能为人民办实事, 那才是真正的高手嘛。 你要成为政治家,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周昌泉这番话, 完全是肺腑之言, 是出自对侯伟东的关爱, 否则, 他不会让侯伟东到他的办公室来接受训话的。 侯伟东对这一点的理解是很深刻的, 因此他对周昌泉行了一个三十度的鞠躬礼, 这是法子内心的理解。 离开周昌泉的办公室, 侯伟东上了车, 不说话, 点燃了一支烟, 慢慢地吸着。 燕春平问道, 侯市长, 回沙州吗? 侯伟东忽然很怀念, 当年在青林山上青春热血, 大网喝酒, 大块吃肉的日子。 现在在领西, 往来最多的朋友, 也就是上青林的曾献刚了。 前不回去了, 我要找老朋友喝酒。 独眼曾献刚正带着儿子玩耍, 手机响了起来, 宋志成提醒, 哎, 手机响了, 哎呀, 我跟儿子玩的时候, 不接电话。 曾献刚穿着一件短袖T恤衫, 健壮的身体并没有因为大鱼大肉的日子变成脂肪。 铃声要结束的时候, 宋志成拿起手机看了一下号码, 是侯伟东的电话。 听说是侯伟东的电话, 曾献刚赶紧接了过来, 疯子, 今天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呀? 一声疯子, 叫得侯伟东心里觉得异常的舒服。 强刚啊, 我在领夕, 找你喝酒啊, 去馆子还是到你家呀? 哎呀, 和领导喝酒就要到馆子, 和朋友喝酒那就要在家里嘛, 我给你准备好了。 自从前妻被杀以后, 曾献刚就戒了酒, 不过他在家里长期备了一些好酒, 有国产的还有洋酒, 这不是他喝, 是专门给到家里喝酒的客人准备的。 得知侯伟东要来, 宋志诚赶紧去看冰箱, 又取了一些鱼肉, 仔细地交代了阿姨。 侯伟东一个人上了楼, 燕春平和驾驶员到金星大酒店去开房间。 吃饭的时候, 由于曾献刚不喝酒, 由宋志诚陪着侯伟东喝茅台, 几杯酒下肚, 宋志诚的脸红了, 话也就多了起来。 我们献刚啊, 今年成了市政协委员了, 以前是区政协委员, 这几年我们做了一些工作, 有领导答应啊, 让他进入省政协, 我们的目标啊, 是下一步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哎, 进政协有什么好吹的, 你这个女人, 你不要去。 宋志诚脸红红的, 很有一些喜色, 他并没有因为曾献刚的话而生气, 进了省政协, 有了社会地位, 被人欺负了也有话说嘛, 也会有人帮着我们说话嘛。 侯伟东倒了一杯酒, 一饮而尽, 进入省政协, 是件好事啊, 当初咱们在上清临开市场, 哪里想到有这一天呢? 哎呀, 只是可惜的秦大江啊。 两个人正喝着, 秦桿和曾献永也开着车, 来到了领寻, 他们两个人在成金座千辛矿, 钱赚得意气风发, 在曾献刚的家中见到了侯伟东, 他们不顾曾献刚的劝阻, 开车到专卖店, 买了最贵的羊酒。 这一夜, 请赶曾献永宋志诚接醉, 侯伟东喝得半醉, 与曾献刚说闲话, 一直聊到了凌晨两点, 然后才回到了金星大酒店。 通通快快睡到了第二天中午, 起床以后又冲了一个热水澡, 当侯伟东再次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 又变得精神抖擞了。 上了高速路, 侯伟东心中暗道啊, 开工没有回头见, 无论如何, 改制工作必须咬牙坚持下去。 两天以后, 在市委的小招待所, 副省长周昌全与著名声黄子迪, 侯伟东肃明俊, 蒋湘羽见了面。 传阅了宜山的文章以后, 周昌全说道, 今天不是务序会啊, 是真正的务实会, 大家不要谈理论, 职无不言, 言无不尽, 研究一下沙州国有企业如何改革, 还有市捐方厂这个事怎么办, 前书记朱省长都有批事啊, 搞不好的话, 我们怎么交代啊? 周昌全说完, 看了一眼在座的人, 侯伟东你是分管领导, 你先说。 侯伟东毫不保留的, 把自己的改制思路抛了出来。 这一次小范围高规格的会议, 开了约两个小时, 取得了三个成果。 一是沙州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入, 第一批改制企业要按时间完成, 二是针对捐房厂的特殊情况, 将捐房厂纳入第一批改制企业, 三是促进岭西汽车厂和沙州农用车厂的联营, 后两个是个例, 将提交市委常委会。 在这次会议上, 侯伟东的建议基本上得到了采纳, 他长输了一口气的同时, 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新改制方案提出以后, 经过了周昌全的认可, 而且朱民生、黄子迪、宁月、 肃明俊和侯伟东等与改制相关的领导, 也都参加了小规模高规格的座谈会, 因此在常委会上, 常委们没有什么意见, 顺利地通过了沙州市捐房厂实行改制的决定。 侯伟东提出的, 请国内知名评估公司进行轻产合资, 同时成立沙州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等原则性意见, 也获得了通过。 新改制方案通过以后, 一时激起千层浪。 捐房厂召开了中层干部会, 在会上, 是捐房厂厂长向波悲哀地发现, 几乎所有的中高层干部都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了蒋西东的阵营, 包括以前配合的还不错的杨柏, 居然也在会上表示支持蒋西东, 关于捆绑销售的事情在会上也被拎了出来, 向波被参会人员骂得狗血喷头。 沙州农用车厂从厂领导到工人也都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如果联营方案通过, 他们将会成为领西汽车厂的一部分, 作为领车的职工, 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自豪感, 都比作为沙农厂的职工要大大的提升了。 就在侯卫东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国有企业改革之时, 任林渡也开始忙于进行公关了。 沙州驻京办主任出现了空缺, 他作为信访办的副主任, 想争一争驻京办主任这个位置。 转眼就到了冬天, 寒气渐渐地逼来, 不过太阳出来的时候仍然天高气爽, 沙州的大地仍然沉浸在秋的收获之中。 侯卫东上了楼, 见到任林渡站在走道外面, 手里拿着文件夹。 侯卫东以为任林渡来汇报信访办的相关工作, 一边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一边问道, 有事吗? 任林渡一直带着下级的神情, 自觉地扮演着下级的角色。 侯卫东也把任林渡自然当成了下级。 任林渡笑了笑, 并不答话, 等到侯卫东进了办公室, 坐在椅子上, 他才说, 晚上有没有空啊, 我约了秦小红杨柳和郭兰等人, 以前咱们老亲干般的一起聚聚。 此时的侯卫东百事缠身, 晚上东城区的欧阳区长还要请他吃饭, 不过他看到任林渡的期盼之情, 犹豫了一下, 还是答应了。 侯卫东与郭兰的关系既无法停止, 又不能见光, 在这种状态下, 两个人每一次见面, 便都带有了一种飞蛾扑火般的壮力。 就在侯卫东全心全意投入国有企业改革之时, 任林渡也开始忙于进行公关, 因为沙州驻京办主任出现了空缺, 他作为信访班副主任, 想争一争驻京办主任这个位置。 此时的侯卫东百事缠身, 晚上东城区的欧阳区长还要请他吃饭, 可是他看到任林渡的期盼之情, 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答应了。 林渡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咱们什么关系啊? 别吞吞吐吐了。 任林渡当年在清干班的时期, 算得上是班上的风韵人物了。 当他调到一阳县团委的时候, 侯卫东还在上清林艰苦度日呢。 在侯卫东当上县委书记秘书的时候, 他也当上了县委副书记赵林的秘书。 从资历上来说, 他跟侯卫东差不多, 甚至还略高于侯卫东。 两个人拉开差距, 是在同当县委书记秘书时。 侯卫东深获助言的信任, 后来当上了县委班副主任, 开发区主任, 科委主任, 然后又当上了周昌权的秘书, 从此正式走上了沙州的政治舞台。 任林渡过于外露的性格, 成为县委书记秘书的致命缺陷。 他当了吴海县委办主任多年, 始终当不了常委, 从科级到处级这关键的一步落后, 连处处都落后于侯卫东了。 调到了信访办任副主任, 这才解决了副处级。 任林渡痛定思痛, 承认了现实, 把面子和自尊都抹了下来, 他打定主意, 跟着侯卫东的脚步前进。 这对于任林渡来说, 他用这种态度与侯卫东接触, 那是对现实的妥协, 也是凤凰在火中的重生。 任林渡说道, 我听说驻京办的主任要调整, 我还是想争取这个机会啊。 以前任林渡就想过这个职位, 只是没有机会, 但是他没有放弃, 一直紧盯着, 因此在第一时间打听到了易东。 侯卫东对任林渡的认识很深, 他觉得任林渡最大的优点, 就是擅长交际, 所以驻京办的主任的位置, 还真是合适任林渡, 况且任林渡到了北京, 以后自己到北京办事情, 也会方便很多。 侯卫东当场表态, 这个事情我尽量帮你忙, 但是我话要先说清楚啊, 如果两位主要领导有了人选, 那我可就无能为力了。 领导做事情讲究滴水不漏的, 话说到了这个地步, 那已经很够意思了。 任林渡说道, 侯市长, 你只要肯出手, 我就有信心了。 林渡, 你先别恭维我啊, 我先帮你摸摸底。 侯卫东给市政府的秘书长蒋湘宇打了个电话, 湘宇啊, 忙什么呢? 蒋湘宇曾经是成津县的县长, 两个人搭个班子, 关系不错, 说话也就很随便。 侯市长啊, 我是在执行会议指示, 与几个评估机构接触一下, 这个评估机构啊, 个个都是黑心贼啊, 要价很高, 我选定几个信誉稍稍好一点的, 到时候你们来定吧。 谈了几句工作, 侯卫东直奔了主题, 湘宇啊, 我听说驻京办的老周另有安排, 新人选有意义没有啊? 哦, 好啊, 要是没有就好啊, 我这样啊, 我给你推荐一个人, 信访办的副主任任林渡, 他当过县委办公室的主任, 在信访的岗位上也很出色, 到时候, 您要帮着说话啊。 蒋湘宇说道, 哎呀, 这个事情我不敢打保票, 驻京办一直是杨市长才管啊, 有什么消息, 我向您报告。 侯卫东办事很爽快, 他决定要帮助任林渡, 也就不遗余力。 前一次, 他借助陈鼠光的力量, 让肃明俊成为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如今肃明俊成为朱民生身边的人, 对他的帮助也很大。 从这个角度来说, 帮助别人, 其实就是在帮自己啊, 万事不求人, 其实是胆怯者给自己的伪装。 侯卫东给蒋湘宇打了电话以后, 又拨通了肃明俊的电话, 秘书长啊, 我给你推荐一个人才, 驻京办主任听说要调整啊, 信访办的副主任任林渡, 那是一个人才啊, 在适合的机会, 你帮我推荐一下嘛。 肃明俊当过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 与当时的吴海县办主任任林渡有过接触, 啊, 我知道这个小伙子, 挺机灵的, 带驻京办还真是合适啊, 哎呀, 你老弟交代的事情, 我会记在心上。 侯卫东打完两个电话, 对任林渡说, 我给两位那秘书长都打了电话了, 另外, 我再找机会给杨市长谈一谈, 尽量推荐你。 但是, 这可是要在两位主要领导, 没有内定人选的情况下, 希望你能够理解。 任林渡见侯卫东真心实意的帮忙, 很是感激啊, 谢谢侯市长, 如果能到驻京办去工作, 一定不给侯市长丢脸。 离开办公室的时候, 任林渡很高兴, 可是又想起侯卫东与两位秘书长打电话时候的轻松随意, 心里又充满了失落啊。 我跟侯卫东同时毕业, 这真是有了天壤之别啊, 我看见两位秘书长是恭恭敬敬, 连话都说不上, 真是货必货得丢, 人比人得死啊。 哎呀, 现在想这些有什么用啊, 还是要承认现实, 刘坤靠着黄子弟, 我就靠着侯卫东, 侯卫东的发展潜力肯定是打过黄子弟的, 我总不能输给刘坤吧。 下楼的时候, 恰好碰到了张小佳来到政府办事, 任林渡主动打招呼, 张局长, 你好。 张小佳作为市园林局的副局长, 也是副处级, 与任林渡平级, 他对任林渡挺有好感, 停下了脚步, 任主任, 你在忙呢, 近期有没有我们园林局的上访见啊? 园林局的信访见本来就少, 只是由于局里要建一个苗圃, 涉及到了争地的事情, 与村民有了交集, 这才有了几桩信访的事情。 张小佳恰好封管这一块, 到信访办也就来过几次。 任林渡对张小佳的态度好得很, 哎呀, 现在暂时还没有啊, 如果有啊, 我一定给你送过来。 说了以后, 任林渡就热情地邀请, 今天晚上, 我们几个一阳工作过的清干班聚会, 就在新月楼外面的水路空, 侯市长要参加呀, 你是我们一阳的媳妇啊, 晚上一起来聚聚。 小佳晚上没有什么事, 吃饭的地点又在新月楼外, 那好吧, 我下班以后过来。 上了办公楼, 张小佳来到了杨森林的办公室, 杨森林是常务副市长, 分管建设口, 张小佳过来, 是汇报沙洲公园的改造方案。 正说着, 侯卫东也来到了门口。 杨森林见了侯卫东, 开起了玩笑, 哎呦, 两口子一块到我办公室啊, 难得啊。 侯卫东也开了个玩笑, 那就张局长先汇报吧, 等你汇报完, 我再向杨市长汇报。 侯卫东是过来帮着 杨森林渡谈住京办主任的事情呢, 见到老婆在里面, 也就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过了十来分钟, 张小佳来到了侯卫东的办公室, 站在门口, 我的事讲完了, 杨市长在等你呢? 老婆大人难得到我的办公室啊, 进来坐坐嘛。 哎呀, 在你们的办公室里坐着不舒服, 我走了。 哎呀, 对了, 刚才我在楼上遇到了任林渡, 他说晚上一阳工作过的 几个同志一起吃饭, 还邀请我参加呢。 侯卫东没有想到, 任林渡的嘴巴这么快, 他实在不愿意 让郭兰和小佳碰面。 哎呀, 我刚才接到电话, 又有一个推不开的应酬啊, 恐怕我不能参加 任林渡的聚会了。 小佳知道侯卫东应酬多, 你少喝点吧, 别以为自己是酒仙, 喝醉了酒, 难受的是自己, 娱乐的是别人。 送走了小佳, 侯卫东心想, 这个人林渡啊, 工作时间也不短了, 怎么还是这样一张快嘴啊? 成也是这张嘴, 败也是这张嘴, 是不是适合担任 主经办主任一职, 还真的值得考虑啊。 可是他转念又想, 任林渡尽管有缺点, 但是基本素质还是过硬的, 这样的人不提起来, 说不定会选个更差的, 比如说, 要是刘坤到了住经办, 那才是真的糟糕呢。 侯卫东就来到了杨森林的办公室, 委婉地向他推荐了任林渡, 回到办公室以后, 他给任林渡打了电话, 抱歉啊, 我晚上有接待, 就不去水路空了, 你自己安排吧。 在办公室坐了一会儿, 东城区区长欧阳胜进来, 谈了工作以后, 再次邀请供进晚餐, 侯卫东已经推过好几次, 这次他就答应了欧阳胜的邀请。 由于侯卫东不能赴宴, 张小佳与杨柳等人不太熟悉, 也就找了一个借口不来了。 侯卫东不能来, 这让任林渡感到一丝遗憾。 他犹豫了一会儿, 给妻子温红打了电话, 邀请温红一起吃饭。 平日里, 温红很少参加任林渡的活动, 听说要与丈夫的同事们一起吃饭, 赶紧化妆, 又换了最时髦的衣服, 准时来到了餐厅。 郭兰,杨柳, 秦小红三人都准时地来到了水路空。 见到打扮的得体而且入食的温红, 郭兰暗自松了一口气。 任林渡从清干班的时候, 就开始对郭兰发起了爱情攻势。 这一场接近十年的爱情长跑, 没有让郭兰感到幸福, 反而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特别是任林渡离婚以后, 郭兰有了一定的心理负担。 在餐厅见到温红, 郭兰就明白了任林渡的心境, 不仅为他感到高兴。 吃饭的时候, 最初的话题是清干班的往事, 很快, 话题就转到了侯卫东的身上。 任林渡感叹着, 哎呀, 当初参加清干班的同学啊, 除了郭兰和侯卫东, 大家多数待遇平平。 幸好啊, 有你和侯卫东给咱们清干班争气啊, 否则咱们清干班啊, 那就全军覆没了。 清干班的目的啊, 就是培养科级干部, 咱们那届清干班的学员中, 除了一个副市长, 还有好几个处级干部, 已经算是完美的完成了任务了。 郭兰在组织部门工作的时候, 参加了无数次的培训班, 清干班实在是一个不起眼的培训。 秦小红仍然是大大咧咧的性格, 喝了酒, 脸上红彤彤的, 哎, 侯卫东当年在上清林修路的时候, 处境是我们这群人中最高的, 我那个时候, 根本就没有想到, 他会有这么大的出息啊, 哎, 我老公还真是有眼力, 他一直认为侯卫东前途不可限量, 我还跟他争论过呢, 现在看来啊, 还是我老公的判断是正确的。 任林杜接着话说, 读清干班的时候, 我跟侯卫东一个宿舍呀, 谁料到他会当副市长啊, 他这个人的运气也太好了, 哎, 这个不是运气好的问题啊。 秦小红马上纠正, 这还是一个能力的问题, 他这种人啊,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的, 比如说, 就算他不当官, 仍然在上清林开着市场, 那这几年交通建设 和市政建设量这么大, 那肯定是千万级的富翁了。 话题一直围绕着侯卫东进行, 国兰尽量不发言, 他是局中人, 听到耳中, 滋味自然不同, 渐渐的, 坐中的人反而成了电影中的布景, 他的思绪不知不觉, 飞到了难以忘怀的风景去。 聚会散了以后, 郭兰一个人走在街道上, 街道上的热闹与他无关, 路灯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 侯卫东与东城区区长欧阳胜吃过晚饭, 他拒绝取脱沉温泉泡澡的建议, 回新月楼。 车行之路上, 他看见了背着手包, 独自在街头行走的过篮, 他忍不住扭过头, 脱过车窗, 追随着过篮的背影, 只是燕春平和驾驶员都在车上, 他就只能在车上看看而已。 走至新月楼的中庭, 侯卫东的脑中依然映着郭兰的身影, 孤零零的身影, 让他突然感到了一阵没来由的心痛。 他还是拨通了郭兰的手机, 过来, 刚才我看见你一个人在路上走。 郭兰行走在路上, 满脑子都是侯卫东的影子。 当手机上突然出现那一串熟悉的号码, 他全身血液的流动速度顿时就加快了, 脸上一片飞红。 他把手机放在耳边, 里面传来了让他思念的难中阴, 他的心跳加快。 我今天晚上人灵度请客, 刚刚吃完, 我正在回家呢。 听到郭兰的声音, 侯卫东把所有的顾虑 都抛在了脑后。 我想你了, 郭兰, 我能见到你吗? 这一句话, 就如孙悟空的定身法, 把郭兰硬生生地定在了原地。 身边的行人被如玻璃隔开, 瞬间就没了声音。 郭兰沉默了三秒钟, 果断地回答, 能? 那你原地不要动, 我过来见你。 嗯。 侯卫东快步走进车库, 开动奥迪车, 直奔街道。 他远远地看到了 郭兰孤独的身影以后, 他的眼光如同激光扫描仪一般, 迅速将整个区域扫描了一遍, 发现没有相识之人, 他迅速地把小车 停在了郭兰身边。 等到郭兰上车, 侯卫东一踩油门, 小车犹如鱿鱼一般 进入了主车道, 很快就消失在了 滚滚车流之中。 郭兰, 我们去哪儿? 郭兰看着窗外的灯光, 我不知道, 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些忧伤, 还有一些迷茫。 侯卫东看了郭兰一眼, 把音响打开, 小车内回荡起四兄弟 浪漫而深情的歌声, 歌声与仪表盘上的点点灯光 共同营造了一道奇异的风景。 小车开上了高速路, 郭兰放弃了内心的挣扎, 心中暗响, 既然是真心地喜欢他, 那在一起的时候, 何必有如此多的顾虑呢? 他的脑中猛然还蹦出了 一个暴君的名言, 我死之后, 哪怕洪水滔天。 侯卫东扭头看了一眼过来, 想什么呢? 你在想什么? 郭兰没有回答, 反问道, 侯卫东的脸, 在车内仪表盘的灯光下, 线条显得很是刚硬, 他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刚才想起了路易十五的一句话, 我死之后, 哪怕洪水滔天。 什么? 郭兰吃惊地看着侯卫东, 半天合不上嘴, 怎么了? 我说的是实话呀。 侯卫东知道郭兰是聪明人, 聪明人一般只需要点到为止, 路易十五的这句话, 很符合侯卫东此时的心境, 郭兰应该能够理解的, 他不明白, 郭兰为什么如此惊讶? 我,我当然明白这是你的实话了, 可是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吗? 你,你在想什么? 我也是正想到了这句话呀, 我死之后, 哪怕洪水滔天。 说到这儿,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 两个人都有了身无彩缝, 双飞翼, 心有灵犀, 一点通的感觉。 在高速路上开了一会儿, 天上下起了雨, 雨点在车灯的照耀下, 如万条银丝, 车内显得更加的温馨。 下了一阳线的高速路口, 侯卫东把车子直接开到了沙州大学, 你怎么开到学校来了? 我妈还在呢? 这叫灯下黑,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侯卫东透过车窗, 抬头看了看窗外, 郭兰家里的客厅还开了灯, 微弱的灯光射出了阳台, 让人感觉很是寂寥。 他上了楼, 打开门, 然后打开手机做电筒, 在阳台上晃了晃。 郭兰提着包, 急匆匆的也上了楼。 一进门, 两个人犹如冬天里衣着单薄的旅人, 用尽全力抱在了一起, 互相感受着对方的温暖。 拥抱了一会儿, 侯卫东用手拖着郭兰的下巴, 让我看看你。 郭兰微微地抬起头, 犹如一朵盛开的水莲花。 十点钟, 激情之后, 关着灯, 坐在客厅里听着音乐, 浪漫如同音符一样, 在房间里旋转。 忽然, 放在客厅桌子上的手机震动起来, 嗡嗡的低沉震动声, 在安静的夜晚显得特别的响亮。 侯卫东原本想关掉手机, 可是作为一个副市长, 管着这么多具体的事, 彻底关掉手机, 那是一件很不明智的做法。 当手机第一次震动结束, 侯卫东看着怪物一般的手机, 心中暗想, 如果再想一次, 那就是有重要的事情, 如果不再想了, 恐怕就没事了吧。 刚想到这儿, 手机又震动了起来。 捐防场的改制方案是经过多方讨论的, 平衡了各方利益诉求者, 尽管侯卫东不是太满意, 却也只能妥协。 侯卫东与郭兰的关系, 既无法停止, 又不能见光。 在这种状态下, 两个人的每一次见面, 便都带有了一种, 飞蛾扑火般的壮烈。 当手机第一次震动结束, 侯卫东看着怪物一般的手机, 心中暗想, 如果再想一遍, 那就是有重要的事情, 要是不再想了, 恐怕就没事了。 心里正想着, 手机又震动了起来。 侯卫东这才拿起手机, 手机显示的是杨柳的号码, 杨柳的说话声音很低。 晚上人灵度请我们吃了饭, 吃完饭以后, 我会办故事取材料。 无意中听到一些事情。 听到杨柳的口气, 侯卫东意识到有重要的事情, 他不动声色, 你不要着急, 慢慢说。 我在上卫生间, 听到有人打电话, 打电话的人应该是省纪委的, 他大概没有料到这么晚了还有人吧, 在电话里说什么, 家里有一部蓝鸟和奥迪, 这不正常。 我猜想这恐怕跟你有关系。 侯卫东吃了一惊, 嘴里却说,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放下电话, 过篮看了看侯卫东的脸色, 怎么了, 有急事吗? 哎呀, 恐怕有人是在查我呀。 侯卫东并没有说是杨柳打的电话, 只是把大义讲了讲, 这事还真有些麻烦。 是啊, 按照你们的家庭收入, 不应该有这些东西啊, 这已经是第三次调查我的家庭收入了, 烦不烦啊, 你别这么想, 作为高级干部, 这是必须接受的调查, 任何事情都是有得有失的, 你在得到政治地位的同时, 也将失去部分自由啊。 侯卫东把靠在肩膀上的郭兰拥抱在了怀里, 低头吻着, 烦恼真是无处不在。 郭兰回吻着侯卫东, 吻完了以后, 问道, 如果让你在官位和财富上选择一样, 你选择什么? 侯卫东笑了, 煤矿等产业是股份之企业, 而且从法律上来说呢, 属于我妈, 如果必须选择呢, 我大概还是会选择财富吧。 经过了十年的奋斗, 侯卫东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与刚出学校的时候相比, 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郭兰站起身来, 吻了吻侯卫东, 既然省纪委来了人女, 你要有迎接风暴的准备啊, 我明天要到学院开会, 就不回沙州了, 你回去吧, 别太晚了。 侯卫东知道郭兰心中不舍, 不过能说出这样的话, 说明他还是有分寸的。 他也没有啰嗦, 闻了闻郭兰师院的嘴唇, 那我走了, 嗯, 你路上小心啊, 不要开得太快。 晚上十一点, 侯卫东回到了沙州, 当天夜里, 他脑中怪梦不断, 梦中是爆竹生生。 第二天上午十点, 他正在开会, 忽然接到了父亲侯永贵的电话, 小三啊, 出大事了, 煤矿瓦斯爆炸了。 侯卫东吃了一惊, 反问道, 你说什么, 我没有听清楚。 侯永贵的声音变大了, 矿上的瓦斯爆炸了, 你赶紧过来吧。 侯卫东此时正在开会, 好吧, 你稍等一下, 我正在开会, 等一会儿我给你打过来。 说完, 他就挂了电话, 事情已经发生了, 着急是没有用的, 父亲侯永贵当过多年的派出所所长, 他相信父亲的现场处置能力。 十分钟之后, 侯卫东不慌不忙地结束了会议, 回到办公室, 他立即关闭了房门, 这才给父亲打了过去, 接电话的却是母亲刘光芬, 妈, 死了几个人, 伤了几个。 侯卫东的语气尽量轻描淡写, 可这心里依然很着急啊, 如今省纪委正在杀猪, 伙夫煤矿如果出了大事故, 那事情就麻烦了。 刘光芬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群情激昂的场面, 声音忍不住在打战, 死了两个人呢, 还有几个伤员? 侯卫东暗中松了一口气, 重伤还是轻伤啊? 伤势不重, 在医院观察。 好, 妈, 你别着急啊, 镇里的唐书冈镇长, 是处理矿难的老手, 与我关系也不错, 何鸿富也是多年的矿长了, 按照正常程序走, 只要把赔偿金准备好, 没什么大不了的。 刘光芬听到小儿子平静的声音, 砰砰乱跳的心这才稍稍平静下来, 我被吓死了, 以前觉得这儿的老百姓这么忠厚, 怎么出了点事故, 都变成强盗了。 小三啊, 开煤矿太危险了, 我们把煤矿卖掉吧。 妈, 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 先把眼前的事情处理好, 死了人家属闹闹很正常嘛, 关键是要出钱, 人家失去的可是命啊, 赔偿咱们一定要到位, 而且现在是股份制企业, 不是说关就能关的, 我一会儿还要给何鸿甫打电话, 让他全权处理。 刘光芬这个时候才醒过劲儿了, 小三, 你千万不要过来啊, 火肤煤矿是股份制企业, 与你没有任何关系, 官场的人太复杂了, 小心他们借机整你啊, 我就是个老太婆啊, 做监狱我去, 你千万不要过来。 刘光芬是一个小学教师, 与官场没有什么交集, 加上侯卫东回家, 也基本上不说单位的事。 因此, 他对于官场的印象, 主要来源于影视作品和小道消息, 影视剧的官场生活大多似是而非, 而小道消息通常又具有离奇的色彩, 这让他对沙州官场的印象, 既真实又虚幻。 侯卫东此时的心情并不平静, 矿难本身就很复杂, 更何况, 还有省纪委的人正在沙州调查的。 他有意让母亲放松, 笑着说, 老妈, 这事的核心啊, 就是个钱啊, 还没有到承担刑事责任的地步, 赔钱以后就是整顿呗, 你和老爸一起听政府的, 那就没错。 刚放下电话, 燕春平敲了敲门, 然后直接推门走了进来。 燕春平很激动的说, 侯市长, 刚才我接到我爸的电话, 他说火腐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 死了两个人, 有一个是红霸村的。 听说死者有一个是红霸村的, 侯卫东的心里松动了一下, 但是他并不说话, 只是冷冷地看着燕春平。 燕春平的热脸贴了冷屁股, 稍微愣神, 他随即明白自己犯了个大错呀, 就算是侯卫东开的煤矿, 那自己是绝对不能说出来的呀。 心里明白嘴里不说是郝同志, 心里明白嘴里说出来, 那就落入下诚了, 心里不明白那则是糊涂蛋。 想到了这一层, 他眼睛一转, 马上改口, 我爸爸知道侯市长联系过红霸村, 关心红霸村的事情, 因此打电话告诉我的。 侯卫东见燕春平改口还算快, 尽管改口显得很勉强, 可总体来说还算是机灵。 开矿是创刃剑, 一方面搞活了当地的经济, 另一方面也出了不少安全事故。 上清林的石场和下清林的煤矿, 这些年死的人不少, 你给燕书记打个电话, 让他尽量为死者争取合情合理的补偿, 不要让死者家庭生活困难。 燕春平走出办公室, 仔细回想着侯卫东交代的话, 合情合理? 什么叫合情合理? 那就是死者家属不要狮子大开口, 另外呢, 煤矿给钱要及时。 他马上打了电话给父亲燕道里, 讲了这层意思。 燕道里正在家里, 儿子传达的意思基本上也是他的想法, 他把手机放回到裤袋里, 一步一摇的来到了死者家里。 死者的母亲和一帮子亲戚都去了矿上, 死者的父亲与见过世面的唐兄弟留在了家里, 他们把村支书燕道里和村主任刘勇请到家里, 大家沾亲带故, 一起商量事情。 唐兄说道, 把事情闹大了, 让矿里拿钱嘛, 不拿钱就抬棺材到这里, 实在不行啊, 就抬到县里去啊。 另一个人在旁边说道, 对头, 听说这个煤矿是侯卫东开的, 他可是副市长啊, 就算是侯卫东开的矿, 平时是侯老爷子在这守着嘛, 我在那里拉过煤, 侯老爷子为人还是可以在, 应该要出钱哦。 死者的父亲抱着脑袋,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让他没了主张。 燕道里蹲在那抽了一会儿闷烟, 对死者父亲说道, 第三个哦, 人死不能复生在, 你默默在心里呕气啊, 不管这是哪个的矿, 都要按规矩办事啊, 应该给的钱, 那立马要给足啊, 我们找矿上的目的, 就是要拿钱, 你说是不是啊? 大家都知道这是矿难的规矩, 就开始集中精力, 讨论钱的事。 清临镇的矿难多, 有现成的例子, 死者的父亲咬了咬牙, 我挖死的惨子, 不拿十万块钱啊, 哥不平, 天王老子我也不怕。 得到这个数字, 燕道里给儿子燕春平打了电话, 在得知了这个数据, 侯卫东的心中就有底了, 他马上给侯永贵打了过去, 爸, 我摸了底了, 红霸村的那家要十万, 我的想法只要是不离谱, 尽量满足, 一定要注意好分寸。 又过了半个小时, 侯永贵又把电话打了回来, 小三啊, 如今县安监局县政府都到了矿上, 唐树刚镇长, 刚跟村民开了座谈会, 赔偿定在了六万一个人, 爸, 这两年煤矿生意好, 赚了不少钱, 不要亏了死者, 尽量满足他们嘛, 哎呀, 刚才啊, 唐镇长跟我私底下交流了, 他的态度是咱们不能超标啊, 我们把标准提高以后, 以后镇政府就不好谈判了, 唐镇长的意思是, 清临镇赔付标准, 那就是六万人, 我们每家给六万就行了。 这倒让侯卫东感到很为难, 他略为私存了一下, 那这个事情一定要干脆果断, 不能让村民闹起来, 即使明面上给六万, 暗地里也可以多给一些, 当然不要留下后患, 手续要干净。 另外, 这个事情你不要出面, 让何鸿赔去交涉。 挂断电话, 侯卫东把燕春平叫到了办公室, 准备啊, 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回去了, 我放你两天假, 回家看看你爸。 燕春平顿时两眼放光, 他知道, 为侯卫东效力的时刻到了, 他挺起了胸膛, 侯市长, 你有什么话, 要带给我父亲吗? 我听燕书记说死者要十万, 我同意死者的要求啊, 可是唐树刚镇长的说法也有道理, 你到镇里, 与矿上的何鸿赔联系一下, 想办法给每个村民补足十万, 这样才不会亏待死者吗? 你这次是放假回家, 顺便办个事, 不要在镇里招摇, 住上两天, 马上回来。 燕春平尽管还不太稳重, 可是爱动脑筋这个特点, 越来越像燕道里了, 办事也很灵活, 让他回去办理这个事情, 侯卫东还是比较放心的。 等到季春平离开了办公室, 侯卫东对矿奈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 他的思路转到了省纪委的身上, 自己当初还算果断啊, 否则我可真就麻烦了。 话虽如此说, 可是他也明白, 作为市领导, 其直系亲属在封管领域里经商办企业, 这并不符合廉政的规定, 这就是被人抨击的靶子。 侯卫东在屋里转了几圈, 心中暗道, 要死了朝上, 不死万万年, 火腐煤矿跟我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没有在上面签一个字, 就算调查又怎么样。 此时省纪委的办公室接到了一个电话, 来电说火腐煤矿发生安全事故, 而这个煤矿是侯卫东所有。 白面包公高祥林听到这个汇报, 立刻指示在沙州的廖平, 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呀, 你派人去暗访, 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办的。 廖平已经了解了此事, 出矿难的是火佛煤矿, 火佛煤矿在益阳县的青林镇, 侯卫东以前在这里工作过, 这个煤矿是股份制企业, 侯卫东的母亲刘光芬是大股东。 高祥林说道, 你要尽量收集客观的资料, 还要注意分寸。 好,我明白。 高书记, 我觉得侯卫东的问题不严重, 问题严重的是黄子弟, 沙州土地买卖很不规范, 义中岭和黄志强两个人, 拿了60%的土地, 黄志强就是黄子弟的儿子, 目前他已经是外国籍了。 高祥林沉吟着, 这个事情线索是出来了, 但是涉及正厅级的领导, 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证据, 否则最多就是擦边球, 这个分子你要掌握好啊。 另外你在沙州的活动, 只同朱民生和季道林两个人保持联系, 这两个人都是政治局务比较高的干部啊, 可以信赖。 放下电话, 高祥林的心情有些沉重, 侯卫东是全省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 发展潜力很大, 如果犯了错误, 那可就太可惜了。 在事故的当天, 燕道里安抚了留在村里的家属, 又接到镇里的电话, 让他赶紧到火福煤矿去招呼红霸村的村民。 他是知道内情的, 赶紧来到了煤矿。 在处理此事的时候, 市安监局也派了三位同志参加, 他们看了火福煤矿处理事故的现场, 在清临镇与村民谈判的时候, 一名安监局的同志不动声色地来到了围观人群之中, 他看到了一位矿工模样的人, 散了烟之后就问, 听说这个矿是侯卫东开的, 他开的矿怎么也出事啊? 矿工抽着烟, 他没有理会这一点, 清临这边的煤矿啊, 都是高瓦斯煤矿, 容易出事情, 火福这边设备还算好了, 还安装了瓦斯报警器, 这是第一次出事, 煤矿要出事情, 哪个晓得清楚? 那个人继续又问, 这是侯卫东的矿吗? 我晓不得, 厂长叫何鸿富, 平时倒是有一位侯老头在这边买。 此人来到矿里的时间只有一年多, 对矿上的情况一直半解。 此时艳道里恰好在劝说村民, 耳朵里听到这几句对话, 他斜着眼睛看了看人, 心想, 这个人有些乖乖的, 怎么总是问侯卫东啊? 肯定有什么名堂。 厌道里仔细地看了看, 越看越怀疑, 他就凑了过去, 仔细听那些人在说什么。 只听那个人又问道, 平时你们见过侯卫东来过没有啊? 厌道里在一旁接话, 侯卫东在施里当大官, 到矿上来做啥子, 我们都几年没有见过他了。 那个人见厌道里一幅农民像, 没有什么怀疑, 我听说这个矿是侯卫东办的, 他还真有钱啊, 买得起煤矿, 拿着几年钱赚惨了。 厌道里在旁边说道, 老板是哪个关我们屁事哦, 只要按时发钱就行了嘛, 说完他又对那名外来的矿工说,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哩? 我就知道, 火腐煤矿工资最高, 条件最好, 老板也最大方才。 那一位矿工并不认识厌道里, 附和着, 对啊, 火腐煤矿火食好, 澡堂子还是淋浴呢, 还有工人买了保险, 工资也高。 厌道里接过那个人散的烟, 哎, 看你像是县里的干部, 怎么不到里面去坐, 啊, 我就在外面转转就好了。 厌道里觉得这个人很奇怪, 正要再问他几句, 他接到了儿子的电话, 他走到一边, 是侯卫东叫你回来处理这个事情呢? 他没有说, 不过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 哎呀, 我的王儿, 这是个好机会子, 他派你来处理这个事情啊, 你一定要给他办好, 办好了, 就能得到他的信任。 对, 我走的时候, 他说可以出十万, 名利不好办, 暗中可以操作, 哎呀, 只要钱到位了, 那事情好办了, 从厌道里的眼光来看, 钱才是最缺的东西, 有了钱, 村庄里的事情一切都好办, 哎, 对了, 我刚才遇到一位外乡人啊, 有些奇怪啊, 厌春平听爸爸这么讲, 赶紧给侯卫东报告, 经过一天紧张的讨价还价, 加上厌道里暗中帮着矿上使劲, 死者明里拿了六万补偿, 暗地里又拿了四万, 聚在矿上的人也就散了, 县安监局给火腹煤矿下达了整顿的通知, 也就撤回到了县里, 一场风波, 基本上就消遇无形了, 侯卫东对于瓦斯爆炸并不是太担心, 当他听到了厌春平的报告以后, 他猜到多半是省纪委的人也过去了, 尽管无法证实这个想法, 可是心里还是沉甸甸的, 侯卫东甩了甩头, 哎呀, 天要下雨, 脸要假人, 随他去吧, 侯卫东把注意力, 又集中在了案头的改制方案上, 捐房厂改制方案是经过多次讨论的, 平衡了各方的利益诉求, 侯卫东不是太满意, 却也只能妥协, 方案如下, 由现有领导层作为经营团队, 成立新公司进行融资控股, 职工持股并引入战略投资伙伴的产权改革方式, 捐房厂管理层持股比例为51%, 捐房厂职工通过工会持股29%, 引进战略投资持股20%, 为了稳妥, 侯卫东在方案中又增加了两条比较保守的条件, 一个是管理层按照政府的规定, 不以国有资产抵押融资, 第二个就是要做好轻产合资,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补充了两条意见以后, 侯卫东把这个方案上报给了黄子弟。 正在侯卫东忙着捐房厂改制的事情时, 大哥侯卫国给侯卫东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捐房厂的改制方案是经过多方讨论的, 平衡了各方利益诉求者, 尽管侯卫东不是太满意, 却也只能妥协。 黄子弟看到了侯卫东上报的方案, 就把侯卫东叫到了办公室。 卫东市长啊, 这个方案是目前流行的管理层收购, 捐房厂应该是沙州市管理层收购的第一案啊, 只是我有一个问题啊, 如果真不准国有资产抵押融资, 那么捐房厂管理层哪里有资金持股51%呢? 如果谁有这个能力, 这些人一定是个贪污分子啊, 换一个说法啊, 你这个管理层持股的方案, 根本就不能实行吗? 黄市长啊, 如果用国有资产抵押融资, 则是用国有资产的油来熬国资的骨头啊, 管理层等于是空头掏白狼了, 加上第一条就是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管理层要成立新公司, 他们肯定会融资的, 至于如何融资吗? 那是他们的事啊, 哎呀, 这个领袭啊, 比那些经济发达的省份, 还是比较封闭的, 黄子弟说着扶了扶金丝眼镜, 这个方案要是出台, 我们是要背骂名的, 这个败家子啊, 那是跑不了的了, 侯伟东的心里只是想着要把事情做好, 骂名无所谓啊, 我是封管领导, 那就让我来背这个骂名吧, 捐房厂的职工比较多啊, 可以将职工持股的比例提高, 你将方案修改一下, 然后呢, 先召集捐房厂见个面, 听取下他们的意见, 就这样, 蒋西东, 向波, 杨白, 高晓军等领导, 很快的来到了市政府, 蒋西东苦心经营多年, 今天终于要见分晓了, 内心就像勒鼓一般, 可是脸上却依然是黑脸黑面的样子, 闭了一会眼睛, 这才打开了厚厚的草案, 看到管理层持股的比例, 他的心中一阵狂喜啊, 这几年来, 他们团队一起另起炉灶, 将厂里的利益剥离了一块, 在三大销售公司, 这三大公司的资金, 就是他们用来管理层持股的资金, 蒋西东抬起头来, 正好看到了杨白的目光, 两个人的眼中, 都有着压抑不住的笑意, 两个人目光一碰就分开了, 低头掩饰着, 顾沫有半个小时, 侯卫东问道, 这个草案大家有没有意见呢? 厂长相波的脸上一阵发白, 在他当厂长以前, 虽然是党委书记, 却一直被蒋西东排挤在决策层以外, 这也意味着, 他前几年并没有多少财产, 因此他第一个发言, 捐放厂资产不少啊, 高中级管理层持股百分之五十一, 至少要有好几千万, 甚至是上亿啊, 又不准抵押融资, 那大家就是卖屁股, 也拿不到这么多钱嘛, 蒋西东针锋相对, 我愿意卖房子卖鞋, 就算是卖房子卖鞋, 也要把钱凑出来, 大家愿不愿意啊? 所有的高管一口同胜, 我们都愿意啊, 没问题, 项波见到所有的高管都是神采异异, 包括杨柏都是满脸的效益, 他顿时感到大事不好啊, 他联想隐约听到的一些事情, 心中暗想, 这是一个全套啊, 我还是被蒋西东耍了, 在他当厂长的这一年, 给义中领行了不少方便, 可是义中领话说得漂亮, 并没有拿出什么实际的行动, 所以现在的项波家底也就是三十多万, 算是房屋贷款, 顶多能凑五十万, 这个股份在新厂中自然只能是个小股东了, 散会以后, 项波发疯一样的去找义中领, 义中领在领西办事, 项波连忙坐车又赶到了领西, 到了领西, 义中领又上了回沙州的高速路, 折腾了几个来回, 终于在义中领的别墅里找到了人, 义中领说得轻描淡性, 虽然我们签了销售合同, 可是前期铺垫我花了不少费用, 我甚至还亏了钱, 我能拿多少呢? 项波急红了眼睛, 义总啊, 你怎么能这样呢? 当初不是说好了吗? 销售利润五五分成, 现在怎么变卦了? 我说的可是利润五五分成啊, 现在的销售公司根本就没有利润, 怎么分? 义总, 我可是拿低于成本价给的你啊, 怎么会没有利润呢?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你看看, 销售渠道的建立要花钱吧, 培训人员要花钱吧, 租房子要花钱吧, 现在公司还没有利润, 可这事怪不着我呀, 如果这个模式再坚持一年, 咱们就应该能赚到钱了, 可惜啊, 看着义总领皮笑肉不笑的面旁, 项波恨不得一拳打过去, 但是他还是忍住了, 等到项波离开, 义总领来到了后面的那栋别墅, 此时, 黄子低正在那里面悠闲地享受着美人和美酒, 改制方案是由侯卫东提出来的, 责任当然由他来背, 但是战略投资者有两家, 其中一家占9%, 这家公司是由义中领暗自控股, 而这家公司里有黄二45%的股份, 更重要的是, 黄二是外国国籍, 义总领喝了一口酒, 讽刺道, 侯卫东这个改革先锋啊, 倒也真有功了啊, 捐防厂的事情闹到了省委省政府都关注的地步, 他意识到自己不可能独自吞下去了, 能成为战略投资者, 也算是硬生生地插了一脚, 而且这一脚插得何情何法, 因此义总领也算是满意, 黄子低告诫道, 众领啊, 以后你也要改变一下思路嘛, 现在是有身份的人了, 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 办事情尽量要走正道, 这样才是长久之策嘛, 义总领举起了酒杯, 嘿嘿, 子弟市长, 我这段时间, 一直在看关于胡雪岩的书, 嘿, 以后我要当红顶商人, 走正道, 嘿嘿, 人间正道是沧桑吧, 是不是啊, 黄市长? 这次改革采用的是当时全国最流行的管理层收购, 稳定了捐房厂中层以上的干部队伍, 又由于有部分职工股, 有钱的职工也能买到一些股份, 总体上还是较为平静的, 可是不和谐的因素也着实不少, 不仅势力有反对的意见, 就连省里也有领导明确的反对, 厂长向波就是最不如意的人, 他重当厂长以后, 忙碌了大半年, 为他人做了嫁衣, 实在是不甘心, 他一方面暗中组织了部分贫困的工人, 到市委市政府集体上访, 一方面向黄子弟提出了交涉, 黄子弟把事情推得很干净啊, 这个方案是厂里提出来的, 由侯卫东封管, 我尊重厂里的意见, 你是厂长, 我就是尊重了你的意见嘛, 向波此时是输光了的赌徒, 说话也就不客气了, 黄市长啊,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当初在一中岭的家里, 我们可是有言在先啊, 现在将我抛开, 那太不仗义了吧, 有言在先, 黄子弟的脸上闪出了怒气, 什么有言在先, 有什么言, 你说说, 当初的一些话, 有黄子弟在场, 都是用的暗语和吟语, 真正说到关键之处, 黄子弟都没有在场, 向波被堵住了口, 冷笑着, 哈哈哈哈, 你们能做厨医, 就不要怕人做十五, 正所谓穿鞋的怕光脚的, 黄子弟此时手握重拳, 家有巨款, 与向波一般见识, 那实在是不划算, 黄子弟放缓了口气, 好了, 你作为管理层, 其实也是有利的嘛, 如果真的缺钱, 到时候搞个个人贷款什么的, 我可以帮你说话吗, 贷款的事情放到下一步再说, 我得拿回属于我的钱, 黄子弟压低了声音, 解铃还须寄铃人, 你和易中岭的事情, 跟我没有关系, 如果你有什么事, 要找他去谈, 这个时候刘坤进来送文件, 黄子弟不动声色地说道, 我要去开会了, 你想想我说的话, 到时候, 我会为你的事情打个电话的, 向波出了黄子弟的办公室, 下楼的时候心中暗道, 哎呀, 就算是拼个鱼丝网坡, 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 黄子弟毕竟是个市长嘛, 可是就这样放手, 他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向波来到了厂里, 直接去找了几个老工人, 下午, 数百个工人聚集在了市政府, 拉出了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劳动, 反对国有资产流失等等横幅, 侯卫东站在窗口, 看着群情激愤的群众, 给杨柏打了电话, 杨柏啊, 有几百个工人在维市政府啊, 要想改制成功, 你们领导层还要多下功夫, 否则会影响改制的进度的, 杨柏接到电话不敢怠慢, 立刻找到了蒋西东, 蒋西东黑着脸, 卷房厂有六千多人呢, 这个改制总有几百个不满意嘛, 这算不了什么大事嘛, 哎呀, 我瞧着向波的情绪不太对头啊, 要是他真的像疯狗一样四处咬人, 这个事情恐怕还麻烦了, 况且他跟那个黄子弟有牵连, 要真是咬出什么贪污案, 打断了改制的进展, 那就花不来了, 听杨柏这么说, 蒋西东问道, 那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啊, 跟向波谈一次, 看看他什么意见, 如果他明智, 咱就跟他合作, 毕竟他现在还是厂长嘛, 合作, 怎么合作啊, 我们的事情绝对不能让他来参加, 他只能作为普通的中层干部, 拿出自己的财产来买股份, 以后呢, 他只能是普通的股东, 想进厂里的领导层,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要记着农副和蛇都不是啊, 杨柏没有多说话, 他已经打定主意找一找向波了, 如果向波同意, 他可以从销售公司拿出二十万借给向波, 让他多一点股份, 又不至于股份太多, 为了稳定大局, 他打定主意, 在蒋西东和向波两人之间, 搞点润滑机, 这一天, 侯卫东在办公室正在开会, 侯卫国的电话打了进来, 小三啊, 江楚跳楼了, 什么,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在沙州医院重症监护室, 侯卫东是吃了一惊啊, 尽管是前嫂子, 侯卫东还是马上取消了会议直奔医院, 重症监护室门前, 侯卫国失神落魄地守在门外, 江楚的父母都在吴海县, 赶过来还需要时间, 听说副市长来到医院, 沙州医院院长赶紧过来了, 院长与侯卫东握了手, 侯卫长, 我与省医院联系了, 他们派了专家, 正在朝这边赶, 最多半个小时就到, 侯卫东含蓄地说道, 江楚是我的亲戚, 作为病人家属, 我希望医院尽全力抢救啊, 不管发生了多少费用, 我们都会处理的, 哎呀, 侯市长, 不说钱的事情, 就此扶伤是我们的天职嘛, 正在手术的时候, 江楚的家人赶了过来, 见到侯卫国, 江楚的母亲眼泪哗的就流了下来了, 他紧紧地拉着侯卫国的手臂, 卫国呀, 江楚活得了吗? 侯卫国与江楚家人的关系 还是挺不错的, 他没有改口, 妈, 省里最好的医生也来了, 您放心吧, 这个时候, 小家闻讯赶了过来, 带来了三万元现金, 悄悄地递给了侯卫国, 在焦急地等待了六个多小时之后, 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 江楚家人怯生生地看着医生, 紧张地不敢开口问, 侯卫国主动地问道, 医生啊, 情况怎么样? 那个医生站了几个小时, 有一些疲惫, 他带着职业性的平静与冷淡说道, 脱离了生命危险, 双腿保不住了, 江楚的妈妈腿一软, 坐在了走道上, 安顿了江楚家人, 侯卫国, 侯卫东和张小佳一起走出了医院, 侯卫国脸色很差, 心情也很糟糕, 侯卫东建议, 大哥, 晚上咱们到外面吃饭吧, 我陪你喝一杯, 到了餐馆, 侯卫国也不喝酒, 只是吃菜, 在连吃了两大碗干饭以后, 他抹了抹嘴巴, 他妈的, 是传销害的, 江楚是个单纯的女人, 这个我知道的, 我手里就有传销的案子, 前几天还觉得这类小案子没有意思, 让手下人去办了, 现在我老子要亲自出马, 大哥, 江楚的事情你已经尽力了, 不要做傻事啊, 侯卫国有着老刑警的血气, 瞪着眼睛, 做什么傻事啊, 前妻也是妻, 一日服妻百日恩, 我要为江楚报仇, 讨个公道, 大哥, 江楚是自己跳楼的, 如果没有传销, 江楚会走到这一步吗, 他这一辈子都要坐轮椅了, 传销不归我管, 可是出了人命案子归我管, 老子要把沙州的传销团伙, 连根拔起, 吃过晚饭, 兄弟俩各自回家, 张小嘉给男人味十足的侯卫国, 打了很高的分数, 老公, 你大哥还挺男人的嘛, 前妻也是妻, 哎呀, 说得真好哎, 只可惜那个江楚了, 真是鬼迷心窍了, 哎, 还有, 你爸也很厉害,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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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到商场买东西, 正好看到小偷, 老爸一嗓子喊过去啊, 那小偷硬是吓得一哆嗦, 哎, 这就叫, 胡老不倒微, 你就说我爸在火锅煤矿, 那是能震得住场子的, 何鸿府平时很有一些扮演嘛, 但是怪了, 在我爸面前规矩得很, 老公, 火锅煤矿瓦斯爆炸, 我可听到了一些闲话啊, 说里面炸死了不少人, 可由于是你开的煤矿, 是他强压下去的, 你从哪里听到这些话的, 我和你不同, 你这个人平时板着脸, 没有多少人敢于同你亲近的, 我和朋友们打麻将, 什么话都听得到, 我还听说省纪委啊, 要到市里查案子呢, 胡卫东平时是不把工作上的事情带回家的, 现在听了小家的话, 心里略为不安, 可是他没有表现出来, 很快, 两个人的话题又转到了传销的上面, 夫妻俩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 度过了一个平静的夜晚, 侯卫国说赶就赶, 他回到刑警支队, 将涉及传销的杀人案卷一起提了出来, 认真研究以后, 把嫌疑人提出来, 挖根跑底的审问, 他这一审呢, 还真是发现了问题, 随后几天, 沙州几大警种联合起来, 扫荡沙州的传销, 由于行动突然, 出动警察又多, 将沙州的传销组织几乎一网打紧, 然后他们又顺藤摸挂, 抄了领西传销组织的老窝, 端掉领西的窝点以后, 侯卫国带队下了南方, 与广东警方一起, 将更大的传销窝点连根拔起, 传销的大头目被蒙上头带上了警车, 他如果能够想到, 其庞大的帝国被横扫的真正原因, 是一个叫做江楚的小人物跳楼而引起的, 也许一定会起得吐血跳楼吧, 侯卫国参与了审讯工作, 当审到一位脖子上有伤疤的人时, 他总觉得此人面熟, 一时又想不起在哪见过, 这个人极为狡猾, 东阿西者就是不肯就范, 这个脖子上有伤疤的人, 说着一口带着广东味的别脚普通话, 偶尔一些词句中, 还带着一些领西的口音, 侯卫国暗自留了心, 在用普通话询问的时候, 偶尔插了几个沙州地区特有的图语, 伤疤脖子听到这些图语, 依然用广东话胡说八道, 侯卫国心里明白了, 眼前这个家伙, 明显听懂了这些沙州的图语, 只是自己他没有意识到, 侯卫国出了审讯室, 立刻把伤疤脖子的照片, 传回到了沙州刑警队, 要求他们彻查此人, 凌晨, 一阵刺耳的铃声, 把侯卫东从梦中惊醒, 小家受侯卫东的影响, 对夜晚的电话也是格外的敏感, 想当年两个人沉浸于爱河的时候, 得到了上清林秦大江的死讯, 此事让张小家记忆犹新, 所以每次听到半夜的铃声, 便总觉得有大事发生了, 侯卫东原本躺在被窝里, 听到大哥从广东传过来的声音, 在深夜里, 每一个音节都是那么的清晰, 犹如在耳边的文明, 侯卫东猛地把被子掀开, 从床上跳了下去, 光着脚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张小家也吓了一跳, 他坐起身来担心地问道, 老公啊, 出什么事了? 侯卫东没有理会张小家, 继续打电话, 一中令这个人, 社会关系很复杂, 你要赶紧安排人把他控制住, 如果他逃了, 事情又会起变化呀, 电话那边的侯卫国说道, 小三, 我听说他是沙州市的人大代表, 这有些麻烦呢, 你这样, 你先让他过来接受询问嘛, 每一个公民都有帮助公安, 公安机关破案的义务, 只要不是正式的拘留, 这个擦边球就能打, 侯卫东对一中令太了解了, 如果让一中令逃掉, 他不知道要生出多少事情来, 多年前, 那件一阳检察院投毒悬案, 因为一个小人物的意外落网, 而重新变得柳暗花明, 但这个消息, 对此事件的三个幕后人物, 却如晴天霹雳一般, 正在侯卫东忙着捐房厂改制的事情时, 大哥侯卫国给侯卫东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侯卫东对一中令太了解了, 如果让他逃掉, 不知道要生出多少事情, 侯卫国接受了侯卫东的意见, 好吧, 我马上向苏局长报告, 侯卫东说道, 大哥, 一中令是黄子弟的红人, 你给苏局长报告, 我马上给红昂打电话, 这个事情恐怕要捅破了天啊, 把天捅破了, 这光明才会下来, 市政法委书记红昂, 知道了一中令落网, 将引起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不敢怠慢, 马上给现任的市委秘书长肃明俊打了电话, 打完这一系列电话, 侯卫东猛地跳上了床, 抱着小家一阵狂心的, 小家沉怒道, 哎呀, 哎呀, 你光着脚在地上走来走去的, 怎么能跳到床上去啊, 快去洗脚, 侯卫东也不理会, 哎呀, 老婆呀, 天王辉辉, 疏而不漏啊, 等张小家听完事情的原委, 惊讶的已经是嘴巴都合不拢了, 看到侯卫东又准备拨打电话, 哎呀, 老公太晚了, 你还要给谁打电话呀, 我当然要给祝书记打了, 祝书记对当年的检察院投毒案一直耿耿于怀啊, 听到这个消息, 肯定会高兴的, 哎, 你被意外的生理冲昏头脑了吧, 你看看表, 现在几点了, 别给祝书记打了, 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嘛, 明天早上打不是一样吗? 侯卫东听了这个话觉得也有道理, 把手机放回到了桌上, 他坐在床边, 点了一支烟, 慢慢地抽着, 抽了半支, 彻底地冷静下来, 一阳检察院投毒案的关键人物, 狗涌落网, 那么这个义中岭也就难逃法王, 那么这个黄子弟会受到牵连吗? 他把脑中的信息细细地梳理了一遍, 再次坚定了信心, 黄子弟这个人太贪了, 要是说他与义中岭没有关系, 打死我都不行, 那么黄子弟如果倒了台, 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问题就如燃烧着的烟头, 在他的头脑中闪闪发亮, 我只是排名靠后的副市长, 即使黄子弟倒了, 也轮不到我来当市长, 常务副市长杨森林, 市委副书记宁月, 这两个人才是市长的最佳人选, 那么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 如果杨森林当了市长, 我能成为常务副市长吗? 如果要进常委, 还需要打通什么关键? 进入官场这么多年, 侯卫东的思维, 已经不知不觉中的官场化了, 遇到事情, 直觉性地开始计较得失, 筹谋进退, 侯卫东的脑海中, 又闪过了另一个念头, 当年马友才, 与义中岭的关系也是很不错的, 应该与他也有瓜葛, 那么马友才是否也会受到牵连呢? 这几年, 很少听到马友才的传闻,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天清晨, 太阳照常升起, 一大早, 公安局长老素习惯性地来到了楼下的早餐店, 要了一碗豆花饭, 这种来自易阳的豆花饭, 近年来成为老素的最爱了, 雪白的豆花热气腾腾, 调料桌上一溜摆开了十来种调料, 这是典型的领袭吃法呀, 没有标准的配方, 调料好吃与否, 全在于自己的调配。 刚吃了两口豆花, 副市长马友才也走了进来, 马友才在易阳的工作时间很长, 也爱吃这一口易阳小吃, 他与老素在这里碰面,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打好调料, 两个人坐在了一起, 老素啊, 怎么满眼都是血色啊, 又有什么大案子啊? 马友才这两年肚子明显的挺了起来, 他平时注重节食, 可是运动量不够, 加上长期喝酒破坏了体内的平衡, 如今喝水也会长胖的。 老素见左右无人, 哎呀, 马世长, 刑警队那帮家伙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打传销, 居然抓住了当年易阳检察院的那个投毒人, 这可是个大案啊, 也不知会弄多少人进去啊, 我吃完这碗啊, 还得给朱叔去皇室上报告去啊。 就如天空的闪电, 直接从头顶击入, 马友才的身体一下子就僵住了, 他没想到此事尘封多年, 突然间被翻了出来。 老素埋头吃了豆花, 没有注意到马友才僵硬的表情, 吃完饭, 他打着宝格, 心满意足的, 付了马友才的早餐钱。 对于马友才和老素这等地位的人, 早餐钱根本就不算钱, 马友才也没有交情到, 非要争着去付账。 他迅速恢复了正常的表情, 坐在桌边, 对老素挥了挥手, 你先走吧, 我吃了饭再走走, 省得越长越胖。 等老素离开, 马友才暗自庆幸啊, 如果当年自己没有将那一百万处理掉, 那现在必然会被炸得粉身碎骨, 死无葬身之地啊。 他原本想到市里去上班, 可是心里又觉得不安, 回到家里, 将床下的皮箱打开, 皮箱里面装着重要的票据, 那是当年他寄给希望小学的一百万的那个票据。 打开皮箱, 马友才瞪大了眼镜, 原先放在里面的票据, 居然不见了。 他将里面的所有东西都翻了一遍, 仍然没有看到那几张救命的票据, 找了好几遍, 依然一无所作, 马友才心急如焚, 刚刚站起来, 只觉得头一昏眼一花, 一头倒在了地上, 人事不醒了。 最先发现出事的是他的秘书海宁, 海宁和司机在楼下等着, 市政府办公室打来电话, 让马市长赶紧回市里开会, 海宁打马友才的手机, 以及家里的座机都没有人接, 他下意识的觉得不对劲, 与马夫人联系以后, 打开房门, 这才发现马友才倒在了地上。 经过紧急抢救, 马友才这才醒了过来, 他睁开眼睛四处寻找, 第一眼看到的是海宁, 张嘴问道, 你嫂子在哪儿啊? 海宁察言观色, 觉得马友才有话要说, 嫂子在医生办公室, 我马上去叫。 马夫人急急忙忙地来到了床前, 哎呀老马呀, 你的血压好高啊, 要不是海宁及时发现问题啊, 后果不堪设想。 马友才低声而严厉地问道, 皮箱里的票据呢, 我怎么没有找到啊? 哎呀, 我前一阵子买了个保险柜, 把票据放在了保险柜里, 我知道那是你的心肝宝贝。 哎呀, 马友才长输了一口气, 你把票据放在保险柜里, 怎么不告诉为什么啊? 我这是被吓的, 你知道不知道? 要是票据在啊, 那性质就变了。 马夫人不知道事情的原委, 责怪道, 你命都没有了, 那票据还有什么用啊? 那不就是一堆废纸吗? 马友才的脸上此时才有了一丝笑意, 哎呀, 你这个女人哪, 头发成见识端, 好了, 我要出院了。 心气一瞬, 觉得身体也就好多了, 院里的领导闻讯而来, 都劝马友才多住两天观察一段时间。 马友才此时从人生的炼狱里又走了出来, 态度出奇的好, 哎呀, 不行啊, 市政府办公室通知要开会, 我不能缺席啊, 我这是高血压, 老毛病啊, 刚才蹲在地上突然一起身, 这才晕倒, 给医院填麻烦了。 望着马友才略有些肥胖的身影, 院里领导的眼里充满了敬佩, 院长对几位医生还说, 看到没有啊, 马市长血压这么高, 还带病坚持工作, 我们这些人呢, 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的工作啊? 马友才下了楼, 和医生们挥手告别, 上车以后, 他和蔼的对司机说道, 先回趟家, 然后再到市政府开会。 回到了家, 见到了救命的票据, 马友才的心里终于踏实了, 此时在他的眼里啊, 这票据比亲儿子还亲, 拿在手里怕坏了, 含在嘴里怕花了。 市政府的会议室里, 气氛严肃中略带一些紧张, 等到马友才进入会议室, 所有人的眼光都看着他。 常务副市长杨森林主动地说, 马市长, 怎么回事啊? 怎么现在就出院了? 我刚才还给院长打了电话呢? 哎呀, 没什么大事, 血压高, 蹲久了突然一战啊, 这才晕倒, 没什么大事。 马友才知道义中岭, 和黄子弟的关系, 他一边说话, 一边偷眼看着黄子弟。 此时黄子弟的脸上, 犹如冰块一样, 他撇了马友才两眼, 马市长回来了, 挺好, 我们继续开会。 按照上次会议的安排, 我和城建口的同志, 还是要到美国去一趟, 看一看国外大城市的城市建设和管理, 不开阔眼界, 是建不成现代化的沙洲的, 趁着这个月, 我还难得的有空闲啊, 近期出发。 侯卫东见黄子弟, 根本就没有提义中岭的事情, 感到颇为奇怪, 心中暗想, 黄子弟难道不知道义中岭出事了? 研究完日常工作, 黄子弟把老素叫到了办公室, 严肃地说, 我刚才接到了省人大的电话, 省人大对市局擅自拘留, 省人大代表很不满意啊, 老素你是老公安了, 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许可,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访期间, 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 不受逮捕或者是刑事审判, 对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如果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应当经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或者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许可, 这一段话, 黄子弟记得很熟啊, 顺口就说了出来, 老素说道, 黄市长, 那您的意见是, 我没有什么意见, 我的意见就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 先解决省人大代表的资格, 才能限制人身自由啊, 老素感到有些为难, 表情有些迟疑, 黄子弟怒了, 依法治国, 说了多少年了, 你们这些执法机关还在执法犯法吗, 老素被臭骂了一顿, 灰溜溜的走出了黄子弟的办公室, 此时市政法委书记洪昂, 也站在朱民生的办公室, 朱书记, 是公安局刑警支队捣毁了一个传销窝点, 意外的抓住了当年易阳检察院投毒杀人案的主犯狗友, 根据交代, 是易中岭指使他投毒啊, 哦, 很好嘛, 案子破得很漂亮, 办案民警应该立功啊, 朱民生夸了一句, 仍然保持着典型的冷脸冷面, 你急急忙忙过来找我, 就是要说这个事, 红昂这才说出了向市委书记报告的原因, 朱书记啊, 犯罪嫌疑人易中岭以前是易阳土厂公司的经理, 后来在沙州从事建筑行业, 生意做得很大, 这个人呢, 现在是上市两级, 人大代表在沙州还是有点影响的, 哦, 朱民生低头看了一会儿文件, 抬起头来, 我们办案的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生, 这和是不是人大代表没有关系, 人大代表犯了罪, 仍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吗, 只要注意相关程序就行了吗, 红昂心中暗道, 黄子弟与易中岭的关系, 在沙州的圈内可不是秘密啊, 我不相信朱民生会不清楚, 如果是真不了解, 那他就是笨蛋加失职, 如果了解, 此时的朱书记到底是什么想法的, 红昂琢磨了一会儿, 干脆把事情放在了桌面上, 朱书记, 易中岭在沙州从事房地产, 与政府不少官员很熟悉, 我担心社级面太广了, 甚至会牵涉到一些主要领导, 所以我必须要向市委做一个汇报, 朱民生认真地看了红昂一眼,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政法机关不必顾虑那些庸俗的社会关系嘛, 有法必义, 执法必言, 这八个字才是你们应该考虑的, 我表一个态, 易中岭的案子, 不管涉及到哪一个人都要查下去, 小道消息不靠谱, 我们不能凭着小道消息来办案吗, 更不能凭着小道消息来猜测我们的领导, 红昂没有料到朱民生会是这样干脆的态度, 心里有了底, 是, 我明白了, 就在红昂转身要出门之际, 朱民生补充了一句, 这个事情, 你是不是也给黄市长通报一声啊, 红昂来到了黄子弟的办公室, 刘昆急匆匆的出门, 差一点与红昂撞在了一起, 与情绪不佳的黄子弟谈完, 红昂回到办公室, 他正想给公安局长老苏打电话, 老苏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红书记啊, 刚刚把义中岭放出公安局, 他就跑了, 老苏气喘吁吁, 还有一些气急败坏, 红昂急了, 提高了声音, 什么, 这么重要的嫌疑人怎么就放了呢, 要是让义中岭跑了, 你要负全部的责任, 我昨天晚上得到消息啊, 我们高度的重视, 将义中岭限制在了局里, 早晨, 市政府办公室给局里打了电话, 说义中岭是省市两级人大代表, 他的代表资格在没有被撤销之前, 不能限制其人生自由啊, 公安局长老苏在最近一段时间, 与皇子低越走越近, 平时见面对政法委书记红昂很是尊敬, 但是这种尊敬只是表面现象, 在他的内心深处, 政法委书记的分量并不足以让他俯首贴耳, 红昂怒道, 你明明知道义中令有重大的嫌疑, 怎么还能让他脱离掌握呢, 无论如何, 你要想办法让义中令留在公安局啊, 一直要等到按照程序取消人大代表资格以后, 再采取措施吗, 老苏的话中带一些犹豫, 红书记啊, 省人大办公室也打来电话询问这个事情, 府办的刘坤还带来了省人大的传真呢, 我必须得执行啊, 局里也要考虑到案情的特殊, 为了以防万一, 我还派了便衣跟着义中令, 可是这个义中令狡猾得很, 他突然跳上了路边的一辆小车, 这才脱离了掌握, 这路边怎么会有小车呢, 我们的人也没有注意啊, 这个小车被人钻了空子了, 等到我们醒悟过来啊, 开车去追的时候, 早就跑得不见踪影了, 红昂气得想摔电话, 他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调急精兵强将, 查这辆车, 苏局长, 这是杀人大案, 朱书记高度关注此事, 等会儿, 你要直接向朱书记报告, 老苏听红昂的语气是少见的严肃, 连忙解释, 红书记, 公安局一定会全力追捕的, 红昂态度依然很强硬,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公安局必须将义中领控制住, 这是命令, 出了事情, 你要负全责, 红昂挂了电话, 转身又回到了朱民生的办公室, 朱民生见红昂又回来了, 问道, 还是那件事吗, 早在前两天, 朱民生就被省纪委叫到了省里, 省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高祥林, 找他谈了一次话, 将省纪委对沙州暗查的情况, 向他叫了点, 在暗查中, 黄子弟在经济上存在着较大的问题, 主要反映在土地问题上, 省委已经准备暂时将黄子弟调离沙州, 正因为如此, 朱民生对于这个偶发的案件, 才采取了彻查的态度, 朱民生一副成竹在兄的申请, 放了就放了嘛, 一中领事压在五指山下的猴子, 能跑到哪里去啊, 说到这儿, 朱民生心中暗动啊, 公安局长的人选太重要了, 这个老素显然有明显的倾向性, 应该动一动。 在沙州这三年多的时间, 朱民生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此时权力基本掌握在了他的手里, 如果换掉黄子弟, 他将拥有更大的控制权, 只不过市长要是出了事, 他这个市委书记的脸上并不好看, 他现在想的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消除此案在省力领导中可能留下的负面印象。 此时义中岭已经脱离了公安的掌握, 义中岭在半夜被带进了公安局, 有黄子弟这位大市长撑腰, 他原先还是蛮不在乎的, 很快就有公安内部的人员将狗永在广东被抓的消息, 带进了公安局。 义中岭万万没有料到, 狗永竟然没有死, 他更没有想到这个猥琐的家伙, 居然成了传销团伙的重要头目。 义中岭先是觉得好笑, 很快就感觉到了恐惧。 奋斗了近三十年, 已经踏入了新时代的上流社会, 可马上就要面临着灭顶之灾了。 这个犹如晴天霹雳的消息, 让义中岭浑身发抖。 他也算是久利江湖的厉害人物了, 很快他就镇定下来。 这些年来, 义中岭刻意在沙州公检法中结交朋友, 很快就有内部人员把这个消息传给了刘坤。 一切都在侯卫东的猜想之中, 省纪委在沙州暗访了一个多月之后, 终于在人事安排上有了动作, 而这种变动在明眼人的眼中, 便显得有些意味深长了。 多年前那件义阳检察院投毒悬案, 因为一个小人物的意外落网而重新变得柳暗花明, 但这个消息对此事件的三个幕后人物却如晴天霹雳一般。 义中岭这些年来, 刻意在沙州的公检法中结交了不少朋友, 很快就有内部的人员把这个消息传给了刘坤。 这一年多时间, 刘坤从义中岭的手里得到了太多的好处, 他和侯卫东一样是学法律出身的, 他是深深地知道的, 要是义中岭翻船, 那后果是什么呀? 所以刘坤上蹿下跳十分的卖力, 上午刘坤心急如焚, 跑到了黄子弟办公室去讨办法, 被臭骂了一顿, 他还是明白了黄子弟的心思。 与红昂擦肩而过以后, 刘坤用最快的速度来到公安局, 拿出了省人大的传针, 找到了老素, 态度强硬地说道, 黄市长的意思是必须按照省人大的指示精神, 先解决代表资格问题, 然后才能限制人身自由。 刘坤是黄子弟的身边人, 经常帮着黄子弟传话, 而且黄子弟在早晨也说过类似的话, 老素相信, 但是依然有点迟疑, 这可是一阳检察院的杀人案呢, 一中令有重大的嫌疑, 就这样放人不太妥吧。 黄市长提出了明确要求, 省人大也有传针, 就算是出了什么事情, 也怪不到你数据头上吧, 现在公安局里只有狗咏一个人的口供, 没有旁证, 法律呢, 是重证据的, 不中口供, 另外省人大的要求也是有道理的, 而且黄市长还等着我回话呢。 老素犹豫了一会儿, 那, 那就按照黄市长的指示办。 他见刘坤没有走的意思, 便又走出房门, 找到了封管副局长, 简略地讲了前因后果, 我们得有两手准备, 义中令走出公安局的大门, 但是不能脱离我们的视线, 必须有两组人24小时盯着, 确保随时可以把它收进网, 这点很重要, 由你全权负责。 安排妥当, 这才把义中令放了出来。 义中令走出公安局的大门, 看着外面的蓝天白云,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尽管只在里面待了一个晚上, 没有吃什么苦头, 他还是真切地感受到了自由的可贵。 他步行了一段路, 按照约定, 突然跳上了一辆小翘车,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跑了, 在路上, 他用事先准备好的新手机, 接到了刘坤的电话, 刘坤说道, 狗勇此事已经被压在飞机上了, 你看见离开沙洲, 越远越好。 易阳检察院纵火案发生的时候, 刘坤也在意啊, 他对此事是心知肚明啊, 他知道易中岭难脱干系。 易中岭也是一个狠角色, 好, 那我走了, 山水又相逢, 到时候, 咱们再联系。 诺大的一份家产, 只能留给人民政府了。 接到易中岭失控的电话, 老素惊得跳了起来, 既然易中岭精心设计了逃跑路线, 那就意味着百分之一百有问题。 他抓起电话, 要求全市布控, 同时派人搜查易中岭的别墅。 放易中岭出去, 这里面有人大代表身份的原因, 也有证据不足的因素, 更主要的原因, 他是为了讨好皇子弟。 另一方面, 老素毕竟也是办案高手, 自信心很强, 他派出了两组便衣监控易中岭, 自以为随时可以控制他。 没有料到易中岭是大大的狡猾呀, 居然一出门就翘上了车, 这才是美国大片才能有的手法, 给沙州的本土警察上了生动的一刻。 沙州警察立刻全体出动, 在全市范围内追查易中岭, 而易中岭却如一粒水珠落入沙漠, 再也不见踪影了。 黄子弟听了老素的汇报, 心中暗想啊, 刘坤这个人还是有点淡色的, 是个狠角色, 关键的时候能办事, 以前小看了他, 如果挺过了这一关, 不能再把他留在身边了。 想到易中岭的逃脱, 黄子弟的心情稍微有点好转, 他还安慰了一下脸清面黑的刘坤, 省人大有批事嘛, 你是按照规矩办事, 不要担心, 天塌不下来。 黄子弟知道易中岭随时会被抓回来, 他回到家里, 将自己的钱全部给了儿子皇二, 让他赶紧出国。 此时他已经下定了, 一出国就再也不回沙州的决心了。 周昌全很快也得知了此事, 他想起了侯卫东多次提到黄子弟和易中岭交往过密, 又回想了一些细节, 明白自己误信了小人, 顿时在办公室发了大脾气, 摔掉了一个杯子。 黄子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 论嫡系程度并不亚于侯卫东, 出了这种事, 让他既生气又觉得惋惜。 市委书记朱民生得知易中岭逃脱, 他给白包公高祥林打了电话, 讲述事情的全部过程。 省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高祥林此时已经下定了决心, 黄子弟在沙州的工作时间太长了, 有必要进行轮岗吗? 这一次全省要进行借中调整, 你作为市委书记要有所准备啊。 刘坤得知易中岭逃掉以后, 在办公室呆呆地坐了一个多小时啊, 然后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 抱着女友谷枝一阵痛哭。 谷枝对刘坤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 此时正喜滋滋地筹备婚礼呢, 见到刘坤痛哭的样子, 还以为是在单位受了什么委屈, 连忙抱着他温柔地劝气, 好了别哭了啊,出了什么事啊? 出了再大的事情, 咱们可以找黄市长吗? 别哭了。 谷枝抱紧了刘坤, 亲了亲他湿漉漉的脸庞, 温柔的女友,温馨的家庭, 与可能到来的牢狱之灾,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刘坤哭得更厉害了, 悔恨如雨水一般, 铺天盖地。 侯伟东听说了此事, 吃惊倒是吃惊, 却并不着急。 这个案子到了这种程度, 义中岭落网的是迟早的事情。 他先后给祝言和周昌泉打了电话, 报告了事情的经过。 打完这两个电话, 耿耿于怀的十年心结就此放下, 义中岭在侯卫东的心中成了过去事。 义中岭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失踪, 引起了一场风波。 省纪委的相关人员到省人大了解情况, 省人大的同志听了案情很是惊讶, 但是并不惊慌, 义中岭是省人大代表啊, 他被限制人身自由, 没有报告省人大吧? 我们根据法律法规询问此事, 也是依法行事嘛, 如果不询问, 那才是失职呢。 来者向省人大解释, 这个案子比较特殊, 为了防止义中岭潜逃, 我们在当天晚上就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 省人大的同志却说, 如果你们沙州的同志在办案的同时, 马上向省人大报告, 也就不会造成现在的局面了, 不注重程序, 是你们办案机关的通病, 以后一定要吸取教训。 来者被一句话就顶到了墙边, 连忙解释, 哎呀, 办案的时间是深夜嘛, 没有及时报告省人大, 也是情有可原, 当天是谁向省人大报告的, 这个电话很重要啊。 省人大的同志不冷不淡, 这是什么意思? 谁向省人大报告这个事情很重要吗? 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 没有按程序就限制省人大代表, 是不是事实? 我再强调一次, 义中岭是省市人大代表, 办案人员向省市人大报告没有, 如果没有, 这就是违反了办案程序, 程序正义也是正义员, 违反了那就是犯错嘛, 省人大就是过问此事, 并没有要求你们放人, 放人是你们自己决定的吗? 第一次交锋, 没有任何结果, 第二次省纪委领导找到了人大领导, 省人大出示了市人大传真过来的情况报告, 市人大工作人员受到了检查, 这些人大喊冤枉啊, 他们说是义中岭的爱人到家里来向他们反映情况的, 而这些人作为人大的工作人员, 如实向省人大反映情况, 这是工作职责, 并且, 辅办的副主任刘坤打来电话, 在电话里, 刘坤表示, 市领导也是认可他们的做法的, 义中岭的妻子被带到了公安局, 公安局长老肃在党委会上拍了桌子, 义中岭的老婆早就跟义中岭分居了, 他这么快就知道了准确的消息, 这说明我们公安队伍内部有内鬼, 必须要严查, 话虽如此说, 可是真的要调查这个具有侦查经验的内鬼, 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老肃是光打雷没下雨, 在会上说的厉害, 会后并没有一锥到底, 潜逃在外的义中岭, 成为了义阳检察院纵火案, 投毒杀人案等, 一系列事情的关键, 在朱民生的明确指示下, 沙州公安局动用了能够动用的所有高科技手段, 成立了专案组, 对义中岭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追查, 只是人海茫茫, 义中岭不动存折不打电话, 斩断了以前同社会关系的联系, 刑警支队长侯卫国率着专案组四处追踪, 可是意识还没有任何进展, 转眼就到了2002年的12月30日, 水入空餐厅里热气腾腾, 侯卫东坐在上席, 杨柳、秦小红、 燕春平、杜冰、温红围坐在一起, 人林度是主人, 满面春风地招呼着众人, 在座的这些人当中年龄最大的侯卫东即将满33岁了, 最小的是燕春平, 刚刚二十出头, 都算得上是年轻人, 只是这些聚会的人群里, 有一位是副市长, 还有两位市委市府办工作的人员, 一位省委组织部的科长, 这次聚会也就有了观味, 大家尽管看似天南海北的辽大山, 实际上仍然是围绕着侯卫东提起的话题展开, 人林度也邀请了郭兰, 郭兰正在准备来年的考研, 就蜿蜒拒绝了, 人林度举起了酒杯, 侯市长啊, 感谢你的帮助, 这一次人林度得偿心愿, 而且不是一般的心愿, 他由信访办的副主任, 被任命为驻京办事处的主任, 级别提了一级, 职务也比原来实惠的多, 更有发展前途, 今天是聚会, 也是践行, 侯卫东说道, 杨柳啊, 你到市委的时间也不短了, 现在还是正科技啊, 应该再上一个台阶嘛, 人林度也附和着, 对啊, 宁书记封管组织, 杨柳你跟着他很有发展前途啊, 争取早日升到复处, 再放出去啊, 也就是一方诸侯了, 杨柳倒是比以前洒脱, 我不是当官的料, 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 顺其自然, 我是个女人, 年轻的时候还有点追求, 现在都满了三十岁了, 家庭和睦才是第一位的, 说到后来, 大家提到了最近发生在沙州的, 义中岭的案子, 秦小红如今是做企业, 从另一个角度, 对义中岭了解的很多, 义中岭这个人啊, 别看他在沙州牛哄哄的, 别人拿不到的地他能拿到, 别人办不成的事呢, 他能办成, 其实啊, 那都是黄子弟在后面撑腰呢, 秦小红快人快语, 要不是魏东在南部新区搞了一个交易平台啊, 我估计南部新区那些油水厚的工程啊, 肯定还是被他给垄断了, 侯魏东不愿意轻易谈论黄子弟, 不过在私密的场合, 听一听年轻新锐对时政的看法也有好处, 于是他并没有阻止他们, 任林渡的嘴快, 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个缺点, 喝了几杯酒, 加上在座的诸位都是老同学老朋友,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插话说道, 哎, 我听朋友说啊, 义中岭被关在公安局的时候, 是刘坤亲自去读证, 现在义中岭跑了, 刘坤尽管是代表黄子弟, 这脸面上也不好看的, 那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 杜坯给侯伟东当过秘书, 从侯伟东的身上学到不少本领, 在省委组织部很快站稳了脚跟, 如今已经从电教室调到了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是很有希望的后辈干部, 他为人沉稳, 听着众人的议论, 不做评论, 燕春平的偶像就是杜坯, 每当想到杜坯的位置, 心里就充满了激情, 心中暗想, 杜坯以前就是县城里的小干部, 现在能到省委组织部工作, 一步登了天啊, 以后一定会有好前程的, 我也应该有, 所以燕春平就不断地向杜坯敬酒, 说了些亲热的话, 拉近着两个人的关系, 喝完了酒, 侯卫东叫上了杜坯, 两个人一边散步, 一边聊天, 小慧工作调动好了没有啊, 省里新成立了国资管理局, 从各部门调了一些人, 小慧趁这个机会啊, 调到了省国资局, 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双方的近况, 侯卫东问道, 我看你好像有话要说呀, 是不是近期沙洲有人事调整啊, 杜坯说道, 到底是老领导, 我有什么心事都瞒不住你, 不过这事我也是偶尔听的, 或许是谬传吧, 听杜坯这么说, 侯卫东夸他, 杜坯啊, 你比以前稳重了, 老领导说的不错, 我只是练习参加了部委会, 听说黄子低将于近期调到 省农业厅当副厅长, 享受正厅级待遇, 一切都在侯卫东的猜想之中, 省纪委在沙洲暗访了一个多月, 此时调黄子低到农业厅, 那就有些意味深长了, 极有可能是查到了黄子低有什么问题, 然后采用调虎离山之计, 将黄子低调离沙洲, 相关部门就可以从容调查了, 那谁来当这个市长啊, 现在还没有定下来, 有一些争议。 沙洲是领袭全省的第三大城市, 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位置很被看重, 没有省里的主要领导点头, 从外围入手, 基本上没有希望。 以前侯伟东为了接近猛豪放, 费尽了脑筋, 花了不少精力, 这才打入了猛豪放的外圈, 谁知道汤刚热, 猛豪放被调到了中央, 现在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 与他这个副市长隔了一层玻璃, 如果要达到以前的关系, 那将是一场新的长征啊。 与杜冰分手之后, 侯伟东步入了新月楼的大厅, 突然觉得身心有些疲惫, 官无止境啊, 一击一击往上爬, 何日才是个尽头呢? 这种心态, 从他参加工作以来, 还很少有过, 以前都是一心想着如何向上发展, 可今天, 突然觉得仕途就像人的欲望, 仿佛永远都没有尽头。 回到家中, 女儿正在一本正经的画画, 小家翘着屁股擦地板, 见了侯伟东, 站起身来, 哎呀, 为了这个正处级啊, 人林度奋斗了十年, 总算得偿所愿啊。 侯伟东坐在女儿的旁边, 闻着女儿身上特有的香味, 看着充满童趣的画, 只觉得家庭十分的温馨。 哎呀, 得偿所愿, 早得很啊, 一山还有一山高啊, 人的欲望, 永无止境。 小家把手放在侯伟东宽厚的肩膀上, 常理与领西汽车厂联姻了, 爸也得回家, 今天他找了我, 说还是要到常理去。 张远征被返聘到常理以后, 工资很高, 更重要的是, 他在常理很受尊重, 无论走到哪个车间, 都被人称为张公。 在工厂工作了几十年, 退休后才获得这种荣誉, 他很享受这种状态, 乐此不疲。 侯伟东说道, 以前沙桌农用车厂啊, 是属于世俗企业的, 朱元斌是有求于我, 如今成了领西汽车厂的车舰, 我说话不一定管用了, 既然退了休, 就让爸在家享清福吧, 何必顶着满头白发去上班呢? 哎, 老公啊, 恐怕我觉得, 爸只有在工厂上班才是享福呢, 你这个当女婿啊, 还是要满足老丈人的愿望吗? 侯伟东说道, 朱厂长很会处理关系, 他到了领西厂啊, 也会把这种关系啊, 向领西厂讲透, 如果想将爸爸留在厂里, 自然会留, 不会让我开口的, 如果需要我开口了, 那不留也罢了。 小家也觉得有道理, 那我再去劝劝他吧, 让他别去上班了, 实在想做事情啊, 我们送他几台机床, 让他自己去当厂长吧。 侯伟东连忙说, 哎, 火风煤矿, 都被人查了无数次了, 现在又开机械厂, 你这是让爸消遣, 可是在别人眼里, 这就是经商办企业啊, 而且恰好是我分管的范围啊。 小家把头靠在了侯伟东的肩膀上, 哎, 我听小道消息说, 皇子低于义中领一起搞了许多钱, 要进监狱啊, 当官可是个高危行业, 这几年杀众干部进监狱的也不少啊, 那刘传达, 财政局的劳孔, 想想有多少个人了, 老公, 我们不缺钱啊, 知足常乐, 你也别太在意仕途上的升迁。 转眼过了元旦, 2003年昂首挺胸的来了, 在这新的一年里, 第一起震动沙洲官场的消息, 就是市长换人了。 树岛胡孙散, 当主要人物纷纷败露之后, 黄子低的秘书刘坤这样的小人物, 便也开始惶惶不可终日了。 一切都在侯卫东的猜想之中, 省纪委在沙洲暗访了一个多月之后, 终于在人事安排上有了动作, 而这种变动, 在明眼人的眼中便显得有些意味深长。 转眼间过了元旦, 2003年昂首挺胸的来了。 新年第一起震动沙洲官场的消息, 就是市长换人, 黄子低调到了省农业厅担任副厅长, 市委副书记宁月出任代理市长。 宁月成为代理市长, 意味着市委副书记的位置便空了出来, 于是凡是符合条件的官员们便动起了脑筋, 这种竞争是没有硝烟的战斗, 异常激烈。 第二起震动也与黄子低有关。 元旦刚过, 黄子低到省农业厅报道, 他在沙洲当市长的时候万众瞩目, 一举一动都受人关注, 但是到了省农业厅, 他变成了排名第四的副厅长, 权力变小, 受关注度就更小了。 从当沙洲市委秘书长开始, 一直到省农业厅的副厅长, 黄子低苦心积累了八百多万的财富, 其中有近六百万, 是来自当副书记和市长期间, 而义中领的钱占了有一半以上。 当义中领外逃之时, 黄子低也知道东窗事发是迟早的事情, 于是他就计划着出国。 黄子低到农业厅报道以后, 立刻请了病假, 厅里都知道从实职市长到农业厅 担任第四副厅长意味着什么, 带着对他的几分同情, 人们以为他是在闹情绪, 丝毫没有想到黄子低的真实意图。 黄子低早就利用关系, 用另外的名字办了一个身份证, 把护照也拿到了手。 南下广州以后, 经香港出国, 与妻子女儿和儿子会失于加拿大了。 元旦过后十来天, 黄子低还是没有来上班, 厅长偶尔想起了这个事情, 就问道, 黄厅长的病情如何呀? 办公室的通知去看望过吗? 厅里的人这才去联系黄子低, 结果没有音讯, 又过了半个月, 仍然无法联系上黄子低, 厅里这才引起了重视, 苦勋无果后, 只好上报到了省委和省政府, 黄子低外逃之事, 这才大白于天下。 省委高层极为震怒, 省委书记钱国亮罕见地拍了桌子, 指示道, 黄子低外逃在省内外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一定要想办法把黄子低压卸回国。 相关机构得到批示以后, 按照省委前书记的指示, 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工作, 由于义中岭和黄子低关系密切, 抓捕义中岭的工作, 便纳入了省公安厅的重点工作之中。 在黄子低离开沙州之前, 刘坤已经被安排在了东城区担任副区长, 在黄子低即将调离的背景之下, 这也算是很不错的安排了。 当刘坤听到黄子低外逃之后, 顿时失魂落魄, 他将自己关在了办公室里, 天黑之后才走出办公室, 步行来到了姐姐家里。 纪海洋正在和刘里聊天, 他们俩也恰好谈到了这个话题。 刘丽的丈夫担任财政局长, 是黄子低的大钱袋子, 而弟弟在给黄子低当秘书。 此时黄子低外逃, 受到最大冲击的恰好是刘丽这家人。 刘丽就像受了惊的小马, 依偎在沙发的角落。 老公啊,我怕他很啊, 你实话跟我说, 黄子低倒了, 你会不会有影响啊? 纪海洋与刘丽的夫妻关系挺好的。 他爱连着看着自己这位温柔而聪明的妻子。 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啊, 叫做《小兵张嘎》, 里面有一句话, 别看今天蹦得欢, 小心明天拉青蛋。 我一直印象深刻呀。 当了财政局长, 看似威风。 其实啊, 那是坐在火药桶上啊, 前人的老孔不就是教训吗? 我那一切都按规矩吧, 晚上睡得着觉, 你放心吧。 其实这个话题啊, 刘丽已经问过很多次了, 可是他再一次听到老公肯定的回答, 这才安下心来。 他很快又把担心放在了弟弟身上。 那, 那你说, 刘坤会不会有事啊? 这个嘛, 哎呀, 你得让刘坤来说了。 纪海洋对这个问题倒不好回答, 他对这个小舅子的看法并不太好, 在他的内心深处, 他觉得十有八九, 这个小舅子会陷在黄子迪的案子之中, 夫妻俩正说着, 刘坤就在外面敲门了, 他如行尸走肉一般走进了屋子, 坐在客厅里面一句话也不说。 刘丽和纪海洋对视了一眼, 纪海洋点了点头, 刘丽说道, 刘坤啊, 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是不是跟黄子弟有牵连? 刘坤双手插在头发里, 额头抵在桌子上, 一句话也不说, 纪海洋皱了皱眉头, 你是不是拿了一钟领的钱啊, 拿了多少? 我没拿多少, 他前后就给了我三十万, 刘坤的脸上有些变形, 带着哭腔, 这个社会真他妈不公平, 你口味中大把大把的赚钱, 开奥迪住好房子还一样当官, 我工作十年就拿了三十万, 我只拿了三十万呢, 纪海洋说道, 侯卫东这一年有不少的检举信, 是你写的吧? 我写了几封, 还有其他人也写了, 他这个人什么都想占, 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 刘丽听说刘坤收了一钟领三十万, 火气顿时就上来了, 你, 你关后你自己的事情就行了吗? 侯卫东要当官要发财, 那是他的本事, 关你屁事啊, 你有本事就不违法, 也能当官发财? 刘坤终于爆发了, 好好好, 你嫁了财政局长, 当然不知道没有钱是什么滋味啊, 我现在是个副处级, 工资也就是一千四百多块钱, 这点钱够花吗? 刘丽和刘坤是亲姐弟, 但是两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 刘坤像他的妈妈, 刘丽更像爸爸, 而爸爸的性格明显要比妈妈的好, 两姐弟从小到大就在争吵, 刘丽说, 你除了工资之外, 给市长当秘书, 每天也收到不少红包吧? 这种挥则收入并不少啊, 比起同样的付出级, 你的待遇够优厚了, 怎么还想着弄钱啊? 我是个男人, 哪个男人不想有钱啊? 凭什么侯卫东就应该有钱啊? 我就应该吃苦啊, 当年我们寝室, 讲大力有钱才是做生意赚的, 侯卫东有钱算什么呀? 他就是靠权力到来的。 你呀, 侯卫东跟你一起毕业, 他分到了清临镇, 他当时就是个穷光蛋, 他有什么权力去赚钱啊? 姐弟俩就这样争吵了起来, 在争论中, 刘坤暂时忘记了痛苦, 纪海洋听了一会儿, 终于开始发话了, 行了, 你们俩先不要吵了, 考虑一下现实的问题吧, 他坐在刘坤的对面, 刘坤, 你打算怎么办? 我脑子乱得很, 我不知道怎么办, 纪海洋很客观地帮着他分析, 其实你最应该关心的不是黄子弟, 而是义中岭, 对不对? 对, 如果义中岭一直没有被捉到, 或者已经死了, 你可能就没事了, 对不对? 对, 那么你认为这两种情况的几率有多大呀? 我听说省委的前书记, 专门针对黄子弟案做了批示, 义中岭也被列为省里的大案了, 刘坤双手插在了头发之中, 致一向整齐的发型而不顾, 哎呀, 各有一半的可能吧, 纪海洋作为姐夫, 在这种大事上, 也持着谨慎的态度, 共产党要是认真起来, 有什么事情办不好? 这个事我建议啊, 你单独征求一下爸的意见, 他经验丰富, 判断力也好啊, 刘丽在旁边急了, 哎呀, 那你到底什么看法呀? 纪海洋不紧不慢, 黄子弟出逃, 作为他的秘书, 刘坤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 有了义中岭的这三十万呢, 刘坤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 牢狱之在,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其实刘坤心里一直也在交战着, 他目前面临的处境有四, 一, 主动交代, 可是义中岭没有落网, 那他就是自投落网, 太傻了, 第二, 主动交代, 义中岭落网, 自己呢, 算是自首, 减轻处罚, 第三, 那就是不交代, 而义中岭没有落网, 这是他希望的最好的结果, 这样他就可以继续当他的东城区副区长, 第四呢, 那就是不交代, 而义中岭落网, 那三十万, 则意味着十年以上的刑期, 这四种结局让刘坤犹豫不决, 也导致了他痛苦不堪, 纪海洋对刘丽说道, 这个事情啊, 最好征求一下爸爸的意见, 已经退休的原义阳县委宣传部部长刘军, 赶到纪海洋的家里, 一进门, 他脸色灰黑, 上前就踹了刘坤一脚, 被刘丽拉住以后, 胸口急剧的起伏, 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刘军指着刘坤说, 你, 你这个逆子, 赶紧去自首啊, 爸, 自首我就完了, 刘军气得眼泪也要流出来了, 他指着刘坤的鼻子, 自首以后还可以灵活处理啊, 不自首你就等着坐牢吧, 刘丽颇有一些机制, 他在一旁说, 你是黄子弟的秘书, 黄子弟跑到了国外, 你可以把这些钱啊, 都推在黄子弟的身上, 你可以去检举揭发他呀, 自从老岳仗刘军来了以后, 纪海洋没有说话, 刘军铁青着脸在屋里转了一会儿, 小丽所说的法子未尝不可一用啊, 只是你必须要先说清楚, 当时这几笔钱是什么具体情况, 一夜商量无果, 刘军和刘坤回到自己的家里, 纪海洋和刘丽忧心忡忡, 刘丽说道, 老公啊, 对不起啊, 你是不是也有可能受到牵连啊, 纪海洋拍了拍刘丽的后背, 别担心, 我很清白, 今天的事啊, 我们也做了规券, 但是要让我去揭发刘坤, 我还没有这么硬的心肠啊, 刘丽此时已经恨透了自己这位弟弟, 哎呀, 如果刘坤犯了什么事, 我们要是不去检举, 是不是包庇罪啊, 我们结婚才不久, 就把你牵连到这里面来, 真是对不起, 没事儿嘛, 我是你的丈夫, 有事儿当然应该一起承担了, 我个人觉得这个刘坤啊, 还是不要心存幻想, 要勇敢面对现实啊, 两口子一夜无眠, 晚上, 刘坤的妈妈得知了此事, 他抱着刘坤一阵痛哭, 坚决不准刘坤去自首, 两口子爆发了结婚以来, 最激烈的争吵, 最后刘坤第一次, 给了刘坤妈妈两个耳光, 恶狠狠地说, 刘坤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全是他妈妈惯的, 以前如果严加管教的话, 这个儿子不至于此, 第二天早晨, 当刘坤失魂落魄地从房间里出来, 被刘坤叫住了, 站住, 把头发收整齐, 刘坤和刘坤父子俩有着明显的区别, 刘坤黑瘦, 刘坤白胖, 一人衣着简朴, 一人衣着时尚, 此时黑瘦的刘坤派了派刘坤的肩膀, 人这一辈子都要经历坎坷吗, 你是男子汉, 不要被眼前的困难吓到, 挺起胸膛勇敢一点, 我和你妈, 还有你姐和姐夫都支持你, 就算是丢了工作, 只要人自由, 你还可以经商做生意吗, 刘坤心虚地说道, 爸, 你陪我去吧, 我担心走进纪委的门, 就出不来了, 我陪你到门口, 按照我们商量的说, 我相信这个方案是可行的, 我估计省纪委和市纪委很快就要找你谈话, 甚至双规都有可能, 你主动把问题说清楚, 至少争取一个好态度吗, 昨天夜里, 刘均和刘坤连夜进行了商量, 刘均的想法是, 义中领被全国通缉, 被抓是迟早的事, 被抓以后, 那三十万的事情肯定会被捅出来,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之下, 任何意志都将被粉碎, 这是刘均几十年的经验可以证明的事情, 而目前黄子弟逃到了境外, 他被压卸回国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把三十万的事情都推到黄子弟的身上, 是一条可行之策, 刘均陪着刘坤来到了沙州市委大院, 他看着儿子走进大楼, 不由自主地长叹了一声, 这样做也是在玩火呀, 可是为了儿子, 只好出此下策, 刘均暗自祈祷啊, 祈祷黄子弟永远不要回来, 只要黄子弟不回国, 刘坤也就安全了, 刘坤交代完事情, 果然如刘均所判, 在第三天, 他走出纪委的大门, 并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 刘均的头发, 在这三天的时间里, 全都白了, 一见到儿子就问, 怎么样, 刘坤说道, 纪委这些人啊, 都是狗眼看人地, 问了材料, 还要求我随时接受调查, 经过调查以后, 才给结论, 以前我到纪委, 纪委的人态度好得很, 如今呢, 刘均生气的说, 你不要老想着别人的错误, 你要想一想, 自己为什么会落到这堵田地, 与侯卫东比起来, 你, 话说到这儿, 刘均把话咽了回去, 在这个时候, 他不想刺激儿子了, 刘坤闷声地说道, 当官这条路我是走到底了, 我要辞职, 去做生意, 你没有做过生意啊, 能行吗? 我姐夫是财政局长, 从他手里找点事, 总是一条生路吧, 当天晚上, 刘均找到了女婿纪海洋, 刘均与纪海洋以前是同事, 现在是翁婿, 关系挺好, 聊了一会儿, 刘均落了泪, 哎呀, 这个刘坤不争气啊, 我们给他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 都被他浪费了, 是扶不起的阿斗啊, 这小子在仕途上已经没有发展前途了, 做生意就做生意吧, 总是一条路嘛, 纪海洋当然理解刘均的选择, 可是作为女婿, 很多话他实在不好说, 我还在财政局的位置上, 既然他要做生意, 我可以介绍一些业务给他吗, 只要合法赚钱, 拿起来心安理得, 晚上也能睡得好觉, 第二天, 痛苦万分的刘坤, 上交了辞职信, 紧接着这段时间, 省纪委和市纪委多次找刘坤谈话, 除了这三十万, 刘坤还是有选择的交代了黄子弟, 与外地商人的两次交易, 这位省纪委侦办黄子弟案件, 提供了新的线索, 在交代问题的时候, 刘坤按照父亲刘均的交代, 只谈外地商人与黄子弟的交易, 凡是涉及沙州市的干部, 他尽量绕过, 只要本地的事情不被搞大, 刘坤就有容身的位置, 刘坤辞职以后, 女朋友谷之, 毅然选择了与他分手, 侯委东与刘坤性格不合, 从沙州学院毕业以后, 他就和刘坤纠缠在一起, 至今已是十多年了, 此时刘坤黯然退出了沙州政治舞台, 侯委东也有一些默然, 每个人的道路是自己所选择的, 也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和责任, 刘坤当然要为他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此时的侯委东坐在金星大酒店的落地窗前, 看着车窗下面的车来车往, 不禁问自己, 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吗? 这一次他来到领西, 是为了常务副市长的职位, 宁悦成为代理市长以后, 杨森林由常务副市长改任为市委副书记, 这样一来, 沙州市政府就空缺一位常务副市长, 在沙州几位副市长之中, 侯委东年富力强, 竞争力很强, 他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今天他和猛后市一起来到了领西, 是为了与省长朱建国见面, 等到了五点, 猛后市打来电话, 伟东啊, 建国省长临时有事啊, 今天晚上不能出来了, 秘书长, 那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我带你到一个好地方, 叫沙州印象, 这是沙州人在省城开的饭馆啊, 吃罢晚饭, 侯委东让驾驶员送猛后市回沙州, 他按照老习惯住进了金星大酒店, 第二天早晨十点, 侯委东与楚修红通了电话, 先了解了周昌全的近况, 这才来到了省政府, 来到周昌全的办公室, 在门口他就遇到了楚修红, 楚修红把侯卫东让进了办公室, 低声说, 周省长在卫生间呢, 心情不太好, 侯卫东明知故问, 什么事啊, 让老领导不开心, 哎呀, 还是黄子弟嘛, 黄子弟出了事情以后啊, 周省长一直不太高兴, 是啊, 黄子弟辜负了周省长的期望, 责任在他自身, 周省长太较真了, 心里才有包袱, 我今天中午想请他吃个饭, 陪他说说话, 侯卫东选在这个时候, 来到周昌全的办公室, 是有意请老领导吃午饭的, 说了这话, 侯卫东心中暗想啊, 周省长久经官场, 人情恋达, 目光如炬, 难道他没有发现, 黄子弟的贪欲吗, 侯卫东闷心自问, 如果燕春平跟了我十年, 而且一直忠心耿耿, 即使他有缺点, 我难道还要坚持原则, 把他放弃, 如果真能做到这一步, 要么是伪君子, 要么是真圣人, 周省长既不是伪君子, 也不是真圣人, 所以他明知黄子弟心探, 却依然使用了他, 我呢, 我不是伪君子, 我也不是真圣人, 十有八九会和周省长同样处理啊, 说到底, 这就是人性的弱点。 在办公室坐了十几分钟, 周昌泉才从卫生间里出来, 他的脸色倒也平常, 卫东来了, 修红泡茶。 在侯卫东的印象中, 周昌泉精力旺盛行动干练, 可今天在办公室等着他便秘, 这让他意识到, 周昌泉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时间一天天的流逝, 有些人老了, 有些人进入中年了, 而有些人如八九点钟的太阳, 侯卫东在心里暗想, 我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 岁月无情, 或许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我也会走到周省长的这个年龄吧。 这一天, 侯卫东与老友们在沙州宴想吃饭, 竟意外地遇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演播王明军, 责任编辑徐北碑, 录音师贺希平, 感谢您的收听。 树岛胡孙散, 当主要人物纷纷败露之后, 黄子弟的秘书刘坤这样的小人物, 便也开始惶惶不可终日了。 周昌泉站在桌子旁边活动着腰腿, 哎呀, 人老了, 身体机能就退化了, 以前从来就没有便秘过呀, 可是现在上个厕所呀, 就像兽型一样。 侯卫东站在周昌泉的身旁, 也跟着他一起做起了扭腰运动, 周省长, 这两年我动的也少, 不是坐办公室啊, 就是坐车, 这肚子也鼓起来了。 周昌泉一直是干瘦的身材, 相较之下, 侯卫东要壮士许多, 周昌泉打量了侯卫东几眼, 你还年轻吗, 平时要注意锻炼, 年纪轻轻就长一个啤酒度啊, 既对身体不好, 也影响政府的公众形象嘛。 侯卫东有意识地把气氛搞轻松一些, 是, 坚决按照领导指示吧, 多走路少吃肉, 长精神没有度。 周昌泉没有笑, 他继续活动了一会儿, 这才做起来。 沙州改制还顺利吧? 侯卫东端正了身体, 也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第一批改制企业基本上很顺利, 根据企业不同, 操作模式也有不同, 有代表性的是捐防厂, 搞的是管理层收购, 沙州农用车厂与领袭汽车厂合并, 还有两个企业是直接破产, 到目前还没有出现群体性的事件。 侯卫东参与并主导了沙州市 国有企业的改制, 谈起此事如鼠家珍。 周昌泉从右手的一叠文件中抽出了一份, 我正想跟你谈谈这个改制的事呢, 目前中央部委吹了风, 在各地的实践之中, 管理层收购存在着不少问题, 财政部将在近期叫停管理层收购。 关于管理层收购, 各方一直有争论, 争论的焦点还是集中于国有资产流失。 侯卫东这是第一次听到官方的正式消息, 心有所忧, 管理层收购是一种手段, 只要控制得好, 完全可以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国内有很多成功的先例嘛, 现在怎么说停就停了呢? 财政部的相关文件已经出台了, 你以后的操作思路要有相应的变化呀。 侯卫东原本还准备继续推行MBO, 此时中央有政策叫明确叫停, 这就如集中精力准备打沙袋, 结果沙袋突然凭空消失了, 这让侯卫东有一种失去重心的感觉。 周昌全也没有过多的解释, 省力接到不少的信呢, 反应有人趁着沙周改制上下起手, 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这有人恐怕就是指你吧? 自从改制以来, 侯卫东已经做好了被骂名的准备, 他知道周昌全的心结在什么地方, 老领导, 我问心无愧啊, 说实话, 在企业改制过程中, 我个人没有任何的私利, 绝对没有弄什么手脚。 说到这儿, 周昌全的表情忽然有些暗淡, 我还是放心你的啊, 黄子弟这个人啊, 就是被这些小滩小鱼毁掉的, 他以前喜欢打打麻将, 搞点小刺激, 不少别有用心的人就投其所好, 专门陪他打麻将, 他就这样, 一步一步的被拉下了水啊。 侯伟东的心里一阵汗颜, 他当初和祝言一起, 也陪着黄子弟在财税宾馆打过麻将, 当时的几位排友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财政局老孔进了监狱, 黄子弟外逃, 只有当时的县委书记祝言, 成长为了茂云市委书记, 侯伟东心中暗响啊, 在领袭, 权重未重, 就意味着是高危行业, 这几年犯事的官员还真不少啊。 周创权加重了语气, 严肃地说道, 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啊, 这句话是对我们领导干部最好的警醒, 侯伟东啊, 你不要让我失望, 我也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另外呢, 向波这个人你要注意, 他熟悉工厂的情况, 最近怨气很大呀。 周创权在沙州工作多年, 又封管全省的工业, 消息灵通得很, 给侯伟东打了一针预防针, 接着又说, 省里也要派出工作组啊, 要对改制中或许存在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进行调查, 你要有心理准备。 侯伟东搞改制, 完全是为了解决监防厂积累多年的问题, 根本没有一丁点从里面捞钱的欲望。 侯伟东说道, 老首长啊, 心底无私天地宽, 省里的工作组如果来沙州, 是对改制工作的促进, 也可以给沙州的国有企业改革一个公平的评价吗? 周昌权一直在观察着侯伟东, 他见侯伟东说话的时候, 神情自然, 眼睛清澈, 心中暗响, 侯伟东不似在作为啊。 可他转念又想, 自己这套官人书是有效果的, 可明明黄子弟有贪欲, 自己还让他做了市委副书记, 把他放在更高的位置上, 这是害了他呀。 黄子弟跟了自己十几年, 是他带着黄子弟上岗的, 这说明自己并没有通过人情观, 可是真要是能过了这人情观, 以后谁还肯真正地跟随着自己呢? 两个人聊了一会儿, 已经到了中午十二点了, 侯伟东说道, 老英导, 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啊, 就到上次的沙州印象。 在他来之前, 已经在电话里说明了来意, 周昌泉也就轻轻松松地 同侯伟东一起吃饭, 走吧, 很有一段时间, 咱们没有单独吃一顿饭了。 到了沙州印象, 地道的沙州菜摆上桌子, 这让周昌泉很有食欲, 老刑亲自拿了一瓶茅台, 一进门就打招呼, 各位领导啊, 这是我从茅台酒厂买来的酒, 正宗得很耐。 在一般情况下, 周昌泉中午是滴酒不沾的, 储修红正要开口, 侯伟东说道, 老领导, 今天我陪你喝两杯吧。 周昌泉没有拒绝, 好吧, 我就喝一杯。 午餐就是周昌泉和前后两任秘书, 驾驶员, 大家关系都还挺不错, 吃得温馨而自在。 周昌泉喝完一杯, 侯伟东又给他倒了一杯, 老领导, 我再敬你一杯。 周昌泉黑瘦的脸上有了一些红润, 好吧, 那今天就破例了。 一瓶茅台酒喝完, 侯伟东没有多少感觉, 周昌泉却醉了, 走路不稳, 出门之时, 侯伟东扶着他的胳膊。 周昌泉喃喃地说着, 伟东啊, 你大有前途啊, 不过一定要管住自己的手, 切莫伸手啊。 哎呀, 黄子弟就是一个典型, 你和楚秋红不要学他。 说到这儿, 周昌泉进一步叮嘱, 伟东啊, 以后你用人的时候要注意, 如果发现手下人有缺点, 一定要敲打, 以前我对这个黄子弟是太纵容了。 到了小区的楼下, 周昌泉基本走不动了, 侯伟东就把他搀扶着上了楼。 周夫人与侯伟东也很熟, 与他一起又把周昌泉扶到了床上, 唠叨着, 老周啊, 你都多年没有喝醉过了, 今天怎么喝这么多呀? 侯伟东与楚秋红都站在床前, 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对周昌泉 为什么喝醉而做结识, 等到周昌泉躺下, 两个人告辞而出。 一出楼, 楚秋红就伸了个懒腰, 老板喝醉也有好处, 我们可以给自己放半天假吗? 侯伟东笑了, 平时挺忙吧? 你知道老板的性格, 每天是连轴转, 体力好得很呢。 侯伟东封管沙州的国有企业, 周昌泉封管了全省的国有企业, 其难度可想而知, 他不仅要考虑操作层面的事情, 而且要知道全省的政策。 穷啊, 全省一共执行了多少建管理层收购啊? 楚秋红想了想, 大家对这个事还挺谨慎的, 加上沙州一样啊, 也就是三建, 现在全国国有资产流失的调子很高, 财政部已经叫停了MBO, 以后要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各省也要成立相应的机构, 行使国家权力。 侯伟东倒没有把这太当一回事, 他心中暗想, 不能搞MBO啊, 还有其他的改制措施, 条条道路送罗马。 如今沙州走出了第一步改制, 最终的目的, 还是要将所有世属国有企业全部推向市场, 企业以后只能靠市场, 不再靠市场了。 走到车前, 楚修红说道, 侯市长, 下午你怎么安排啊? 我正在装修房子, 趁着这个机会, 我去看看装修材料。 是吗? 正好啊, 我有个朋友就是搞装修的, 咱们一起去吧。 听了侯伟东所说的牌子, 楚修红有一些迟疑, 哎呀伟东, 这个牌子我去看过, 光卫玉和厨房这一块就要两三万, 太贵了。 2003年的时候, 楚修红这种副初级干部的工资也就一千三百多元, 加上年终奖金, 年工资也就三万左右。 如果说有灰色收入的话, 楚修红的灰色收入主要来源于节假日, 跟随周昌权得到的红包, 一般来说, 每个红包是五百到两千不等。 也就是说, 作为副省长的副初级秘书, 楚修红一年的收入, 加起来一共才有五六万, 这个收入在省政府里面已经算不错了。 不过偌大的一个省政府, 副初级以上的干部毕竟是少数, 大部分也都是科长以及科长以下的干部, 能有灰色收入的干部则更少了。 侯卫东说道, 店老板叫做曾献刚, 以前在易阳上清林当村委会主任, 我在上清林当住村干部, 熟悉得很, 无论如何他都会打折的。 来到酒店, 曾献刚穿着大衣迎在门口, 他身材高大, 戴着淡黑色的眼镜, 倒也是虎虎声微。 邱楚红心中暗想, 这个村委会主任很有派头吗? 还挺有沧桑感的。 他与曾献刚握手的时候, 明显感到了曾献刚手上, 还没有完全消退的硬结。 宋志成如今是实际掌管着领袭的商店, 他最喜欢的人是侯卫东, 最不喜欢的人是曾献永和情感。 听说侯卫东来了, 他赶紧来到了会议室里, 他一进门就嚷嚷, 曾献刚笨手笨脚的, 让我来。 他坐在了曾献刚的身旁, 接过了功夫茶的掌控权。 侯卫东酒量很好, 却不喜欢喝酒, 他喜欢喝茶, 却弄不懂茶道。 此时看着宋志成用优雅的姿势泡了茶, 接了过来, 嗅了嗅, 哎呀真香啊, 只是不太够喝。 宋志成开玩笑, 你跟曾献刚一样, 只会牛硬不懂得享受。 喝了功夫茶, 侯卫东道明了来意。 听说这个楚修红是周昌泉的秘书, 宋志成爽快得很, 我带你去跳, 您是侯市长的朋友啊, 我一律打折, 打五折。 说到打折的时候, 宋志成稍稍犹豫了一下, 还是将嘴边的七折变成了五折。 等到宋志成下了楼, 曾献刚摇着头对侯卫东说, 哎呀, 这个人呢, 小家子起, 你带楚修红到我这来, 那是没有把我当外人, 还打什么五折。 我等会儿啊, 派人去看看楚修红的房子, 选一套送过去就行了嘛。 以曾献刚的身价来说, 给领导秘书送点卫浴产品, 那确实是小意思, 宋志成的方式是精明, 而曾献刚的这种经过磨难之人, 则是真聪明。 侯卫东摇了摇头, 修红这个人好, 不贪, 打个折就行了, 要真是白送给他呀, 会把他吓着的。 曾献刚打定主意, 送一套卫浴, 哎呀, 行了, 放心吧, 我知道怎么处理。 你的儿子情况怎么样? 聊了几句, 侯卫东问起了当年得自闭症的曾家的长子, 还行吧, 这小子读书看来是不成了, 我准备让他去当兵, 过过集体生活, 回来以后跟着我贯。 曾献刚如今生意有成, 底气就足, 与当年面见益阳县交通局的高建时候的居树不安, 有着天壤之别。 挑选完卫浴产品, 楚修红要付钱, 曾献刚说道, 险莫付钱嘛, 不要着急, 安装好了以后, 你先试过, 觉得可以, 再付钱。 楚修红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 他有些坠坠不安, 趁着曾献刚去上厕所, 他对侯卫东说, 侯哥, 这合适吗? 我心里有数, 你不用担心, 那今天晚上, 我请曾总一架吃饭。 这个时候曾献刚从卫生间走了出来, 楚秘书你是见外了, 卫东跟我那是老朋友啊, 他来到我这里, 怎么能让你请客? 侯卫东原本准备回沙洲, 在曾献刚的挽留之下, 也就到了老行的沙洲印象订了餐。 侯卫东就说, 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沙洲, 我, 修红, 献哥, 以及老行, 都是从沙洲出来的嘛, 等一会儿啊, 我把杜冰叫来。 楚修红建议, 省报的段英也是从沙洲出来的, 是不是把他也请过来? 侯卫东就说, 那你给段英打个电话, 我看看, 能不能请动赵东啊? 在最近几次人事调整之中, 侯卫东已经深感自己的人脉不够深厚, 陈曙光, 朱小勇等人暂时处于前夫妻, 如今能靠得上的人还是周昌泉, 而周昌泉在沙洲人事上有些特殊不便过多的插手, 他在找机会与赵东接触。 接到侯卫东的电话, 赵东的态度很不错, 晚上还说不清楚啊, 稍晚一点, 我给你回电话, 侯卫东就说, 我在沙洲印象恭候啊, 沙洲印象也是沙洲人开的, 很有特色。 到了沙洲印象, 老行见到了侯卫东与曾献刚, 脸上乐开了花, 他拿出最好的茶, 又找来了景德镇的瓷器, 亲自把茶水端了上来, 白净的瓷器, 绿意盎然的茶叶, 还有扑面而来的香气, 很合侯卫东的口味, 这多好嘛, 你们家小宋的茶叶是好, 就是太秀真了, 我们这种土便喝起来不过瘾, 曾献刚深有同感, 哎呀, 疯子, 我跟你的感觉一样, 我也觉得我老婆的什么这个茶道啊, 那是小娃娃扮家家嘛, 没有意思, 与青林镇的两殿老行见了面, 这让曾献刚似乎又回到了从前, 又叫起了侯卫东想遍上青林的绰号, 听到疯子这个称呼, 侯卫东很感慨啊, 现在大家都叫我侯市长, 可是侯市长的称呼啊, 哪里有疯子听起来顺耳啊, 就凭这个称呼, 晚上多喝几杯, 说话之间, 段英来到了沙州印象, 此时他已经身怀有孕, 挺着略略显怀的肚子, 身体明显的发福了, 几个月了, 四个月了, 诸葛你啊, 小家跟我说了好多次了, 要到领袭来见你, 他就是一直忙着走不开啊, 小家是副局长, 当然要忙的, 哎呀, 瞎忙, 侯卫东与段英有过一段激情, 两个人数次见面, 尽管大家都尽量表现得很正常, 可是毕竟有个疙瘩, 此时段英大着肚子, 反而让两个人的关系走上了正常话, 段英听说了黄子弟的事情, 他还是想问问刘坤的事, 尽管两个人已经分手了, 可是遇到这种震动全省的大事, 他还是隐隐地为刘坤担心, 这与爱情无关, 纯粹是关系, 可是在座的人又这么多, 段英忍住了, 没有问, 到了下班的时间, 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的杜冰, 也来到了沙州印象, 等到六点半, 老秦过来问, 侯老弟啊, 什么时候上热菜啊, 侯卫东看了看表, 再等等吧, 到了六点四十分, 赵冬打来了电话, 卫东啊, 我还要耽误一会儿啊, 你们先吃, 侯卫东说道, 赵主任, 你是老领导, 我们等着你来开席啊, 侯卫东在成津县当县委书记的时候, 赵冬是沙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他称呼赵冬老领导, 何行何礼, 又等了一会儿, 除了段英何礼碗土鸡汤之外, 大家坐在一起闲聊, 都没有动筷子, 老行正在院子里看盆景, 他忽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连忙上去招呼, 祝书记, 您好啊, 快请进, 祝言, 蒋玉心和女儿祝梅儿子祝剑, 一起走进了院子, 祝言对老行没有印象, 您好啊, 你是, 我以前啊, 在一阳粮食局工作, 后来呢, 在一阳清临镇的粮站工作, 我跟侯卫东以前是同事的, 这个时候侯卫东已经闻声走了出来, 祝祝剑, 蒋院长, 祝梅, 祝剑, 他一叠声的打着招呼, 在沙州印象遇到侯卫东, 这是情理之中, 预料之外的事情, 祝言说, 你也在这吃饭啊, 沙州的国旗改制是怎么样啊, 侯卫东在国旗改制上态度坚决, 也受到了当年祝卖光的影响, 还算顺利吧, 不过矛盾也不少, 女大十八变, 此时的祝梅已经完全是大姑娘的模样, 猛地见到侯卫东, 他只觉得自己的心跳得砰砰有声, 犹如要蹦出来一般, 他表面上还是冷静, 一言不发, 安静地听着两个人谈起工作上的事情, 蒋玉芯听了几句就说, 你们先聊啊, 我们先进去, 侯卫东在心里想着, 过一会儿赵东要来这儿, 看来他跟祝言要碰见了, 在侯卫东的心里, 隐隐地并不希望祝言和赵东见面, 在一次陪外商吃饭的晚宴上, 侯卫东见到了一位号称是世外高人的大师, 但让侯卫东感觉奇怪的是, 这个人似曾相识, 却又实在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这一天, 侯卫东与老友们在沙州宴上吃饭, 竟意外地遇到了久违的祝言一家。 杜冰、楚修红等人赶紧赶过来, 也与祝言见面。 侯卫东介绍, 今天是以前在沙州工作过的一些同事一起吃饭, 这位是杜冰, 我在沉津工作时候的秘书, 如今在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工作。 祝言微微一笑, 省委组织部那可是个好平台啊。 这位是楚修红, 是周省长的秘书, 这位是段英, 以前在沙州日报社工作, 现在是领西日报社的大记者了。 这都是沙州出来的精英啊。 祝言的记忆力很好, 他甚至记得段英曾经是一阳宣传部部长刘军的儿媳妇, 当初从捐防厂调到报社, 刘军还来找过自己。 他见到段英此时身怀有孕, 便猜到他现在应该不是刘军的儿媳妇了。 侯卫东最后介绍曾宪刚, 这位是曾宪刚, 以前啊, 是上青林尖山村的村委会主任, 后来开市场赚了钱, 如今在领西开了连锁商店, 是从上青林走出来的大老板啊。 祝言对体制外的人态度更加友好, 特意与曾宪刚握了手。 这些都是你的老部下呀, 朱书记, 能接见我们吗? 侯卫东看到祝言是一家人来吃饭, 明白他是家宴, 还是发出礼节性的邀请。 果然祝言拱了拱手, 哎呀, 我难得陪家里人一起吃个饭, 我就不跟你们这些年轻人瞎掌和了。 卫东, 你等会儿代表我, 敬各位一杯酒, 好不好? 老行和侯卫东陪着祝言, 挑选了一间环境优雅的房间。 在安排饭菜的时候, 侯卫东低声说道, 这桌饭菜的钱啊, 记在我的头上, 住宿几时家业, 菜不用多, 要进。 老行说道, 我这里有上青林的风干野鸡, 还有珠水河的扁鱼, 都是才从沙州拉过来的, 绝对正宗啊。 好, 这两菜都可以。 另外呢, 朱书记喜欢吃鱼, 有没有大河野生鱼啊? 有, 我这就去安排。 老行出去安排菜, 侯卫东就陪坐在祝言的身边, 他与祝言一家人都很熟悉, 虽然祝言明确表示是家宴, 可是侯卫东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外人, 祝言全家也没有把他当成外人, 大家挺自然地围坐在一起。 侯卫东夸了祝梅一句, 祝梅啊, 你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吗? 至少比我说得好。 祝梅此时已经平静下来了, 一字一顿地说道, 听力还是差一点, 说快了听不太轻。 侯卫东放慢了语速, 你大学毕业还准备读研究生吗? 祝梅点了点头, 我除了画画, 什么都不会, 还要继续学习。 侯卫东开着玩笑, 那你得送我几幅画呀, 我先收藏着, 等以后成名了, 这些画就成了无价之宝了。 祝梅问道, 李阿姨还在香港吗? 我暑假想去看她。 侯卫东的心里, 只觉得被微微地刺了一下, 李阿姨常住在香港, 很少回来。 宇卓梅聊了几句, 侯卫东和祝延的话题, 就转到了黄子弟和义中岭的身上。 这个话题他们在电话里已经聊过了, 此时面对面地聊起这个话题, 自然不一样。 祝延问了一些细节, 感慨了一句。 这个事情把握得很好啊, 卫东啊, 你要是顶不住黄子弟的压力, 说不定也会陷进去啊。 外援内放, 这个词啊, 是为为官的人量身定做的, 可真的要做到着实不容易啊。 祝元原本还想说, 这事周昌全也有责任, 可是他想到侯卫东给周昌全也当过秘书, 就把这话留在了嘴里了。 侯卫东倒是说了实话, 周叔强, 我是顶了几次黄子弟, 可主要的原因啊, 还是在于义中岭啊。 义中岭是什么人, 他在检察院的案子中表现得相当充分, 与这种人打交道迟早是要出大事的, 所以我是宁愿得罪黄子弟, 也不愿意帮助义中岭啊。 嗯, 这个黄子弟讨到国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对于现在的沙州是好事啊, 如果他回来了, 肯定还有不少人要受到牵连啊, 如果搞成当年冒云那样的大案, 那将对沙州的发展产生极坏的影响, 沙州干部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啊, 我到冒云这么多年, 现在才将当初的恶劣影响消除掉啊。 柱岩的看法很现实, 这个观点不太符合法治理念以及传统的善恶观, 可是现实就是如此, 守着理念办事固然崇高, 是清谈主义者的最爱, 而办事事的干练的领导人是不会这么固执的。 等到菜上来, 侯卫东要了一瓶酒, 陪着柱岩喝了一会儿, 起身告辞之前, 他决定还是说实话, 诸书记, 我们那边还没有开席呢, 我在等赵东照顾主任。 有些朋友是不适合聚在一起的, 比如侯卫东可以和祝言聚在一起, 也可以和赵东聚在一起, 可是在私下场所, 由侯卫东将三人聚在一起, 就不太合适了。 期间的微妙和谈恋爱时候的情景略有一些接近, 祝言嗷了一声, 赵东要来啊, 他是大忙人, 能陪你们这些年轻人来吃饭, 难得吧? 侯卫东笑了, 赵东也算是年轻人吧, 是年轻的老领导嘛, 等会儿赵主任来了, 我过来敬杯酒。 祝言也知道赵东作为省委书记秘书的分量, 心中暗道, 这几年的时间, 侯卫东算是彻底上道, 他悟性高, 抓得住机会, 前途不可限量啊。 七点钟以后, 赵东这才过来, 刚等他坐下, 侯卫东似乎无意地说道, 沙州印象声音很不错呀, 不少在沙州工作过的同志都喜欢在这吃饭, 冒云的住宿节也在隔边。 当年赵东任沙州市委组织部长的时候, 祝言已经是茂云市委书记了, 闻听祝言在隔壁, 他没有拿架子, 主动说, 祝书记在隔壁啊, 我去敬杯酒。 祝言是领西省省委委员, 茂云市委书记, 在领西也算是上得了台面的人物, 赵东为人原本就比较低调, 主动敬酒也在清理之中。 侯卫东连忙带着赵东, 来到了祝言所在的包间。 祝言满面春风地站起身来, 与赵东握了手, 赵主任啊, 什么时候到茂云来视察吗? 我们茂云的全体干部, 那可是九汉叛干路啊。 他嘴里说着话, 心中却在想, 人们都说赵东架子大不好说话, 现在看起来也是很好相处的嘛, 侯卫东这小子很机灵啊。 赵东与祝言应酬了一会儿, 由侯卫东陪着回到年轻人所在的包间。 晚餐结束, 已经到了十点多钟了, 大家这才尽兴散去。 侯卫东坚持要把赵东送到小区的门口, 赵东略有酒意, 卫东啊, 我从沙州到省里的减副办, 把全省市县几乎跑完了, 对农村负担问题了解的越多, 就知道凭一个减副办是解决不了农村负担问题的。 我们努力的工作, 最多能解决极少数的违法行为, 大多数负担确实是符合政策规定的农民负担啊。 侯卫东听懂了赵东的意思, 赵主任, 农民负担确实与少数基层单位有关, 可是大部分负担啊, 还是现行体制和国家财力所造成的, 要解决农民负担的问题啊, 中央必须要有大的政策。 对啊, 我从沙州市委组织部被调到省减副办, 事情的起因其实是在城津, 当时你还在城津县主治工作吧? 我在双河村搞了调研, 发现了农民负担中存在着的问题, 后来这篇文章呢, 被加了编者案, 发在了内餐上。 我刚到省减副办的时候, 心里是想不通的, 认为这是诸民生在排挤我, 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呢, 如果没有在减副办的工作, 我对领袭农村是不会有这么深入的了解的, 光靠走马光滑的调研, 那是不能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 而如果没有在减副办这种工作的经历, 我也就没有机会到省委办公厅去工作嘛, 这就叫做塞翁失马, 胭脂飞腑, 官场起起落落, 谁又能看得清楚啊? 赵东平时非常的稳重, 今天与一群年轻人喝了酒, 又与当年的当事人在一起, 话就稍微多了一些, 而且说的都是心里话, 侯卫东接过了话头, 对啊, 这个宜山原本也要来参加聚会的, 临时有事来不了, 宜山文笔犀利, 在省内是有影响的, 抽时间啊, 我要跟他聚一去, 说起宜山, 赵东又想起宜山的父亲, 是沙州大学的校长, 想到沙州大学, 他的心里又浮现了另一个歉影, 郭兰是曾经县委组织部长, 想回大学, 完全可以到领西大学嘛, 领西大学才是全省最好的大学, 没有想到, 他要回到沙州大学, 侯卫东不喜欢听赵东提起郭兰的话题, 应付着, 我估计是郭教授去世, 才让郭兰产生了回大学的想法, 赵东又与侯卫东握了握手, 郭兰在沙州大学工作, 有什么事情要找到你, 你可要开绿灯啊, 他是个聪明人, 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他发现了郭兰确实没有同自己谈恋爱的想法, 而自己的身份和修养, 让他自己只能觉得很遗憾, 而不能采取什么进一步的行动, 看着赵东进入小区, 侯卫东这才回到了金星大酒店, 躺在大床上, 透过落地窗, 侯卫东可以看见外面明亮的路灯, 他想着自己进入官场的历程, 不禁追问自己, 我当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近来开始频繁出现在侯卫东的脑中, 是为了国家和民族? 这个题目似乎大了一点嘛, 为了求得一碗饭吃, 可是我早就解决了生存的问题, 用得着为官位四处奔波吗? 当官就像爬山啊, 一山还有一山高, 永远都没有尽头, 等到终于爬上了高位, 已经是年龄已高, 身体衰弱, 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几个问题不停地在侯卫东的脑海中盘旋, 最后, 他用上清林的一句图语来结束了这次头脑中的风暴, 什么虫就钻什么木头吧, 我既然在这个位置上, 就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这是职业道德, 也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吗? 他转念又想, 我现在能进能退, 那是偶然的很的, 如果当年我不是在上清林开了市场, 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我还能这样潇洒地进退吗? 还能有这种良好的心态吗? 半夜, 侯卫东在梦中与波兰见了面, 两个人在沙州大学的教授楼里, 一起站在阳台上, 欣赏着带着雾气的湖水, 听着若有若无的钢琴, 醒来之时, 天已大亮。 回到沙州, 侯卫东参加了代市长宁岳召开的第一次市政府常务会议, 会上议题不少, 他提出的是沙州南部新区融资项目的议题, 宁岳还是同以前一样的尖锐, 并没有因为是代市长而藏锋芒, 当侯卫东提出了南部新区融资项目之后, 宁岳就问, 沙州是领袭第三大城市, 可是全市干部的融资理念, 与第三大城市是不相匹配的呀, 金融能力是市政府领导应该具备的重要能力, 卫东市长这个提议提的很好啊, 这说明他考虑到了融资问题, 我们仅靠财政资金是建不好沙州的, 你们说呢? 没等大家回答, 宁岳话锋一转, 这个议题我觉得今天先不研究吧, 应该研究的是全市融资问题, 而不仅仅是南部新区的问题, 卫东市长, 你既然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啊, 我的想法就是由你来牵头做这个事, 在沙州, 一般都是由常务副市长来分管经济工作的, 宁岳这样安排, 就是让侯卫东做了常务副市长的一项工作, 侯卫东很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抬起头来, 正好与宁岳的眼光相对, 宁岳的眼神颇有一些意味深长, 从侯卫东的脸上掠了过去, 新一届市政府班的成员中, 基成从省里下来, 做事高调得很, 办事呢略显漂浮, 马有才是基层的老油子, 城府深得很, 而钱宁呢是插选上来的, 微信不够, 宁岳当了代理市长, 他第一个要用的人就是侯卫东, 散会以后, 宁岳将侯卫东请到了办公室, 宁市长啊, 全市国有企业改革正在稳步推进, 任务很重啊, 融资这块你就别让我干了, 侯卫东与宁岳的关系很好, 坐在了办公室, 开始叫起苦来, 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卫东最能干了, 凡有攻坚克难的任务, 交给你绝对没问题, 你晚上有安排没有啊, 我有些朋友到沙州, 一起吃顿饭, 宁岳以前一直在党委序列工作, 当了代理市长, 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侯卫东与蒙家走得近, 又是最年轻的副市长, 自然成为他笼络和依靠的对象, 好啊, 我晚上正好有空, 侯卫东当然明白宁岳的想法了, 作为副市长, 他同样需要同盟军, 宁岳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 都比皇子弟要强, 回到了办公室, 侯卫东给朱冰打了个电话, 今天晚上没有时间了, 宁市长有安排, 要陪外地来的客商, 实在对不起了啊, 改天我来约时间, 朱冰与侯卫东在九十年代中期就认识了, 当年侯卫东还在上青林当疯子修路的时候, 朱冰就是易阳县交通局年轻的副市长, 那个时候, 县交通局就是上青林市场的衣食父母王, 朱冰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 到了2001年, 侯卫东奇迹般的成了沙州市的副市长, 两个人的关系发生了绝对的转换, 侯卫东今天原本答应同朱冰吃晚饭, 由于宁月发出了邀请, 他只能推掉了与朱冰的晚餐, 晚上, 侯卫东来到沙州市大酒店, 杨柳早在门外候着了, 见到侯卫东, 杨柳说道, 宁市长有事稍稍耽搁了, 请侯市长在房间里稍微等一会儿, 秘书长也在上面, 杨柳在市委机关工作了多年, 是多年的政科级职务, 此时跟着宁月来到的市政府, 很快就被任命为沙州市政府办的副主任, 这个位置就是当年刘坤的职务, 燕春平也成为了杨柳的部下, 他将侯卫东送上楼之后, 见侯卫东与蒋湘余喝茶说话, 就主动到楼下来迎接宁月, 燕春平性格随和, 在秘书圈子里人缘不错, 与杨柳的关系也很好, 他陪着杨柳站在门口, 杨主任, 听说你跟侯市长, 还有刘坤, 任主任, 都在易阳清干班读过, 嗯, 哎呀, 你们那个班可都是风云人物啊, 后面接连八九届清干班, 从整体水平来说, 都不如你们班, 在清干班与人邻渡侯卫东喝酒的日子, 杨柳已经觉得是十分遥远了, 他的脑海中, 闪现出侯卫东在喝酒时候的沉默, 侯市长那个时候啊, 还在上青林的山上修路呢,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全是苦干出来的, 燕春平不停地点了头, 是啊是啊, 侯市长从山上下来以后啊, 就联系红霸村, 帮着红霸村修了一座桥, 如果当时没有修那座桥啊, 我估计现在这个红霸村啊, 也修不了那个桥, 正聊着, 宁月的小车来了, 燕春平看到一只正亮的女士皮鞋, 从车门处伸下来, 他跟在杨柳的身后迎了过去, 宁月问道, 侯市长来了没有啊, 杨柳没有像其他秘书那样, 接过领导的提包和茶杯, 他只是跟在宁月的后面, 侯市长来了, 但是客人还没有到, 宁月说, 怎么还没有到啊, 未免也太不准时了吧, 你们两个人在楼下等一等, 我先上去, 话音未落, 一辆奔驰和一辆宝马, 相继停在了大楼前, 从奔驰车上, 走下了一个身体销瘦的中年人, 很有一些老总的派头, 宁市长, 你也太客气了, 怎么能让你到楼下等啊, 从宝马车上下了两个人, 一个人文质彬彬, 西服领带很儒雅, 另一个则是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男子, 头发齐尖, 很有一些先锋道骨, 这位是沙州市的宁市长, 您好啊, 陆总, 宁月与中年人打着招呼, 含蓄地对着另外两位, 相貌和气质迥异的来客点了点头, 陆小青指着西服人说道, 宁市长, 这两位可都是高人啊, 这位叫做乔寿木, 麻省理工大学的博士, 大才子, 宁月看着文雅的青年人, 倒是暗自吃了一惊, 陆小青又指着另一位人, 这是高大师啊, 高大师在广东和香港很有名气, 俗称神眼啊, 高大师两眼微闭, 一副天高云淡的表情, 四个人上了楼, 进了沙州大酒店最豪华的大包间, 侯卫东此时正喝着茶看电视, 一边与秘书长蒋湘宇随意地聊着, 当宁月将陆小青介绍给侯卫东的时候, 陆小青上前一步, 紧紧握住了侯卫东的手, 没有想到啊, 几年时间不到, 侯主任变成侯市长了, 侯卫东最初脑子还有一些发懵, 很快就想起来了, 眼前这位陆小青曾经以沙州建筑协会会长的身份, 到过益阳县开发区, 他笑了, 陆会长, 这几年没有听见你的消息, 在哪发财啊, 陆小青说道, 托两位领导的福啊, 这几年生意上还算顺利, 发了点小财, 在侯卫东还是益阳县新管会主任的时代, 陆小青就是沙州建筑协会的会长, 这几年他一直没有在沙州露面, 据说南下到广东发了大财, 可到底做什么没有人知道, 侯卫东与高大师握手的时候, 对于这位眼高于鼎的世外高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觉得似曾相识, 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 一件意外之事打破了侯卫东本来平静的生活, 他被朱明生召见, 没有谈工作上的事情, 竟然莫名其妙地提起了侯卫东的岳父张远征, 演播王明军, 责任编辑徐北碑, 录音师贺希平感谢您的收听。 在一次陪外商吃饭的晚宴上, 侯卫东见到了一位号称是世外高人的大师, 但让侯卫东感觉奇怪的是, 这个人似曾相识, 却又实在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面。 大家坐下来以后, 侯卫东很快就把陆小青的莱姨弄明白了, 乔寿木获得博士以后, 在世界500强工作, 掌握了LY电子元件的生产工艺和检测技术, 据说是世界先进水平, 前景十分广阔, 目前准备回岭西创业。 乔寿木是技术方, 陆小青是投资方, 而这位高大师呢, 就是风水先生。 侯卫东对于陆小青带着一位高大师的行为不以为然, 他觉得香港没有破四旧, 就喜欢封建迷信这一套。 陆小青的口气很大, 一开口就是在南部新区投资十个亿, 建立全国最大的LY电子元件生产基地, 而且十个亿只是第一期工程, 整个工程在五十个亿左右。 经过十来年的改革开放, 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不见兔子不撒鹰, 不见鬼子不拉闲, 算得上是其中一条血泪的教训, 双方都在做着试探性的接触, 晚宴上的气氛格外的友好, 结束酒宴之后, 各自散去了。 在新月楼门前, 侯卫东正好遇到了刚刚下车的小家, 小家的脸上喝得红霞飞, 在灯光下很是红艳。 侯卫东知道小家的酒量前, 喝醉以后会很难受, 见到他这个模样, 禁不住责怪了一句, 哎呀, 叫你少喝酒, 怎么又喝呀? 钱宁是分管领导, 他为了陪省里的检查组已经喝了不少了, 我怎么能不喝呢? 两个人都喝了酒, 谁也没法说谁, 回到家里, 轮流放水洗澡之后, 上床睡觉。 两口子各拿着一本书, 坐在被窝里享受着生活。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投资商, 这个人呢, 还带了一位挺傲慢的大师, 据说在香港那边啊, 大师的出厂费都是以万元为单位的, 嗨, 这些大师啊, 和街道的那个半仙是一个性质, 都是骗钱的。 小家出身于工人家庭, 是坚定的唯物论者, 对这些神神叨叨的家伙一概不感兴趣。 听小家说到半仙这个词, 侯卫东仿佛忽然间想起了什么, 哎呀, 这个高大师说话口音很杂呀, 一会儿普通话, 一会儿广东话, 有时还说沙州话。 他仔细回想了一遍高大师的口音, 他可以断定, 这个高大师就是沙州人。 侯卫东一直觉得, 这个高大师似曾相识, 此时听到小家提起半仙这两个字, 灵光一显, 他忽然想起了以前在上青林的一件往事。 那是在1993年, 侯卫东为了自我救赎, 在上青林山上疯狂地羞怒, 在一个关键的位置上需要迁一座坟, 各种方法用尽, 李老头就是不同意。 侯卫东很偶然地, 在派出所习赵勇的办公室, 见到了一位乡村半仙, 便以都攻读, 让这个半仙装神弄鬼地说服了李老头, 这才欠了份。 如今的这个高大师, 和那个乡村半仙有八成相似, 侯卫东想着高大师先锋道鼓的模样, 又回想起在场镇角落片点小钱的乡村半仙, 两者巨大的反差,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啊。 如果这个高大师真的是那个乡村半仙, 那还真是应了人生如戏这句古话呀,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晚宴结束以后, 陆小青和高大师坐车来到了南部新区, 在南部新区一片无路灯的野地, 高大师登上了土坡, 拿出罗盘一阵忙碌, 嗯, 就是这块地, 风水相会, 与陆总的八字相合。 陆小青与这个高大师相识于广东, 他的所有生意都是由高大师作为掌眼师, 几年以来无所不利, 因此他对高大师的话深信不疑。 两个人谈了一会儿风水宝地, 陆小青问道, 几年前这个侯卫东还是小县城里的小官啊, 现在成了大领导, 你觉得此人如何呀? 高大师闭了一会儿眼睛, 掐了掐手指, 此人与宁月一样都在走望门, 不过侯卫东近期有些小波折。 第二天早晨, 侯卫东早晨起来的时候, 头脑中又想起了高大县的样子, 心里有些拿不准, 毕竟在香港操练过的大师啊, 谈吐和气质与乡村半县的差距不是一点半点啊。 他自我调侃了一句, 我们都在与时俱进, 难道半仙就不能与时俱进了? 调侃完, 拿起了包, 与小家一起下楼了。 燕春平接过侯卫东的手包, 脑袋扭在一旁, 向小家招呼着, 张纪长好。 小家与燕春平也很熟悉, 你什么时候和春天结婚啊? 春天正在办调动呢, 等他调到沙州来啊, 我们就结婚。 一句话, 让小家浮想连篇。 十年前, 沙州到易阳城津等线, 至少有两个小时的车程。 这两个小时的车程, 将沙州市区和四个县, 分成了不同的等级。 在不同等级的两个地方的人, 要想结婚, 那是难于上青天的。 侯卫东凭着在上青林的第一桶金, 这才勉强填平了沙州和易阳的等级差。 十年之后, 随着高速公路的建设, 周昌泉提出的一小时沙州, 得到了彻底实现。 从沙州到各个县城, 都在一小时之内。 易阳和沙州的距离, 更是缩短到了半小时之内。 易阳与沙州仍然存在着等级差, 不过这个等级差, 比十年前大大的缩小了。 沙州人与易阳人结婚, 也渐渐多了起来。 这十年间, 随着物质生活的发展, 有太多精神方面的事情, 也被改变了。 小家开着车, 又想起了当年到上青林去探亲, 侯卫东这个愣头青, 为了掩人耳目, 还特意在招待所开了一间客房。 十年以后, 在园林局宿舍里, 很多没有结婚的恋人早就公开同居了, 不必邻居也不必领导, 大家简直也是习以为常啊。 腹筋追悉, 让张小家无限的感慨。 在办公室坐了一会儿, 忽然进来了一个人, 此人一进门就点头发腰, 张局长, 你还认得我吗? 小家在局里一直管技术, 没有什么关架子, 我们这么多年的关系怎么不认识啊? 老何, 你可见外了啊。 张小家硬瞅着, 暗自琢磨, 老何是公园管理处的退休职工啊, 从来都没有登过门, 今天找到办公室, 看来是有什么事儿。 老何在公园看了二十年的大门, 平时已经懒散惯了, 他最常说的话是, 人不求人一般高, 我有几百块钱的工资, 每天二两烧酒一碟花生米, 那是神仙一般的日子。 老何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确实也过了一段逍遥的日子, 但是他毕竟生活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里, 万事不求人, 那只是一个传说呀, 今天他就求到了张小家的面前。 老何平时说点风凉话和调皮话很是拿手, 在他的嘴里, 张小家是那种半事不牢靠的小女人, 可是此时, 坐在张小家的办公室里, 他却很是拘谨啊, 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 话也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耐着性子听老何不止所云的说了一些管理处的旧话, 小家终于忍不住打断他了, 老何啊, 我们是多年的同事了, 你有什么事情直说吗? 老何的脸上没来由的红了红, 结结巴巴的说, 哎呀, 我玩从部队转业, 目前还没有找到接受单位啊, 张局长, 能不能想个办法, 想个办法解决在, 小家在单位里不分管组织和人事工作, 就没有马上答应老何, 只是说, 那你把儿子的情况写一下, 我到时候向张局长汇报, 小家嘴里的张局长, 是指一把手张中原, 张中原在园林管理局已经多年了, 是很有资格的一把手, 听到小家的话, 老何有些尴尬, 这个张局长对我有些看法嘛, 所以我才来找你啊, 小家实实在在的说道, 老何啊, 你是老职工了, 应该知道咱们单位的规矩嘛, 没有一把手点头, 单位绝对不会进人的, 老何这才道出了他的真实意图, 那你看这个侯市长管这么多部门, 能不能请侯市长帮个忙, 小家有一些犹豫了, 他与老何确实没有什么交情, 而安排工作不是个小事情, 老何看出了张小家想敷衍的苗头, 他暗中取了一个信封, 里面装了两千块钱, 又东拉西扯的说了几句, 离开办公室的时候, 悄悄的把信封放在了办公桌的报纸下面, 然后呢, 他到园林管理局外的公用电话亭子, 给张小家打了电话, 说自己放了一个信封在桌上, 小家还没来得及说话, 老何已经把电话挂断了, 小家这个人素来没有关架子, 还从来没有在办公室收过下属的钱, 他掀开报纸, 赫然看到了一个信封, 这个信封犹如一个火态, 实在着人的紧啊, 园林管理局是事业单位, 老何是事业编制干部, 工资并不多, 如他这个年龄的工资, 也就只有六七百元, 两千元钱, 那是接近他三个月的工资了, 在吃晚饭的时候, 小家把这个事情给侯卫东讲了, 哪个老何呀, 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就是沙州公园那个老何嘛, 你才参加工作的时候啊, 坐夜车来沙州, 早上我们到公园里去, 你见过这个老何的啊, 侯卫东想了一会儿, 还真想起了这个老何, 哦, 我想起来了, 哎呀, 老何那个时候啊, 听说我在一阳工作, 脸色就变了, 一副傲慢的样子, 当初我是个献哥的啊, 对所有给我颜色的人, 我可都是记忆犹新的, 小家假装生气, 你这个人真是小气啊, 这么一个小细节都记在心里, 我当然要记住了, 我就记住了, 怎么办啊, 其实我不是特意去急, 总之就是撞在我脑子里了, 侯卫东此时已经成为沙州的领导人了, 早已超越了地狱的骑士, 当年的心结, 此时只能作为笑谈, 哎呀, 老公, 老何也可怜嘛, 你帮一帮他, 他是公园的人, 他的独生子当兵回来, 安置在园林管理局以及下属的单位, 那是很正常的事啊, 为什么要让我出面啊, 没有这个必要嘛, 小家这才把老何的情况讲了, 侯卫东感慨着,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 老何既然是这种大嘴巴, 最好不要跟他打上线, 这可是我的经验之谈啊, 燕春平的事情你都帮着办了, 我这是第一次让你办事啊, 你不看老何的面子, 要给我一点面子吧, 你呀, 总是这么心软, 这可是当领导的大忌啊, 侯卫东确实看在小家的面子上, 准备帮着老何解决他儿子的问题, 对于老何来说, 儿子小何的工作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情, 而对于侯卫东来说, 也许就是一个电话的事, 很快, 老何的儿子就到南部新区来上班了, 他以前在部队开过车, 就被分到了南部新区的小车班, 当老何的儿子欢天喜地的到新单位报到的时候, 肯定有另外的转业士兵, 不满意政府的安置工作, 同样, 当燕春平的女朋友春天调到沙州交通局, 也会肯定有另外的人没有办成调动, 一家的成功就意味着另一家的失败, 几家欢喜几家愁, 才是人间百态。 在侯卫东被老何感恩戴德的时候, 在春天和燕春平团聚的时候, 肯定有另外的人家在痛骂着腐败, 对于侯卫东来说, 他身在局中, 只能按照固有的规则来办事, 如果连结得不尽人情, 他也会成为孤家寡人。 顺手办理了春天的调动, 以及老何儿子的安置, 对于侯卫东来说那是小事, 事情办完就放在一边了, 他最关注的还是来自陆小青, 乔寿木的投资和项目。 这个项目如此之大, 就连越来越超脱的市委书记朱民生, 也专门抽时间, 听取了LY电子元件基础建设工作的汇报。 听完介绍, 朱民生问宁悦, 这个项目的可靠性如何呀? 毕竟涉及如此大规模的用地, 得有保险系数啊。 上次香港圣保集团的事情啊, 维东市长做得很好, 才避免了一场风波呀。 这一次我的观点, 是第一是安全, 第二才是发展。 宁悦是敢做敢为的女子, 我有制约的手段, 首先要明确项目的保证金,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管他画的饼子有多大, 市政府都采用不见鬼子, 不挂弦的土办法嘛。 基本观点统一之后, 朱民生宁悦就共同出面, 请陆小青、 乔寿木和高大师吃饭。 在晚餐期间, 侯卫东注意观察了这个高大师, 这一次再看高大师, 有时像是那个乡村拌仙, 有时还真如得道高人。 吃完饭, 大家坐在客厅里闲谈, 高大师恰好坐在了 侯卫东的身旁, 他若无旁人的半眯着眼, 极少与大家说话。 等到众人要散之时, 高大师突然说道, 侯市长年轻有违, 前途远大, 可否听老朽两句啊? 您请讲, 侯卫东表现得很是客气, 高大师捋了捋胡须, 第一句嘛, 或喜福之所以, 福喜或之所福。 侯卫东专心地等着另外一句, 第二句, 乾隆在渊。 高大师说了两句话, 就不肯多说了。 侯卫东从小就受到了唯物主义的教育, 加上出身于警察世家, 向来对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不感兴趣。 听到高大师交代的两句话, 最初并不在意, 只是在回家的路上, 脑子里总是忍不住想起这两句话。 小家知道了, 丢给了侯卫东一个白眼, 亏你还是副市长呢, 会被这些江湖人士的小伎俩迷惑呀, 福祸相依这是自古就有的哲学, 乾隆在渊, 那就要看如何理解了, 我觉得乾隆在渊放在多数人身上都合适。 哎呀, 小家, 话虽如此说, 可我觉得还是有些名堂啊, 这个高大师看上去, 好像有几分白眼, 哎呀, 我跟你说过, 这个高大师, 就是那个犯了强奸罪的半仙了, 他的话, 你也相信啊。 侯卫东认真地想了想, 或许是随着年龄的增大, 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便复杂了吧。 夫妻两个讨论了几句, 也就把这个话题放到了一边。 几天之后, 一件意外的事情, 打破了侯卫东越来越平静的生活。 上午, 侯卫东正在办公室里谈事情, 市委赵承议打来了电话, 侯市长, 请你到朱书记办公室来一趟, 马上过来吗? 有什么事情? 我也不清楚啊, 朱书记在办公室等你呢。 侯卫东迅速结束了办公室内的谈话, 在前往朱民生办公室的路上, 他将LY电子元件的数据看了一遍, 记在脑子里, 以应对朱民生的提问。 朱民生依然一脸严肃地坐在桌前, 见侯卫东进门, 略略点了点头, 继续低头看文件。 坐下来以后, 品着赵承议递过来的新茶, 侯卫东在心里自我幽默了一把呀。 这么多年过去了, 怎么这个朱民生 还是用小学教师的方法 对待我党的中高级干部? 太土了吧。 朱民生运笔如飞, 刚笔在文件上留下了 可以当作政策依据的文字。 签完最后一份文件, 他放下笔, 这才看了侯卫东一眼。 你想一想LY电子元件的情况。 他耐心地听了侯卫东的工作汇报, 却不评价, 喝了几口茶。 陆小青投资金额这么大, 总是让我想起当年的圣保集团啊, 那是一笔烂账啊, 现在村民还在集体上访, 幸好沙州当年没有接招啊。 当年为了圣保集团的事情, 朱民生勃然大怒, 将侯卫东调到了农机水电局, 以后事实证明了侯卫东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 朱民生从来没有正面说过此事, 今天他就是重提, 让侯卫东颇费思量。 侯卫东说, 我准备请省里的相关部门的专家到沙州来一趟, 搞一个LY电子元件的前景, 以及投资座谈会, 一来给本次投资造造市, 更主要的原因啊, 是给市委市政府的决策, 提供更多的意见。 嗯, 兼听则明, 这是一个好办法。 到时候把座谈会的原始记录送给我看看, 我想听一听专家的说法。 朱民生又强调, 请专家的时候要放开思路, 不仅要请领夕的, 也要请外省的。 领夕电子产业不发达, 几个专家都集中在领夕大学里面, 难免是近亲观点吗? 你把专家名单拟好以后, 送一份给我。 听朱民生这么说, 侯卫东心中琢磨, 看来朱民生很重视这个项目, 不过他还是放不开, 如果照这个思路管理沙州, 以宁悦的强硬性格, 两个人多半也不会协调啊。 侯卫东正琢磨着, 朱民生的画风突变, 你老丈人是沙州农用车厂的职工, 退休了没有啊? 侯卫东一愣, 他知道朱民生不会莫名其妙地提起自己的岳父, 他以计算机般的速度在脑子里梳理了一遍。 对, 我岳父张远征以前是在沙州农用车厂上班, 现在退休了, 返聘回厂里了。 朱民生的脸上浮现出了难得一见的一丝笑容, 不过很快就收了回去。 他告诉侯卫东, 经过省纪委在沙州的明察案发, 沙州农用车车厂, 厂长朱延冰, 有侵占国有资产, 贪污受贿等严重问题, 目前已经被双规了。 在侯卫东果断的态度之下, 张远征的四万元风波, 貌似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但当一切似乎都重新回到轨道上时, 侯卫东接到了新的通知。 一件意外之事打破了侯卫东本来平静的生活, 他被朱民生召见, 没有谈工作上的事情, 竟然莫名其妙地提起了侯卫东的岳父, 张远征。 朱民生的脸上浮现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 很快又收了回去, 他告诉侯卫东, 通过省纪委在沙州进行的明查暗访, 沙州农用车厂, 厂长朱延冰, 有着侵占国有资产, 贪污受贿等严重问题, 已经被双规了。 侯卫东这才明白了, 今天的主题是朱延冰, 他与朱延冰接触虽然很密切, 却是一心为了工厂改制, 根本就不怕朱延冰犯事。 侯卫东说道, 朱延冰违法犯罪, 自由党籍国法处理嘛, 这个案例对沙州国有企业有警醒作用, 从某种角度来说, 可以促进全市国有企业的改制工作。 朱民生没有绕弯子, 直接抛出了谜底。 据朱延冰交代呢, 他前后两次给你的岳父张远征, 送了四万块钱。 说完这句话, 朱民生一直盯着侯卫东。 侯卫东听了朱民生的话, 完全没有怀疑他的真实性, 他简短地说道, 这个事情我毫不知道啊。 朱民生说, 据继委的同志们说呢, 朱延冰也承认你不知道, 他是直接送到你岳父家的。 侯卫东神色不白, 我回家以后, 马上去找我岳父。 第一, 马上把这四万块钱上交组织。 第二, 请继委对我的工作进行调查。 朱民生亲自找到侯卫东谈话, 那就意味着并不想处理侯卫东 及其他的岳父张远征。 在朱民生的心里, 侯卫东是一匹骏马, 但是骏马不上龙头就会变成爷马。 张远征收钱的事情, 就是给侯卫东安上的最佳龙头。 朱民生和颜悦色的说, 这件事情很清楚, 朱颜冰是想通过你岳父走你的路子吗? 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省纪委发现了问题。 作为市委书记呢, 我又必要单独跟你进行一次沟通, 这个事情除了我和道林书记, 在沙州没有人知道。 卫东啊, 你要正确认识省纪委的调查, 不要有思想包袱, 市里还有很多大事等着你去抓吗? 我在这里明确表态, 此时啊, 到此为止。 出了朱民生的办公室, 侯卫东觉得无比的窝囊, 岳父收钱这个事情, 放在任何人的眼睛里, 他都难脱干系, 可是事实上呢, 他对这四万块钱确实毫不知情。 在沙州农用车厂改制的过程中, 他确实是秉公办事, 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杂念在里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朱民生掌握了侯卫东这个不算把柄的把柄, 也就捏住了他的软肋。 只要侯卫东一切行动听指挥, 这四万块钱的事儿确实就是到此为止。 可是如果侯卫东有什么异动, 朱民生随时可以把这四万块钱的事情提出来。 侯卫东清醒地把握了朱民生的想法, 只觉得无比的窝囊。 他很想当面去指责张远正, 甚至在他们面前想去发一顿脾气。 可是事已至此, 大吼大闹又有什么用呢? 午饭的时候, 侯卫东给小家打了个电话, 你出来一趟, 到新月楼, 我请你吃饭。 小家兴致很高, 开玩笑说, 今天不是你, 也不是我的生日, 也不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 是不是你做错了什么事, 所以他请我吃饭啊? 侯卫东心情很糟糕, 没有心思开玩笑, 确实有很重要的事情, 我要跟你商量, 你一定要过来。 当小家带着笑容, 提着小昆包走进包厢的时候, 他一眼就看到了把人真脸的侯卫东, 觉得气氛不对, 怎么了? 遇到什么事情了? 脸上都有一层冰啊。 小家, 这个事情说了你也不信, 但是我先把话说在前面啊, 你回去以后, 不能对着你爸你妈生气, 更不许吵吵吵闹闹。 你胡说什么呢? 我为什么要跟我爸我妈吵吵闹闹啊? 你, 你没发烧吧你? 小家伸手摸了摸侯卫东的额头, 哎呀, 我清醒得很, 我再说一遍, 此事已经发生了, 不许向家里人发火。 听完侯卫东所说, 张小家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 我爸我妈不缺钱啊, 他不可能收朱元宾四万块钱啊, 朱民生是市委书记, 他单独跟我讲这件事情, 难道是开玩笑? 是瞎编的? 侯卫东的脸上挂着一丝苦笑, 我着手搞国有企业改制, 一分钱都没有敢招手啊, 目前已经有人在谣传了, 可这个事情一出啊, 我真是无话可说啊。 自从侯卫东当了沙州市市委书记秘书以后, 小家的社会地位就直线上升, 迎合的人, 奉承的人, 讨好的人都围绕在他的身边, 他在不胜其烦的同时, 其实也很享受这种氛围, 他能当上园林管理局的副局长, 有着自己内在的因素, 更关键的还是隐姓原因, 没有侯卫东, 他十有八九还是二级班子, 对此张小家心知肚明, 因此小家对于威胁侯卫东官位的人和事情特别的敏感, 他生气的说, 我爸我妈真是不懂事啊, 每年我们给他的钱不少啊, 为什么还要收钱啊, 我这就去找他们, 好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找他们有什么用啊, 目前要做的事情有三件, 一是把钱退了, 第二就是让爸爸马上从工厂里出来, 不能再回去上班了, 第三, 要打好招呼, 不能再受任何外人的钱财, 小家, 我作为女婿这件事情不好出面, 你马上回去, 给爸爸勾斗, 小家饭也不吃, 直接回到了家里, 一看见父母, 小家忍不住就发火了, 爸, 妈, 你们做的好事啊, 把侯卫东害惨了, 陈庆荣和张远征正在客厅里看电视, 见女儿一进门就发火, 都觉得莫名其妙, 陈庆荣向来强硬, 脸一板, 生气的问道, 几天不回家, 回家就嚷嚷啊, 你嚷嚷什么呀, 小家的声音很大, 我嚷嚷什么呀, 我们家缺钱吗, 我们缺这四万块钱吗, 为什么你们要收朱颜冰的钱啊, 收了朱颜冰的钱, 张远征和陈庆荣两口子曾经忐忑不安, 后来陈庆荣到底舍不得这四万块钱, 夫妻俩找了条理由安慰自己, 于是也就收得心安理得了, 这条理由就是张远征被反聘回到沙州农用车厂, 这四万块钱就是反聘的奖金, 小家听了这个理由哭笑不得呀, 哎呀, 你们真是太天真了, 你们收了四万块钱, 外人会认为是侯卫东收的, 现在无论如何都说不清楚了, 陈庆荣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不对劲, 可是嘴巴上还是不承认, 我们收钱, 跟侯卫东有个屁关系啊, 小家气呼呼的说道, 现在朱颜冰已经被纪委调查了, 他说给你们两个人送了钱, 市里已经找侯卫东谈了话, 难道没有关系啊, 张远征急红了脸, 扭着脖子说道, 我在厂里做技术工作, 带头搞了三四处技改, 这几处技改至少帮厂里节省了几十万, 朱厂长代表厂里给我发奖金, 我为什么不能拿啊, 这是劳动所得, 不犯法, 如果真的犯了法, 我去坐牢, 跟侯卫东没有关系, 爸, 现在官场复杂得很啊, 很多人都眼红卫东的位置, 天天盼着他出事犯错误呢, 官做得越大越要小心, 总是担心被人抓住尾巴, 你们可好, 你们收了钱, 那就是把卫东放在油锅里煮啊, 张远征还想继续辩论, 陈庆荣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狠狠地瞪了丈夫一眼, 那这件事情真有这么大的影响啊, 哎呀, 官场上的事情你们根本就不懂, 反正这个事情啊, 对卫东的伤害非常大, 陈庆荣小心翼翼地说, 那怎么办, 难道要把你爸爸送到监狱里去, 小家给了父亲一个白眼, 那还不至于送到监狱吗, 反正爸以后不能在厂里工作了, 这四万块钱也不能要, 张远征在厂里工作了一辈子, 终于在退休以后才找到了尊严, 如今他在厂里工作, 并不完全是为了钱, 更多的是为了在工作中得到认同, 每当厂里的人尊敬地喊他一声张公, 他就如沐春风啊, 张远征吼道, 我把钱退了, 我再不在工厂发挥余热, 这是我的自由, 爸, 沙州农用车厂已经不存在了, 厂里本身还要裁人, 况且朱延冰也不在厂里, 你留在厂里有什么意思啊, 陈庆荣觉得小家说的有道理, 就发表了最后的意见, 老头子, 你不要去上班了, 一大把年龄了, 难道不该想想轻浮吗, 非得自己苦熬着啊, 等到小家离开了家, 张远征苦闷得很, 趁着陈庆荣做家务, 把自己关在了小屋里, 他平时不喝酒, 在小屋里转了一圈, 发现屋角有两瓶不知道谁送来的茅台, 就打开了酒瓶, 狠狠地灌了两大口, 不一会儿, 张远征便醉倒在了房间里, 陈庆荣收拾完家务, 没有见到张远征, 推开小屋, 看到了躺在地上的张远征, 吓了一跳, 连忙扶了起来, 老头子, 你怎么了? 这个时候, 他闻到了张远征嘴里喷出来的酒气, 顿时变得怒气冲冲, 你以为你是演员啊, 遇到事情就可以喝酒啊, 你就是个农用车厂的退休工人啊, 你发什么酒疯啊? 话虽如此说, 陈庆荣还是把张远征扶上了床, 又给小家打了电话, 张小家, 你给我回来, 你看看你把你爸爸害成什么样子了? 张小家正在开会, 接到陈庆荣的电话以后, 连忙向局长张中原请假, 张中原听说是小家的爸爸生病了, 非常痛快地同意了, 小家不知道父亲到底生了什么病, 在车上他给侯卫东打了电话, 老公啊, 我给我爸我妈讲了朱炎病的事情, 刚才我接到电话, 说是我爸生病了, 不知道什么病, 我正在往家里赶呢, 小家, 你别着急, 需要我回来吗? 我先看看吧, 如果病重, 我再给你打电话, 尽管小家说不必回来, 侯卫东还是坐车直奔新月楼, 刚一进门, 就听到了小家高亢的声音, 喝醉了酒, 你在电话里跟我说清楚吗? 害得我白担心了一场, 陈庆荣的声音也很大, 你爸爸都这个样子了, 你回来一趟有什么不对啊? 我爸怎么样了吗? 就是喝醉了, 我们谁也没有让他喝酒吗? 你这个当女儿的怎么能这么说父亲呢? 你还讲不讲笑道? 母女俩都有一张利嘴, 屋子里很快就充满了火药味, 侯卫东赶紧进门, 把小家拉到了一边, 小家,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 小家气得脸红筋丈, 爸爸喝醉了, 我妈故意不说清楚, 尽管侯卫东对张远征和陈庆荣 收钱的事情很是不满意, 可是他们毕竟是岳父岳母, 他也不能怎么样, 来到床边, 他问道, 妈, 爸喝醉了, 见侯卫东也跟着回来了, 陈庆荣觉得不好意思, 你爸心里不高兴, 多喝了一些, 你不用跑回来, 我爸为什么要喝酒啊? 他这个人呢, 牢笼了一辈子, 闲下来就难受, 我正要跟你商量个事情了, 你们既然不让你爸到厂里去啊, 干脆你给他买两张机床, 让他招几个工人, 平时加工点零件, 只要有事情做, 日子就好过一些, 小家在一旁说, 妈, 你们能不能就想想轻浮啊, 折腾这些有什么意思啊? 侯卫东倒是理解张远征, 爸爸如果有这个想法, 我也不反对, 你们自己去选厂房, 去买机器, 我有一个建议啊, 你们是第一次办企业, 规模要小一点, 然后再逐步扩大, 陈庆龙说道, 我知道了, 不会再让你操心了, 这个企业啊, 就是让你爸玩的, 也不求赚钱, 满足他几十年的心愿, 回到他们自己的家, 小家充满了歉意, 老公啊, 我们家经常跟你惹麻烦, 你烦不烦啊? 对于这类问题, 侯卫东心里当然明白啊, 就算是心里认为是麻烦, 嘴里绝对是不能承认的, 否则那就真的麻烦了, 他抱了抱小家, 这叫什么话呀, 咱短来不就是一家人吗, 谈什么麻烦呢? 小家温柔地亲了亲侯卫东, 我知道你心里有想法, 看在我的面子上, 不要往心里去啊, 好了, 我又不是个心胸狭窄的人, 事情发生了抱也没有用, 那, 那这四万块钱对你有多大的影响啊? 如果没有人惦记, 这四万块钱就不是个事, 如果有人惦记, 即使没有四万的事, 还可以弄出其他的事吗? 侯卫东此时已经把官场看得很清楚了, 他知道这个事情的要害在什么地方, 并不紧张, 他如今不再是朱民生的敌人, 而是为沙州增光天才的老黄牛。 随后, 张远征把钱退掉, 四万元的风波, 没有开始, 似乎就结束了。 转眼到了四月份, 领袭省委党校举办了第一期市厅级培训班, 培训时间半年, 从四月开始到十月份结束, 沙州市副市长侯卫东, 是本期市厅级培训班的学员。 此时, 沙州国有企业第一批改制基本顺利结束, 沙州大学南部新区新教学楼进展顺利, 唯一的重头戏LY电子元件的事情, 也正在磋商之中。 宁悦听到了这个消息, 马上找到了朱民生。 朱书家, 胡伟东负责国有企业, 又管了南部新区, 现在正是与LY电子元件谈判的关键时刻呀, 他去升为党校学习, 恐怕要影响这个大事情啊。 宁悦一边说, 一边甩了甩他的短头发。 作为代理市长, 宁悦作风堪称强硬, 在朱民生面前, 素来是直来直去, 实话实说。 朱民生耐心地解释, 这是省委直接出的通知啊。 判判进入了关键时期, 侯卫东负责着重任, 朱书家, 您是省委组织部出来的, 能不能做做工作吗? 让侯卫东下期参加。 据我所知啊, 省委组织部很重视这一次师庭级培训班, 进入这个班的都是有目的的, 能否进入培训班, 一要看省委组织部的态度, 二要看侯卫东有什么想法。 宁市长, 你说呢? 宁悦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他太在意LY电子元件的项目, 他绝不允许这样一个项目失败, 但是他也清醒地意识到, 论实际的工作经验, 他不如侯卫东, 有侯卫东参加项目的谈判, 更有利于项目的推动。 宁悦动用了手里的人脉, 到省委组织部去探订情况。 省委组织部的人明确表示, 这次试听级班的参训名单, 是由省委常委会决定的, 省委组织部无权调换。 在侯卫东要去学习的前夕, 宁悦与侯卫东进行了一次谈话。 宁悦用一种遗憾的语气说, 卫东啊, 我真的不想让你现在去学习啊, 你知道LY电子元件对沙洲式的重要性, 你在学习期间啊, 关键的谈判还是要回来参加啊。 侯卫东知道宁悦是真心的享用的, 表示感谢以后说, 能参与到LY电子元件的谈判工作, 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只是省委的文件下来啊, 我身不由己, 必须得去。 为了不影响工作, 我建议由马市长参加谈判工作, 他主持过异扬的全面工作, 经验丰富, 是最合适的人选。 宁悦再次深表遗憾, 卫东参加培训肯定要高升, 这可是最遗憾的事情。 他抬起手, 用手指理了理头发, 这个动作显得很女性化, 侯卫东看惯了风风火火的宁悦, 他很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宁悦奄然一笑, 卫东啊, 有一句话我得再说一遍啊, 虽然省委党校要求全脱产, 可是沙州这边啊, 遇到急事大事和难事, 你可不能袖手旁观, 从沙州到领袭不到一个小时, 有事的时候啊, 我会派驾驶员来接你的。 侯卫东一向忽略宁悦的性别, 此时见宁悦温情款款地说话, 反而有些不习惯, 笑着说, 我虽然是去学习, 但仍然是沙州市的副市长嘛, 宁市长有什么指示, 我当然会随叫随到啊。 宁悦站起身, 伸出先先束手, 与侯卫东握了我, 那就一言为定, 晚上市政府给你践行, 我要敬你两倍。 关于这一次到省委党校 参加为期半年的培训, 在省委组织部正式通知下发之前, 侯卫东已经接到了杜冰的电话。 杜冰是在回家的路上 打这个电话的, 他每次和侯卫东通话, 都是在办公区域以外。 侯市长, 我是小杜啊, 有事向您汇报。 侯卫东和杜冰很熟悉, 听起语调以及用词, 猜了一个八九不离十, 省里有人事变动, 近期省委党校 要开一个市厅级干部培训班, 参加培训班的名单啊, 是由各地上报, 由省委常委会确定的。 我刚才看了那个相关文件, 沙州市委推荐的是您。 杜冰如今在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工作, 他的信息来源既快又准。 侯卫东当年给杜冰找了一个好单位, 立人的同事又立即, 此时这颗棋子已经充分发挥了作用。 得知此事, 侯卫东陷入到了沉思, 多年幻海生涯, 让他习惯于透过事物的表面看问题, 这次没有任何风声, 就被送到了省委党校市厅集办, 实在令他不敢轻易相信表面上的说法。 在第二次约会以后, 侯卫东与郭兰似乎都有意回避着对方, 但是侯卫东从来没有停止过, 对郭兰的想念。 在侯卫东果断的态度之下, 张远征的四万元风波貌似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但是当一切似乎都重新回到轨道上时, 侯卫东接到了新的通知, 他即将被派往省委党校新一届的培训班。 当侯卫东得知自己要参加省委党校的市厅集办, 侯卫东陷入到了沉思, 多年的幻海生涯让他习惯于透过事物的表面看问题, 这次没有任何风声就被送到了省委党校的市厅集办, 实在令他不敢轻易相信表面的说法。 从表面来看, 能进入市厅级干部培训班, 这是进步的前奏, 可是在现实操作中却有着千奇百怪的理由。 比如为了调查某个人的问题, 往往也会把这个人先弄到党校去学习的, 这就是调虎离山之计。 侯卫东最想了解的是自己被送入党校的真实原因。 富士级干部包括了洪昂、肃明俊、杨森林、 潜宁、基成等一批人, 那么为什么要把我送到省委党校呢? 难道我比这几个人优秀? 这个理由不能让人信服。 朱民生近期一直在释放善意, 包括四万元事件, 他处理得很有技巧。 那为什么在LY电子元件即将落户杀州的关键时期, 把我送到省委党校去呢? 这个做法就是为了抽宁月的梯子吗? 宁月个性强硬, 又有背景, 比黄子弟更加难以对付。 难道朱民生是现在就要开始约束宁月? 我在朱民生的眼里就是一个刺儿头, 难道他以前的所作所为是让我放松警惕, 突然临门一脚, 让我在麻痹中被踢出沙洲? 想了无数种可能性, 侯卫东最后总结道, 送我到省委党校, 表面上是市委书记对我的重视与肯定, 但是哪位副市长能够进常委才是真正的试金师啊, 才能准确地释出住民生的心思。 想通了这个关节, 侯卫东特意跑了一趟领袭, 找了几位关系人打探虚实, 顺便在吃吃喝喝中增进一下感情。 对于市委常委人选, 市委书记朱民生自有考虑, 在他的心目中, 侯卫东不是合适的人选, 他心里的合适人选是副市长马有才。 当省委党校的正式培训通知送到沙洲以后, 他把马有才叫到了办公室, 做了一次正式谈话。 马市长啊, 这一次省委党校市厅级干部的培训办, 市委要让侯卫东去, 主要是考虑培养年轻干部嘛。 朱民生对侯卫东一贯是黑脸黑面, 但是对于老资格的马有才, 态度要好得多。 他散了烟, 两个人如老朋友一样, 侃侃而谈。 马有才在心里, 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天花板干部。 所谓天花板干部呢, 是指因为年龄偏大等各种原因, 而升官无望的各种干部。 这种干部有不少表现形式, 比如进取心下降, 工作得过且过, 想方设法为自己捞点好处等等。 马有才由于义中领事件, 没有了捞一笔的打算, 他对待工作是坐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听朱民生这么说, 他就说道, 侯卫东人年轻, 学历又高, 工作能力也很强, 让他去这个市厅级干部培训班, 理所当然, 作为老同志, 我认为市委的决定是英明的。 朱民生背靠着椅子, 用手揉着肚子, 老马呀, 您要用思想准备啊, 侯卫东这次离职学习, 他手里的工作, 就要由你来赞代一下。 马有才知道, 侯卫东掌管的工作都是棘手的事情, 权力大, 麻烦事也多, 连忙推脱。 哎呀, 周叔家, 我这一摊子的事情还没有完全理顺, 重点工程又多, 实在是忙不开啊。 级市长是从省政府下来的, 眼光高, 他来接侯卫东的事啊, 最合适。 朱民生摇了摇头, 继承在省政府工作的时间太长了, 在基层工作的时间很短, 要办好杀州的事情, 还得有一段适应的过程, 钱宁的事情也不少, 你和卫东呢, 是AB局儿, 由你来接他的事, 最合适不过。 马有才做得很端正, 认真地听着朱民生谈话, 脑筋一刻也没有线, 心中暗想, 朱民生什么意思啊, 让我来接侯卫东的事, 难道想让我当常务, 没有这种好事吧。 朱民生语重心长地说道, 老马呀, 你在基层工作的时间很长, 负责过全面的工作, 那是老同志了吗? 啊,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嘛, 一个顶俩就是要挑重担嘛。 自从义中领出事以来, 马有才已经心生退役了, 根本就没有想到, 要当市委常委这个事, 也没有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这一会儿, 天上似乎掉了个馅饼, 碰得砸在了脑袋上, 让他一时没有回过神来。 不过他很快就回过神来了, 干脆利索地表了态, 谢谢朱书记, 我听从组织的安排。 离开朱民生的办公室, 马有才并没有兴奋, 他想着宁悦强硬的性格, 想着艰难的改制工作, 觉得肩上的担子沉重如山。 回到办公室, 他对秘书海宁说, 给我泡一杯浓茶, 马市长, 现在都已经五点了, 喝了浓茶, 晚上别睡不好啊。 马有才看了海宁一眼, 没有说话, 海宁知道马有才的意思, 把茶杯洗干净, 重新泡了一杯绿茶, 放在了办公桌的垫子上。 刚出办公室的门, 只见杨柳站在走道上招手, 海宁连忙走了过去, 杨主任, 有事吗? 晚上在沙州大酒店 给侯市长见行, 在那个大包间? 沙州大酒店最好的包间, 也是全市最大的包间, 平时有重要的接待都安排在大包间, 秘书们说起大包间都知道是什么地方。 海宁接受了任务, 并没有马上动身, 试探着问, 这次侯市长要参加市厅级的配训班, 那回来以后肯定还要提拔呀, 你说侯市长, 还有可能回沙州吗? 在秘书圈子中, 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老板能升官, 老板升官, 秘书自然水涨船高, 杨森林担任市委副书记以后, 市政府这边却一位进常委的常务副市长, 海宁盘算来盘算去, 觉得最有竞争力的就是马友才和侯卫东, 如今侯卫东要到省委党校学习, 他觉得马友才进常委的希望渺茫, 老板的前途不妙, 海宁在秘书圈子里的日子肯定就要难过一点, 今天单独见到杨柳, 忍不住多问了一句, 杨柳没有回答他, 只是温和地说, 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 顶脑的事情啊, 别乱猜, 海宁的脸微微一红, 支吾了两句, 回到了办公室。 下午六点, 侯卫东准时来到了沙州大酒店的顶楼, 进来的时候, 蒋湘宇已经来了, 正坐在电视机前喝茶, 两位老搭档相对而坐, 蒋湘宇对站在一旁的服务员说, 你到门口去等客人, 不用站在这儿了。 服务员出去以后, 蒋湘宇说道, 这次到省委党校学习, 你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嘛, 我都没有听到一点风声啊, 我也没有听到一点风声, 侯卫东自嘲道, 那省委对你另有安排, 这谁知道啊, 我还没有弄清楚情况呢。 蒋湘宇作为秘书长, 他了解政府工作的难处, 喝了一口茶, 随后说, 你手里一大摊子事情啊, 谁接着呀, 谁接谁有压力, 如果按照AB决的规定, 应该是马友才市长接你的事, 今天朱书记请马市长过去谈话, 我估计就是这个事。 侯卫东闻言心中一动, 他正想理一理思路, 基成和钱宁相继来到了房间, 市政府秘书长蒋湘于有意无意的一句话, 侯卫东就留意观察着最后一个进来的马友才, 马友才仍然如往常一般的稳重, 应该敬酒的时候就敬酒, 应该说笑的时候就说笑。 众人在宁悦的带领之下, 对侯卫东进行了车轮战, 侯卫东的酒量那是在上青林锻炼出来的, 近年来一直比较克制, 但真要喝起来还真是好酒量。 马友才最先投降, 卫东啊, 你可是在异阳炼出来的好酒量啊, 我们四个人在一起都不是对手, 我老了, 我不跟你拼酒了啊, 举白旗了啊, 人呢就是要服老, 不服是不行的。 这话说的就很有意思了, 侯卫东有了酒意, 心里却是异常的明白, 心中暗想, 马友才只是向我表态吗? 他服老, 就是想对我说不想跟我争吗? 我不知道宁悦听懂了没有。 他转眼又看宁悦, 只见宁悦笑吟吟地看着这帮男人们斗酒, 脸上泛着红光, 眉眼闪亮, 很开心的样子, 没有了在办公室里的犀利和强硬。 散场的时候, 侯卫东已经略有酒意了, 而钱宁则被几位秘书抬进了小车。 宁悦伸出鲜鲜素手, 轻轻地碰了碰侯卫东的手, 侯市长, 你是学习不离港啊, 这可是你答应了的事情, 别忘了。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分析, 不管市政府的事情, 宁悦市长会不满意, 而管了市政府的事情, 或许他会与朱民生的安排有冲突。 侯卫东此时也觉得女市长, 也有女市长的难缠之处, 嘴里说道, 我是随喊随道, 只要宁市长愿意开口。 我可是记住了你这句话啊。 宁悦非常认真地说道, 坐在车上, 侯卫东给小家打了电话, 我回来了, 你在家吗? 话筒里传来了哗啦哗啦的麻将声, 今天赵姐过生日, 我陪她打打牌。 小家的身边, 此时已经聚了一群官太太, 他们时常聚在一起, 话题很多, 能量不小, 这就是所谓的圈子。 对于这个圈子, 侯卫东以前还是挺支持的, 但是随着职位的升高, 他对这个圈子就基本上漠视了, 现在他甚至不太赞成小家长期混迹于其中。 小家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明天我要到省委党校。 我这边才打起来, 走得不太好, 你喝酒了吗? 你来家里休息一会儿啊, 我11点准时回来。 打完电话, 桌子上的几个人就开始说笑话了。 赵秀说道, 算了算了, 让小家回去, 侯市长明天啊, 要到省委党校去学习, 人家小两口啊, 总要亲热亲热嘛。 洪昂夫人说道, 哎, 亲热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要小心不要感冒了。 这些中年女人说话都粗叶得很,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男同志, 小家对此早就有了免疫力, 笑着说, 哎, 都老父老妻了, 还亲着个什么劲儿。 话虽如此说, 可是她的心里也早想回去了, 只是碍于麻将场子, 就打定主意, 在十一点准时结束。 侯卫东进了房间, 打开了灯, 一抬眼就看到了女儿摆在屋角的玩具, 还有屋角各种各样的芭比娃娃。 看着这些玩具, 她突然很想抱一抱女儿, 闻一闻她身上好闻的味道。 原本想给岳父母打个电话, 问问小女儿是否睡着了, 她犹豫了一会儿, 放弃了。 侯卫东带着一丝酒意, 来到了客厅角落的音响前, 选了四兄弟的大碟, 很快, 离家五百里的歌声, 在屋内飘荡起来。 如果你错过了我乘坐的那班火车, 你会明白我已离开, 你会听到一百里外飘来的汽笛声。 这首歌的歌词内容, 与侯卫东的生活相去甚远, 可是这首歌的意境却深深地感染了她。 这五百里路是人生艰辛路, 古今中外, 背景离乡讨生活的人们, 有的富足, 有的贫困, 但无论是富足还是贫困, 心中的离仇, 却都是永远难以磨灭的。 侯卫东静静地坐在客厅里, 把这首歌听了两遍, 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了郭兰的影子。 在第二次约会以后, 两个人似乎都有意回避着对方, 但是侯卫东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郭兰的思念, 经常在脑海中浮现着与郭兰在一起的细节。 明天就要离开这块洒过青春和汗水的土地了。 在歌声中, 带着酒意的他, 感受到了类似离家五百里的筹讯。 第二次约会以后, 侯卫东这是第一次主动给郭兰打电话。 我在听歌呢。 郭兰坐在台灯下看书, 接到电话差一点把台灯打翻, 他扶正了台灯, 用平静的声音问道, 你在听什么歌? 侯卫东重新放了一下离家五百里, 又把手机靠近了音箱。 顿时, 郭兰的耳朵里也充满了纯净的乡村歌曲。 歌曲结束, 侯卫东说, 我明天要到省委党校去培训, 时间半年。 我知道这个事, 明天就走吗? 对, 明天上午走。 你说这次我到省委党校培训, 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不知道这次让你学习的具体背景, 但是参加培训总是没有坏处的吧? 按照辩证法, 好事和坏事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哦, 对了, 我通过了研究生考试, 带新读书到上海。 说到这儿, 两个人都有着短暂的沉默。 侯卫东说, 郭兰, 你去上海之前, 我们见一面吧。 郭兰的内心深处, 不断有一个声音在喊着, 这种关系不道德, 也没有前途, 坚决不能继续下去了。 可是马上就会有另一种声音出现。 我爱侯卫东, 我就是爱他, 我为什么不能见面? 内心着实挣扎了一会儿, 古兰最后一咬牙, 我在四月二十四日到上海。 好, 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 侯卫东坐在沙发上听着音乐, 久意慢慢地上来, 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而且还做了一个内容五花八门的梦。 在梦中, 他站在捐房厂的厂门内, 被愤怒的工人们围着, 工人们开始是在怒骂, 在吐口水, 后来就是拳脚想想。 虽然是在梦中, 侯卫东甚至感受到了脸上, 胳膊上, 背上被拳打脚踢的疼痛, 闻到了工厂特有的味道, 以及激起轰鸣的声音。 正在挨打的时候, 郭兰一下子扑到了自己的身上, 他拼命地吼着骂着, 全然没有平时的文静。 很快, 郭兰的脸上也有了鲜血, 鲜血滴在了侯卫东的脸上, 温润而有着淡淡的血腥味。 侯卫东发怒了, 他跳起身来, 与无数的拳脚对抗。 当袭来的拳脚散去以后, 他却吃惊地发现在一旁的郭兰 已经不知去向, 只看见远远的一个背影。 侯卫东就如月光宝盒中的猪鹰, 站在城楼上, 看着远去的那个背影。 在梦中居然吃了, 他拼命地喊着郭兰的名字, 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义中岭是否能被抓住, 侯卫东与郭兰何去何从, 他与张小佳是否能走到最后, 他的仕途最终又会到达何处。 欢迎继续关注大结局, 侯卫东官场笔记第九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